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末群雄逐鹿 但整个国家依旧保持了统一的根基 随唐国公李渊在随末天下大乱中笑到了最后 逐步消灭掉了其他的势力 于公元618年建立唐朝 再次统一中国 之后经过唐太宗历经图治 内贫内乱 外征外藩 让唐朝的国力和影响力达到了空前 史称贞观之治 太宗之后高宗监利 虽然高宗没有太宗那样的雄才伟劣 但还是进一步的把唐朝推向繁荣 疆域也达到了最大 高宗死后 武后掌权 虽然武则天连非二帝 但并没有影响到大局 国力和影响力继续保持在高位 武后晚年神龙正变 皇位再次传到了李氏的手中 忠忠李显在被废二十一年后 再次当上皇帝 然而李显的性格实在是太软弱 他当上皇帝后 大权再次旁落 只是上一次是被自己的老妈夺走 再一次是被自己的媳妇夺走 皇后韦氏掌握朝廷大权后 野心越来越大 想学习武则天 成为新的女皇 就把没做皇位几年的李显 独杀了 扶持了年龄尚小的李重茂为帝 自己临朝称志 伟后一直担心 当时还是下王的李旦 和太平公主威胁自己的地位 就想要除掉他们 得到消息的李旦之子李隆基 赶紧地找到了姑姑太平公主 他们商议后决定先下手为强 于是果断地发动政变 除掉了伟后 李重茂把皇位让给了下王李旦 这是李旦第二次做皇帝了 当上皇帝的李旦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李旦的这个皇帝 更像是一个吉祥物 因李隆基和太平公主拥立有功 朝政大权被他们掌握在手中 不是长子的李隆基 依旧被李旦立为了太子 李旦比他的哥哥能力要强一点 但强的有限 他这次当皇帝 和上次一样 都是被硬推上去的 上次他老妈没有给他机会 让他尝尝真正皇帝的滞味 再一次 他儿子和妹妹 还是不想给他机会 李隆基和太平公主 曾经是一个战盒的战友 但此时的他们 已经进入了权力的零和博弈中 如果都不肯让步 必然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恰恰 他们都不想让步 太平公主为了进一步夺权 多次暗中运作 重伤李隆基 好在李旦并不糊涂 没有出份李隆基 后来还直接尚未给了李隆基 公元712年 李隆基成为了皇帝 李旦把皇位让给李隆基 并没有立马放权 朝政格局 依旧维持在了 三人相互制约的局面 一年后 李隆基再次发动政变 促使了一直和自己较劲的 太平公主 真正的掌握了大权 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皇帝 这一年是公元713年 离大唐开国已经过去了95年 做完这一切的李隆基 把年号改为了开源 中中李显和瑞中李旦 都不是治国之君 他俩在武则天之后 一共在位才七年 这七年 可以说是唐朝最危险的七年 好在天佑大唐 皇位跌跌撞撞的 还是传到了李隆基的手上 也正是李隆基把大唐推向了顶峰 在这里我猜一句 太宗 高宗 宗宗 瑞宗 这些都是妙号 是皇帝死后才被追加的 所以皇帝生前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妙号 虽然咱们作为后人已经知道了妙号 但咱们为了还原历史 在皇帝还没获得妙号前 还是不要使用妙号来称呼他 刚才叙述的都是背景故事 所以可以用妙号称呼皇帝 接下来咱们要讲李隆基 就不能说玄宗李隆基 说了什么什么 做了什么什么 同样的道理 作为死后才加的嗜号 自然也不能使用 那咱们应该怎么称呼 没有死的皇帝呢 如果咱们真的回到当时 自然要称呼皇上 陛下 圣人 大家 但每一个皇帝都这样称呼 实在不好区分 那能否像明清一样 用年号称呼他们呢 如果一个皇帝 只用一个年号 这样称呼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贞观皇帝 大家自然知道 指的是李世民 但唐朝很多皇帝 都不止一个年号 有的甚至多达私余个 所以用年号称呼 实在难以记忆 我是来想去 最后决定 以咱们所讲内容时间为准 用名字 称呼活着的皇帝 用妙号 称呼已经驱适的皇帝 如果一个人 有多个名字 咱们还是老规矩 就用被大家 所熟知的那个名字 好 咱们言归正传 继续说唐主李隆基 李隆基掌权后 先后重用姚宠 宋景 张月 张九龄等人为相 不仅把之前的乱象 逐个纠正 还推行了大量的治国之策 把唐朝的国立 推向了顶峰 史称开源盛世 盛机而衰 李隆基有个儿子 名叫李英 李隆基即位后的第四年 册封李英为太子 算是安了天下的心 但李家有个祖传技能 就是猜忌太子 李隆基也不例外 随着李英语意不断丰满 李隆基也开始猜忌李英 李隆基有个妃子 是五三四的子女 非常得宠 李隆基想要册封她为皇后 但因为五妃出身的问题 大臣们一致反对立后 李隆基就册封她为会妃 李杰却和皇后一样 这个五妃妃生了四个儿子 三个女儿 她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储君 多次在李隆基面前 禁残陷害太子李英 本来李隆基就对李英很有戒心 加上五妃妃不断的挑拨 于是李隆基就想要废掉太子 在向张九龄知道后 极力劝阻 才打下了李隆基废太子的想法 就在五妃妃和张九龄相识之际 有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平坑 这个人就是李隆斧 李隆斧也是理事中心 有一定的人脉背景 但又不属于那种背景很强的 在长辈的体系下 她历任了天牛支掌 太子中允 太子玉德 国子失业等职务 都是一些闲职 闲的都能做腊肉了 直到她44岁的时候 得到了时任宰相宇文蓉的举荐 才开始平步青云 先后担任了御史忠诚 刑布侍郎和李布侍郎 这三个官职 那可是都有实实在在的权利 李林福这个人 能力先不说 揣摩人心 那可是一把好手 他想一切办法 和宫中的宦官 妃子建立了不错的交情 对李隆基的一举一动 了足指掌 每次上咒 都能说到李隆基的心态上 受到李隆基的重视 后来 李林福想办法 巴结上了吴卉妃 在吴卉妃暗中操作下 李林福被受为了皇门侍郎 皇门侍郎也叫皇门郎 就是后来的门下侍郎 这是一个很大的官 是门下神的父职 宰相的候选人 两年后 51岁的李林福 被受为礼部尚书 同中苏门下三品 成为了宰相 和他一起担任宰相的 还有中苏令 张九龄 开元24年 公元736年 张九龄和李隆基 在牛仙客的任用上 发生了分歧 李林福善于把握皇帝的心理 知道李隆基的想法 不断地附和李隆基 而一旁的张九龄 还在坚持自己的观点 和皇帝使客 一正一反间 李隆基觉得 还是李林福贴心 就外放了张九龄 没有了张九龄的阻挠 武贵妃再次设下圈套 等着太子李银上钩 第二年 武贵妃谎称 宫中有盗贼 让太子李银带兵捉贼 太子带着自己两个弟弟 来到宫中捉贼的时候 武贵妃跑到皇帝李隆基面前 污蔑李银毛反 说已经带兵闯入了宫中 李隆基听后 大怒立马把李银三兄弟 抓了起来 李隆基找到李林福 询问他的建议 李林福是武贵妃的人 自然替他说话 李隆基最后决定 废除李银三人的官决 贬为庶人 不久又把三人赤死 本以为搬着了李婴 吴贵妃能得尝所愿 没想到天道轮回 报应来得这么快 吴贵妃也在当年病死 年仅38岁 吴贵妃的死 李隆基特别伤心 追封他为皇后 他的儿子中 属寿王李昌年龄最大 原本他准备在搬到李婴后 就想办法立李昌为太子 他这一死 估计也就没人操心了 实际上 李陵府还是多次 坐请皇帝李隆基 立寿王李昌为太子 可惜李隆基比较重义的 是年龄更大一点的 尊王李渝 李陵府就是这样的人 绝对不会干 当面镜刚的事情 嘴上永远都是好好好 贝利李却各种死绊子 李太子的这件事情 他明面上没有过分的争取 实际上给李渝 遭到了很多麻烦 让李隆基也下不了血心 幸亏内侍高丽侍 提醒应该立长 才让李隆基 下定决心 这个高丽侍 需要特殊的交代一下 高丽侍 原本姓冯 生于官范之家 祖上 很是显赫 十六国时期 高丽侍的祖上 还做过皇帝 他的高祖丰昂 官至荆州大都都 上祖国 耿国公 父亲 丰昂军 任波州赐史 按道理来说 这样的出身 富贵一生是没他问题的 然而 就在高丽侍九岁的时候 天降横祸 父亲被诬陷 自己也遭到连累 被静身带入了宫中 后来他承换官高严福为父 改名为高丽侍 武则天时期 因他聪明机领 行事谨慎 备受为功为成 中中在位期间 他跟随在李隆基身边 因尽心侍奉李隆基 得到了李隆基的信任 后来跟着李隆基 在唐龙政变 和铲除太平公主势力 等斗争中 立有大功 在开元初年 就被受为了 右肩门卫将军 执掌内侍省 唐朝的太监 地位特别高 做监军 将军都是平常之事 甚至后来还出现了 太监宰相和太监王爷 高丽侍年龄 和李隆基差不多 又深得李隆基的信任 在当时影响力特别大 是讲李隆基 绕不开的一个人物 虽然高丽侍的养父 和武士关系密切 就连李林府上位 高丽侍也在中间 帮了不少忙 但在立太子这件事情上 他还是秉持了 为国伪军的态度 建议李隆基 立年纪更大一点的 李渝为太子 开元26年 公元738年 李隆基下诏 立李渝为皇太子 这个李渝 后来改名为李恒 后文中 咱们就用李恒来指代他 其实李林府和李恒 并没有前仇 原本可以相安无事 只是李林府觉得 立太子这件事情 他不仅没有帮助李恒 还给了不少阻力 日后太子登基 必然不会饶恕自己 所以逐渐的 开始敌视李恒 接下来的很多年 李林府一边想办法 斗李恒 一边把自老朝政 李林府这个人 有一个特点 就是不是自己的人 坚决不用 他所包举的人 必须对自己 言听计从 马首实战 所以他执政的这些年 霸李恒的人 挨个个的排挤 但因为李恒 行事谨慎 加上高丽侍 和张岳的儿子张继等人的 暗中保护 李林府暗害李恒的监计 并没有得逞 公元742年 唐主李隆基下造改元天堡 同时又做了很多改革 但这些改革 大多流域形式 我剪其中重要的 影响后文的部分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一 改了很多地名 这个等咱们讲到的时候再说 二 改四中为左相 中树令为右相 萨蜀省的左右丞相 依旧称呼为蒲叶 改黄门侍郎为门下侍郎 这几个官名 后文会经常用到 所以特意提出来 三 改天下各首为郡 八次使 改为了太守 这一点真是劳民上财的改革 不仅给当时的百姓 很多的困扰 还殃及了我们这些 后世毒死的人 因诸多不变 十几年后又改了回来 这一来一去的 真的很折腾 我在地图上做了标记 黄色的字体表示周 旁边白色的字 表示这十几年中 被改成了巨名 更加无语的是 两年后 李隆基下诏 改年 为载 天保三年 就变成了天保三载 为了防范周边的 回河 吐蕃 锡 契丹 市委 墨河 等势力 李隆基在位期间 在边疆地区设置了 节度死和 金略死 到天保年间 已经有了 安息节度死 北庭节度死 河西节度死 朔方节度死 河东节度死 范阳节度死 平卢节度死 龙幼节度死 和建南节度死 另外还有 岭南 金略死 和常乐 金略死 这些 金略死 共统兵 近五十万 马八万多匹 这项制度的设立 极大的增加了 财政支出 同时让中央 对地方的控制力 变得薄弱 那为啥 李隆基要这样设置呢 节度死 设置后 的确有一定的作用 各节度死 有自己的防范目标 能更加方便地 调动辖区的军民 机动性更强 效率更高 各地节度 也的确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 在吐蕃 锡 汽丹 回河等边境 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然而 权力一旦下放 再想收回来 就难了 各地节度死 为了让自己 存在有合理性 对边境外敌的打击 几乎不约而同地 采用了留一手的策略 甚至还出现了 养扣之重的情况 这也是唐朝 军阀格局的开始 其实 这些都不算什么 如果朝廷管控得当 节度死制度 还是可以收放自如的 真正 让大唐走向没落的 是后面几个人的 陆续登场 一个是美女杨宇环 一个是胡将安禄山 一个是可以和李林甫比肩的杨国忠 那这三个人是如何捉腰的呢 李林甫这个全神是怎么倒下去的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中晚唐风云 计划是从《暗史之乱》讲起 一直讲述到唐朝灭亡 接上我上一个系列五代演绎 新系列正经的故事开始前 咱们要铺垫一些不正经的背景 这是第一讲铺垫 下面再铺垫一讲 就进入了本系列第一个高潮 安死之乱了 喜欢这段类似的朋友 请点赞 关注 我会像五代演绎一样 把中晚唐的类似 也波斯抽点般的呈现给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长明皇李隆基 当皇帝三十年 国家被他搞得不错 国力与日俱增 百姓富足 边疆稳定 朝廷有序 万国来朝 把盛世大唐 全面的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 如果李隆基的一生 能定格在此时 那他定然是千古一帝 成为盛世中华的代言人 乐极 须防悲 居安 要思威 就在李隆基 自得一满之时 一场千古巨变 也正在酝酿 大家好 今天继续讲述 中晚唐风云 我是杨立辉 开元年间 李隆基为了防范外敌 在边疆设置了截都使 统筹数洲的军政大权 截都使制度正式建立 截都使制度建立后 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边疆安稳了不少 公元742年 当时全世界最受瞩目的皇帝 大唐帝国的掌舵者 百姓心中的圣人 李隆基 下诏改元天保 他期望得到上天的眷顾 能再进一步 愿望是美好的 但如果不去做 那只是一个愿望 现在大唐 内有钱 外无患 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李隆基 甚至都想不到 该向哪个方向去努力 失去目标和动力的他 去享乐人生 也是人之常情 自从武卉妃去世后 李隆基一直没有特别中意的妃子 工人为了讨好李隆基 向他举荐了一个人 各位看官 没错 这个人就是李隆基的儿媳妇 受网李昌的妃子 杨玉环 工人说 杨玉环天生励志 知识过人 是难得一遇的大美人 李隆基听后 心动不已 不管是不是儿媳妇 就让高丽氏 前往世王府 去招杨玉环入宫 杨玉环见高丽氏 突然来招自己入宫 心中忐忑不已 不知道此行 是福是祸 等他到了宫中 李隆基一看 果然是一个爵士美女 心里很是喜欢 但因为有名分 也不能呼唧唧唧的 就下手 只得奈着性质 询问了起来 一番话下来 李隆基发现 眼前的这个美人 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还通晓音律 大家要知道 李隆基可是个音律打师 要不然后世戏曲人 也不会拜他为主事爷 他立马让高丽氏 拿来自己最喜欢的玉笛 让杨玉环演奏 并给了他自己谱的曲子 杨玉环接过玉笛 开口吹眼 笛声果然悠扬婉转 很是好听 到了此时 李隆基彻底的 对杨玉环动心了 如果不是杨玉环的身份 估计当场就要退倒了吧 那他是怎么解决 温惜名分障碍的呢 这个可难不倒李隆基 第二天 他就以太后的名义 让杨玉环出家修行 嗜好太真 另给李昌新娶了一个王妃 杨玉环自然明白 李隆基的用意 欢天喜地地 搬出了寿王府 至于杨太真 在出家期间 有没有和李隆基搞在一起 这个就真的不得而知了 反正没过多久 李隆基就把杨玉环 照入宫中 日夜成欢 后宫家里三千人 三千从爱 于一身 天保世在 公元745年 杨玉环被称婚为贵妃 因为李隆基之前废过一个皇后 之后再也没有撤离皇后 杨玉环的这个贵妃 实际上就是皇后 杨玉环当上贵妃的同时 杨氏一门 也是鸡犬升天 杨玉环 华阴人 父亲名叫杨玄炎 曾坐过蜀州私户 但他不长寿 在杨玉环年幼的时候 就去世了 杨玉环既养在叔父杨玉环家 杨玉环彻封贵妃后 杨玉环被追封为太尉 其国公 杨玉环的母亲李氏 为梁国夫人 杨玉环受为光禄卿 唐兄杨阔 受红卢士卿 唐弟杨琪 更是娶了李隆基的女儿 太华公主 成为了驸马都尉 这个太华公主 母亲就是吴慧妃 因为母亲的关系 她格外的受李隆基的恩宠 大婚后 赐给他们的宅子 就在皇宫旁边 杨玉环还有三个姐姐 相貌个个都不差 李隆基见了他们后 很是激动 姐妹花在脑子里面 想想都开心 可惜杨玉环是个粗坛子 不会容忍李隆基胡来 李隆基一边流口水 一边分别撤红三个姐姐为 大姨安国夫人 三姨国国夫人 和八姨清国夫人 杨玉环没有亲弟弟 有八姐 可见杨玉环至少是姐妹九人 在古代重男轻女的观念下 杨玉环的母亲日子 过得也挺难的 杨玉环的姐姐三人 和唐兄弟二人 因杨玉环得宠 竟然开门做起了生意 这生意可不是一般的生意 他们只卖一样东西 那就是权利 只要钱给到位 杨玉环整边风一吹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所以杨家五门 最容易坏的东西 就是门槛 原因很简单 生意太好了 其实杨玉环 还有一个堂兄 名叫杨昭 这个杨昭 并不是杨氏亲生 他本姓张 父亲因故被杀 母亲改嫁到杨家 当时杨昭年龄尚小 就跟着母亲一起来到杨家 并改姓为杨 杨昭长大后 不学无术 整天游手好闲 被亲戚们看不起 后来杨昭跟着杨玄岩 到蜀地从军 被封为了新都尉 杨玄岩死后 杨昭经常来杨玉环家 名义上是照顾杨氏姐妹 实际上是看有没有便宜可占 杨玉环的三姐 也就是后来的国国夫人 因为丈夫缺失得早 有点孤单 和杨昭一来而去 就发生了关系 杨氏发达后 把杨昭这个穷亲戚 忘得一干二净 身在蜀地的他 甚至都没有盘散回京 当时贱南采访之史 名叫仙玉仲通 贱南结读史 名叫张求坚穷 这两个人都是父亲 是不是汉人 没有明确记载 这个也不重要 仙玉仲通的官职 名叫贱南采访之史 听起来比较奇怪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天宝年间 全国分十五道 每道设置采访出制史 简称采访史 主要是监察地方 采访之史 就是采访史的负值 贱南道位于西南 筑地在成都 后来因为要防御突破 在贱南道的基础上 设置了贱南结读史 这样一解释 大家就知道 仙玉仲通和张求坚穷的关系了吧 仙玉仲通比较赏识杨昭 就把杨昭介绍给了张求坚穷 这时候杨氏已经显赫 张求坚穷也想巴结杨氏 在得知杨氏的身份后 让杨昭任推官 并准备了后礼 派杨昭去京城贿赂朱阳 杨昭大喜 终于有机会进京城了 领命后 日眼坚穷到了京城 把秋实坚穷的礼物 送给兄弟姐妹 当然 作为老秦人的国国夫人 真的要多分一点 朱阳得到好处 自然在皇帝面前 大家赞赏张求坚穷 顺带提了提杨昭 说杨昭很会下棋 李隆基一听来了兴趣 就召见杨昭 杨昭长得好像不错 仪容秀伟 加上他能说会道 见到李隆基后 话说的让李隆基很高兴 李隆基就让杨昭 担任金武兵朝参军 可以随时出入尽忠 张求坚穷也被调入京师 担任户部尚书 户部尚书是管钱的 他担任户部尚书后 对杨氏更加的尖情 只要杨氏需要 优先共济 杨昭在京任职 自然知道当时李隆府 权亲朝野 所以他想一切办法 巴结李隆府 他在李隆府和太子的斗争中 协助李隆府立了大功 被受为了渡资 杨昭在这肚子期间 杖木算得极为清楚 丝毫不错 深得皇帝认可 仅仅在天保七载 公元748年这一年 他就身兼十五个才士 杨昭为了让自己的政绩 更加的显眼 他让各地把囤积的余粮 换成轻货送到京城 充实天子仓库 等仓库充实了 他奏请皇帝参观仓库 李隆基带到百官进仓库一看 二号仓库里堆积如山 不计其数 李隆基很高兴 加授杨昭为御史大夫 金兆尹 并赐名 国中 杨国中正式的成为了 一元重臣 五杨 变成了六杨 杨国中的上尉 除了杨氏背景 和个人能力外 李隆府的提拔也很重要 因为咱们只是为了 逐渐引入正题 所以李杨构结的故事 咱们就略去不讲了 李隆府忠用杨国中 后事证明 这可以说是李隆府做的最错的一件事 如果要再找一个 可以和这件事情比肩的 那就是 他还为另外一个人做了背书 这个人 就是安鲁山 安鲁山 生于盈州 湖人 他是哪个民族 估计连他妈妈都说不清楚 大唐的民族政策非常宽松 在边疆地区 各民族杂居 安鲁山的母亲 是突厥巫师 据说他母亲向上天祈祷后 就坏了他 安鲁山的父亲是谁 没有明确记载 史书上说安鲁山是个杂胡 他父亲在他年幼的时候就死了 他母亲给家给了一个姓安的 才有了安鲁山这个名字 长大后的安鲁山是一个社交天才 通晓六个繁忙的语言 在边境开的护士上 干起了中介 开元26年 公元732年 已经30岁的安鲁山 还在干偷鸡摸狗的勾当 当时的幽州杰斗使 名叫张首规 也是一个名将 有一次安鲁山偷羊的时候 被张首规抓住了 张首规见了这个 优手好闲的胡人 也不想多费心 就要乱混打死 就在这危机时刻 安鲁山大声地喊道 大将军不是想要 灭掉两个反邦吗 为何要杀我 张首规一听 觉得这个家伙 言语之间挺豪气的 又打量了他一下 才注意到这个人长相奇特 就放了他 留在自己军中听用 安鲁山的相貌是如何奇特的 说白了 就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大胖子 安鲁山在军中 结识了史诗明 有一次 他们仅仅五人五马 捉住了其他数十人 张首规觉得 安鲁山很不错 就提拔他成为了偏将 安鲁山的胖 那是真的胖 张首规很前气 安鲁山为了讨好张首规 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 张首规见他这样 挺感动的 就收了他作为养子 安鲁山跟着张首规 不断地提升 胜任了幽州捷渡赴使 后来 安鲁山贿赂前来 巡查的河北采访使 采访使在李隆基面前 说了不少好话 李隆基就把新色的 平鲁军捷渡使之职 授予了安鲁山 平鲁捷渡是幽州捷渡 一分为二而来 另一部分 名叫泛阳捷渡 当上捷渡使后 安鲁山可以直接 向李隆基作本了 这就给了安鲁山表现的机会 李隆基越发地喜欢他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 李隆基就让安鲁山 兼任范阳戒渡使 同时还兼河北道采访使 安鲁山是一个 特别会来世的人 他想着法治 给来往使者好处 并给朝中大员 也有很多好处 尤其是李隆府 所以朝内朝外 对安鲁山战欲一片 三人称虎 李隆基自然也坚信 安鲁山是个好人 范阳拼炉的设立 是防御西河契丹的 西河契丹这段时间挺乖的 唐廷受契丹丘长 为松果都督 西丘长为饶乐都督 同时李隆基还把子女 嫁给了西丘长 天宝四载 公元745年 安鲁山为了得到更多的恩宠 他竟然派兵截掠二番 故意激怒他们 两步果然中计 他们一怒之下 杀了公主 背叛了朝廷 安鲁山可高兴了 立马发兵数万 分别讨伐西河契丹 那时候的西河契丹 并不是安鲁山的对手 被安鲁山三下五措的就平了下去 战报传入长安 李隆基大喜 召安鲁山入京 想见一见这个大家口中的大好人 安鲁山受召来到京城 觐见李隆基 对李隆基说 臣乃凡人 荣宠过盛 随身无大财 愿以死 报答陛下 李隆基见他说话诚恳 很是喜欢 这时候太子李恒就站在一旁 李隆基让安鲁山见李恒 安鲁山看了看太子 竟然不败 左右之人呵斥 问他为何不败 安鲁山答道 臣不知朝廷礼仪 皇太子是什么官职 李隆基说 朕百年之后 皇位就是要交给他 安鲁山这才赶紧下拜 告罪道 臣愚钝 只知道陛下 不知道太子 实在罪该万死 说者又向太子拜了几拜 安鲁山的这番表演 果然让李隆基觉得 他是一个憨厚之人 对他更加的放心 这时候 杨宇桓已经称呼为贵妃 恩宠征圣 安鲁山这次来京 见到了杨宇桓 为了巴结杨宇桓 甚至奏请 做杨宇桓的儿子 李隆基觉得挺有意思 就同意了 安鲁山每次见杨宇桓 都是先拜杨宇桓 再拜李隆基 李隆基很奇怪 询问缘由 安鲁山答道 我们胡人 都是先拜母 再拜父 李隆基听后 大悦 还下令 让安鲁山和杨氏山夫人 杨阔杨琪等武阳 结为兄弟姐妹 杨氏全世正盛 安鲁山自然乐得高兴 当下和武阳论了长幼 结为兄弟 天宝六载 公元747年 安鲁山被受为御史大夫 再次来京 他因仗着李隆基的恩宠 眼高于鼎 就算是拜见李隆基 也不怎么弯腰 但他却对李隆斧 格外的惧怕 每次他和李隆斧 在一起交参的时候 李隆斧总能猜准 安鲁山所想 先一步说出来 安鲁山心中大惊 把李隆斧封为神明 每次见面 就算是寒冬腊月 也必然大汗淋漓 如果李隆斧 对他态度好 他就放肆地 称呼李隆斧 为狮狼 如果李隆斧敲打他 吓得直说 自己死定了 由此可见 安鲁山的性格 就是吃软怕硬 后来之所以反 可能给李隆基 对他太好 有点关系 此时的安鲁山 已经40多岁了 因为没有节制 他的体重 达到了330多斤 肚子甚至掉到了膝盖以下 走路的时候 需要用手提到肚子 才能行走 但奇怪的是 他在李隆基面前 表演舞蹈的时候 却灵活的像个猴子 这一点我一直很奇怪 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有可能他继承了 他母亲挑大神的基因 天宝十载 公元751年 李隆基让安鲁山 兼任河东杰度使 至此 安鲁山身兼山镇杰度使 手下兵力近20万 同年 李隆基受他为东平郡王 这是唐朝将领 第一次霍风藩王 此时的安鲁山 可以说 除了李林斧 这也没有怕的人了 如果李林斧能多活几年 估计也就不会有安死之乱 从这一点来看 李林斧还是很重要的 然而 仅仅在两年后 李林斧就死了 没了李林斧 杨国中和安鲁山 完全放回了自我 大唐的危机 就要到来 那李林斧是如何死的呢 安鲁山和杨国中之间 又发生了什么呢 咱们下一讲 继续分解 这一讲依旧是背景铺垫 正式的故事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大家点赞 加推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 天宝十载 公元751年 长安发生了一件歧视 50岁的安鲁山 赤条条的 裹在强包之中 放在了16台大轿上 被送入了皇宫 一路上路人不住称奇 难道这是圣人李隆基 要宠信安鲁山了吗 还别说 安鲁山还真的是被人 造入宫中的 不过不是李隆基 而是贵妃杨玉桓 大家可不要想歪了 杨贵妃可不敢 这么大张旗鼓的 临行安鲁山 他这次造安鲁山 是要给安鲁山洗衫的 那什么是洗衫呢 大家好 今天他们继续讲述 中晚堂风云 我是杨立辉 洗衫是当时的一种习俗 指的是新生儿出生的第三天 母亲要给小儿洗一洗 安鲁山之前 拜杨贵妃为母亲 杨贵妃就给安鲁山 开了这么一个玩笑 李隆基也知道了这件事 还跑过来观摩 他不但不介意 还赏赐给了杨贵妃洗儿钱 并后撤了安鲁山 从此 安鲁山就以拜母的名义 随意出入皇宫 有时候和杨贵妃一起吃饭 有时候 甚至夜宿宫中 外界也传来了 他和杨贵妃之间 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但李隆基不放在心上 其他人自然也不会多说什么 这里面有很多传说故事 以后找机会 开番外给大家八卦八卦 户部郎中吉温 是一个出了名的酷吏 他见安鲁山得宠 就想办法巴结安鲁山 表示愿意上表 推荐安鲁山为宰相 安鲁山大喜 和吉温结为了兄弟 当然 安鲁山也表示 会提携吉温 恰巧这时候 李隆基受了安鲁山 为河东截斗使 安鲁山见机 就举荐吉温 为截斗父使 并要了大理师职 张汝通为判官 河东的事务 悉数交给他二人处理 安鲁山身兼三政截斗使 日益之大 他之前不拜太子 恐怕太子已经结恨他了 后来听说 太子曾经对皇帝说 安鲁山有非人臣之下 这样一来 安鲁山和太子 自然就似同水火 此时的李隆基 已经六十多岁了 安鲁山觉得 李隆基死后 太子肯定不费善待自己 同时 他在京师的这段时间 发现中原五倍松弛 降胶冰冷 心中颇为青石烧亭 加上属下庄严高尚等人 在一旁穿夺 安鲁山就有意的筹备粮草 拉拢人心 为起兵做准备 当时跟在安鲁山后面的 除了盐庄 高尚 吉温 张如通 史诗明外 还有安守中 李归仁 蔡希德 牛廷街 尹子齐 何千年 阿什纳成庆等等 这些人也都是 当时打仗的好手 安鲁山在京师住了一阵子 就以西克契丹 在边疆生死为由 回到了范阳 再一次回来 他并没有立马起病 因为他内心中 惧怕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李林辅 此时的李林辅 有着自己的仇视 李林辅原本对杨国忠挺好的 但随着杨国忠不断地得势 二人难免会有利益冲突 在杨国忠搭上金兆尹前 长安发生了一件事 户部侍郎 金兆尹王洪 仗着李林辅称邀 在长安盛起灵人 因此得罪了杨国忠 杨国忠对他暗恨在心 天保十一载 公元752年 王洪的弟弟 户部郎忠王汉 因涉及毛反 被捉了起来 杨国忠得了机会 想把王洪也拉下马 于是就在李隆基面前进残 王洪是李林辅的人 李林辅自然要替王洪开解 杨国忠觉得机不可思 就又拉拢了其他人 把王洪的罪状 罗列给李隆基看 李隆基大怒 立马把王洪刺死 并仗毙了王汉 这件事情上 杨国忠恨李林辅 偏袒王洪 李林辅恨杨国忠 杀自己的人 至此二人就有了嫌隙 正在李林辅想办法 处理杨国忠的时候 贱南传来了 被南兆入侵的消息 李林辅就奏请 让杨国忠任贱南截斗使 前往贱南 处理南兆入侵 那南兆为啥突然要入侵贱南呢 贱南以南 有一番族 他们称呼自己的王为兆 刚开始他们分为六个部落 那也就有六个兆 所以他们被合称为六兆 六兆中 有一兆名叫猛舍 因为地处六兆南部 又被称为南兆 南兆是六兆中最强大的 后来逐渐地合并了其他的五兆 南兆曾前使入朝 唐廷是南兆首领 为云南王 现在的云南王 名叫狗罗凤 贱南截斗使 在张诗坚穷回京后 由仙宇仲通接任 仙宇仲通提及暴躁 南兆人对他有很大的意见 后来借故 葛罗凤带兵入侵建南 占了不少土地 仙宇仲通带兵六万 回击南兆 葛罗凤前使 向仙宇仲通求和 并扬言 如果仙宇仲通不同意 自己就断绝和唐超的关系 转向吐蕃 仙宇仲通不答应 扣留了十指 兵分两路 讨伐南兆 唐军走到西尔河 纵老南兆的埋伏 六万大军悉数被杀 仙宇仲通逃回建南 此战后 南兆果然投靠了吐蕃 吐蕃 受葛罗凤为东地 葛罗凤改元战谱中 正式的断绝了和大唐的关系 仙宇仲通兵败后 因仰国中的周全 他并没有受到处罚 他重新招募士兵 再次讨伐南兆 南兆向吐蕃求援 吐蕃发兵六十万 支援南兆 吐蕃发大军支援南兆 对唐廷来说是一件大事 李林甫奏请让杨国中 任建南截斗使 前往蜀地御敌 李隆基同意了 吓召让杨国中前往建南 杨国中一听 吓得不轻 他知道这里是什么水平 让他刷嘴皮是没问题 让他带兵 肯定是万万不行 但召令已经下达 夺肯定是躲不过去 只得入朝辞行 杨国中见到李隆基 痛哭流涕地说道 臣此次出使 以后再见陛下 不知是何年何月了 李隆基听他这么一说 也有些伤感 说道 请先附署处理军事 等有头绪了 朕就照你还朝 担任载府 杨国中听后 叩首而去 这时候的李隆府 已经身染疾病 知道了皇帝 和杨国中说的话 更加的烦闷 以至于病情越发的严重 李隆基派人前往看望 得知李隆府已经病入高荒 连忙派人去追杨国中回来 此时的杨国中还没有走远 得了照命自然大喜 当即掉头回还 杨国中回来后 也去看望李隆府 李隆府哭着对杨国中说 杨国中听后 连说不敢当 汗水噼里啪啦的流满了一脸 没过几天 李隆府病死 杨国中任文部上书 同品张事 成为了新的宰相 文部就是之前的吏部 天宝十一载 吏部改为了文部 兵部改为了武部 刑部改为了县部 皇帝李隆基在位日久 对政务已经疲倦 在位后期 把朝政几乎悉数地 交给了李隆府 自己陪美人享乐去了 李隆府为相十九年 能力上没得说 但并没有用到正途上 他之前的几人宰相 为公为民 天下大智 而他呢 却是为师为己 既贤度能 以至于朝政日坏 权斗不息 天下大乱 所以唐朝终吹的主要原因 应该是李隆基的眷政 和李隆府的弄权 李隆府死后 霍征太尉 扬州大都督 风光安葬 杨国忠当上者相后 大肆调整人事 把李隆府的心腹 悉数换掉 全部安上上自己的人 因为之前李隆府建议李隆基 要重用胡将 杨国忠就诬陷李隆府 串通胡将谋反 经过一番操作 李隆基信以为真 下诏把李隆府 开关改杖 超莫家产 子孙流放 这个李隆府 也算是死后遭了报应 杨国忠虽然没有屈成蜀地 但他建南截斗史的官职还在 蜀地官员为了巴结杨国忠 在成都为杨国忠修了宅子 拘了钱财 成都就成了杨国忠的退路 他又把先与重通调入京师 任京兆尹 西南的战士 另派人去应对 杨国忠 威严日盛 遗旨气死 朝中公卿 无不生畏 甚至出现了杨国忠的家奴 在街上和公主驸马发动冲突后 用鞭子鞭打公主的情话 虽然后来李隆基杀了这个家奴 但并没有处罚杨国忠 可见杨国忠在当时有多大的权势 从杨国忠 对已经死去的李隆斧都下狠手来看 他是一个牙齿必报的人 之前他们提过 安鲁山在青城的时候 仗着李隆斧的恩宠 眼高于顶 不把群臣放在眼里 自然也不会把杨国忠放在眼里 当时的杨国忠 拿安鲁山没办法 只能忍着 现在自己成为了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自然要去找安鲁山的麻烦 天宝十三载 公元754年 杨国忠对李隆基说 安鲁山现在身兼三振 权势太盛 以后必然是国家大患 请李隆基及时处置 李隆基很喜欢安鲁山 并不认可杨国忠的提议 杨国忠见自己一个人 说安鲁山的坏话很难成功 他就拉了一个帮手 这个人就是戈苏翰 戈苏翰是突厥人 他之前在竞争中见过安鲁山 两个人话语之间闹了不愉快 二人从此就成为了敌人 戈苏翰也是李隆虎 重用胡将政策的受益者 他虽然是突厥人 也受到了重任 之前带兵出击吐蕃 收复了九区之地 杨国忠奏请 授戈苏翰为河西截斗使 进封西平郡王 这是截斗使第二个封王的 第一个是安鲁山 封的是东平郡王 杨国忠的这样的安排 有意让戈苏翰和安鲁山 拉对立面 但不得不说 戈苏翰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能被授于河西截斗使 也是靠自己的实力得来的 杨国忠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杨国忠得了戈苏翰这个助力 再次上咒 说安鲁山必反 也不知道杨国忠是真的看明白了 还是瞎蒙的 总之这一点他说对了 这一次 李隆基还是不相信 杨国忠想了想 出了一个瘦主意 他对李隆基说 李隆基听着有道理 就照安鲁山入朝 大家猜安鲁山敢不敢来 这一次安鲁山真的就来了 此时的李隆基正在华庆宫休假 安鲁山直接来到华庆宫 哭泣着对李隆基说 臣乃胡人 信赖陛下恩仇 才有此殊荣 但现在我被杨国忠所记恨 想必臣离死已经不远了 李隆基听后很是怜悯 说道 有朕做主 请不必担心 还赏了很多钱给安鲁山 更加的信任安鲁山了 没几天 李隆基又想受安鲁山为同兵张氏 并让张继朝女赵书 大家都知道 同兵张氏就是宰相 杨国忠知道后 连忙跑过来劝主 他说 安鲁山虽有军功 但他目不识书 岂能做天下宰相 赵书一旦下发 恐怕自宜都会轻视大唐 李隆基听后 觉得杨国忠说的也有道理 就改受安鲁山为尚书佐伯业 安鲁山知道自己的宰相位置 被杨国忠搅黄了 心里更加怨恨杨国忠 这一次安鲁山来京 也有自己的目的 他上昼 向皇帝要了贤旧等职 举见吉温为五部色狼 兼贤旧赴使 并说将士们在边疆战功卓助 请朝廷封赏 李隆基自然一一照准 加封安鲁山军 将军五百人 中王将两千余人 杨国忠殿吉温和安鲁山走得如此近 对吉温也产生了恶意 安鲁山离开京师的时候 李隆基亲自送行 并截下自己的衣服给安鲁山穿上 安鲁山又惊又喜 在吃别李隆基后 快马加鞭 离开关中 出关后 下马换船 日夜急行 审怕杨国忠派人追赶 这一路上 不管郡县一律不停 这其实是不可规矩的 沿途军县长官上线说安鲁山要反 但李隆基就是不闻不问 其实杨国忠并没有派人追赶 当时和杨国忠并列为宰相的 还有陈熙烈 他是李隆府的新妇 杨国忠上位后 早就开始拆击他了 陈熙烈为了治保 主动辞官 李隆基本来想让吉温代替他 但杨国忠已经讨厌了吉温 就说吉温是安鲁山的人 不可为相 举荐和自己关系比较好的 伟建树为相 于是李隆基就受武建树为五国上书 同凭张氏 为了防止吉温日后再次威胁自己 杨国忠还想办法 扁吉温为立阳张氏 赶出了京城 天保十四载 公元755年 安鲁山派和千年来经咒报 请求用藩将32人代替汉将 唐主李隆基二话不说 又是同意 杨国忠和韦建树觉得 这样一来 安鲁山的兵权更加的牢了 就联名上咒 请皇帝分拆安鲁山兵权 但这个咒本被李隆基留中不发 他还对杨国忠说道 安鲁山 朕推心待他 他肯定不会有二心 东北二番 还指望他来镇守 朕保下他了 请切勿在担心 实际上呢 安鲁山自从回到范园后 训练兵马 加强五倍 如果朝廷来人 就称聘不见 有时候 狮子要等上二十多天 才能见安鲁山一面 长安这边 杨国周并没有因为李隆基的一番话 就放弃了对安鲁山的猜忌 他想着一切办法 收集安鲁山的罪状 甚至指使金兆尹 搜查安鲁山在京城中的住宅 秘密逮捕安鲁山的门客 他所做的这一切 都被安鲁山的儿子 安庆忠看在眼里 报给了安鲁山 安庆忠之所以留在京城 是准备和荣毅郡主成亲的 六月 李隆基以安庆忠要大婚的名义 让安鲁山再次进京 再一次安鲁山可不敢来了 上昼称病推脱 七月安鲁山上表说 要送三千匹马到京师 但却配了六千多人护送 这六千人入境后 还不知道要干出什么事情呢 好在半路上 被地方官以不可理智的名义挡了回去 这时候的李隆基 开始有点怀疑安鲁山了 但他以为天下人之心 还是像二十年天一样拥护他 所以他并没有做太多的防范 直到十月份的一天 杨国中突然来报 说安鲁山已经从泛杨起兵了 李隆基听后 还是不以为意 那李隆基到底有什么倚仗 让他这样有恃无恐呢 安鲁山为什么突然就起兵了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终于讲到正题了 前面的三讲 是我从史料中筛选出来 和他们主题有关的 所以听起来 好像讲得不够细 下一讲开始 就进入了故事线了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赞 关注 分享 跌宝起伏的安史之乱就要来了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辉 编宝十四载的安鲁山身兼泛阳 平炉和河东三政节度史 麾下不重二十万有余 掌握了大唐几乎全部的北方防御力量 是各政节度史中实力最强的一个 安鲁山本不想翻李隆基 但他必须事先预备 因为他已经得罪了太子 得罪了未来的皇帝 他原本是想等李隆基驾崩后 自己再见机行事 然而杨国忠的步步紧逼 不得不让安鲁山提前启示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中晚堂风云 我是杨丽辉 太子的阴影 朝中亲信温急被贬 自己在京城中的宅院被查 门客被暗杀 皇帝又突然宣自己入京 这一系列事情让安鲁山忐忑不已 知道自己可能等不到李隆基驾崩了 他秘密的和庄严高尚 还有阿斯纳成庆山人 商议提前起兵事宜 不敢让其他人知道 世人多次商议 觉得还是先下手为强 天宝十四载 公元755年的11月 准备了几个月的安鲁山 见一切妥当 召集驻将前来开会 他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赤书 对驻将说 我接到密旨 皇帝让我带兵入京 诛杀奸向阳国中 诸位准备准备 咱们尽快出发 众将听后 虽然有点诧异 但都明白安鲁山的意思 也都没说什么 安鲁山下令 范阳节兜父使贾勋 留守范阳 平鲁节兜父使 吕之慧 留守平鲁 部将高秀岩 守在大同 自己亲率各军 又联合了西 契丹 市委等藩帮 共计十五万大军 南下入京 估计大家会有点疑惑 安鲁山为什么没有派人 留守河东南太远呢 这是因为 安鲁山虽然名义上 是河东节兜史 但他并没有完全控制河东 他在河东的主要势力 集中在北部的云州 玉州一带 目前太远的主官 是太远引阳光慧 这个阳光慧 可不是安鲁山的人 大军集结完毕 安鲁山以清军策为名 鼓舞将士们 并说道 有异议煽动军心者 斩首 诛灭三族 说完 军旗一挥 开拔启程 长安这边 李隆基有个习惯 自从他得了杨宇环后 每年的十月份到十二月份 基本上是在 黎山温泉宫度假 后来黎山温泉宫扩建 改名为华金宫 此时正值十一月份 李隆基毫不意外地 在华金宫和杨宇环想透了 突然 杨国忠急吼吼的来报 说安鲁山反了 如果是其他人 也许李隆基还会重视一下 可偏偏来的是杨国忠 杨国忠这几年 天天都在自己身边 说安鲁山要反 李隆基早就免疫了 现在杨国忠来说 安鲁山已经反了 李隆基还以为 又是杨国忠诬告安鲁山的 丝毫不以为意 杨国忠见皇帝不相信自己 只得幸幸的退了出来 安鲁山这边 他坐上马车 带着大军 浩浩荡荡的向南出发 虽然当时边境摩擦不断 但内地成平已久 百姓好多年 都没有见过打仗的了 加上河北本来就是 安鲁山的辖区 所以他大军所到之处 河北各镇 几乎没有任何抵抗 有一点节操的 弃城而逃 没有节操的 直接开门出营 一时间 河北多个郡 都落入了安鲁山之手 河东的太原 是一个一守难攻的地方 但他不是安鲁山的首要目标 安鲁山的目的是 要攻占洛阳和长安 只要太原不给自己捣乱 就可以了 他并不想分兵去攻打太原 于是 安鲁山让河千年 仅仅带领二十多人来到太原 说是有攻势要办 太原名义上 还是被安鲁山管辖的 太原引杨光慧 并没有准备 被何千年 劫舍了去 太原的官员 连忙上咒给李农基 说安鲁山已反 太原的警报 传到长安之时 东宋强城也传来消息 说安鲁山反了 这时候 李农基终于相信 安鲁山是真的反了 连忙召集宰相们 商议对策 杨国中一父 你看我说对老爸的神态 夸夸其谈的说道 臣早就知道他必反 但造反只是安鲁山一人而已 想必其他人并不是真心服从 臣料想不出半月 便有人传手入都了 李农基听了杨国中这样说 觉得自己英明神武 天下人自然会效忠自己 使客安鲁山 顿时安心了不少 但其他与会的人心里清楚 现在已经不是二十年前了 哪还会有那么多重于李农基的人 个个面露优色 虽然杨国中这样说 但他们还是不敢 真的坐等有人送安鲁山的人头 李农基派人分别到太原和洛阳去募兵 安息极度使封长青 恰巧这个时候回到了长安 李农基照封长青 询问对策 封长青很是自负 开口就说 父亲天下太平已久 人不执兵 故而人人害怕贼人 然而事有逆顺 事有其变 臣请命前往东京 开府库 慕勇士 拨马渡河 定取贼手来献 李农基一听大喜 当即受封长青为范阳 拼入截图使 让他去洛阳目兵御敌 封长青领命后 也不迟疑当即东去 他来到洛阳后 很快招募了士兵六万 然后带兵截断了河阳桥 尽能敌军 这里我猜一句 这时候唐朝的兵制 已经从辅兵制 改为了募兵制 一旦有战事 政府出钱募兵打仗 所募集的士兵 成为了职业军人 这个制度目标 是为了解决辅兵制 因为士兵要实际劳作 造成不能长时间 大规模作战的弊病 然而这个制度 也正是后面 军阀割据的重要原因 很简单 募集而来的兵 大多是没有正经事情的流民 或者是士女混混 如果没仗打 那这些带兵的 这些当兵的就没饭吃 自然会想办法 让自己存在有合理性 安鲁山这边 他带兵来到柏林 在这里和卓主阳光会的 和千年会合了 安鲁山则为阳光会 依附阳国中 当地斩杀祭旗 然后带兵继续向南 攻打长山郡的 岗城县 长山太守 名叫阎岗清 他觉得这里没有实力 抵挡安鲁山 与其和他硬刚 不如来个曲线救国 于是他和长使袁吕先 也来到岗城 在城外迎接安鲁山 安鲁山大喜 以为阎岗清真心投诚 仍让他守长山 阎岗清受了安鲁山之命 明面上为安鲁山守城 实际上 他暗中磨兵立马 积蓄力量 准备在实际生存的时候 给安鲁山来个惊喜 他又暗中派人去平原郡 找到平原太守颜真卿 让他和自己相互呼应 大家听名字 就知道这两个人关系不一般 颜真卿是阎岗清的足弟 他们都是唐出名城 严氏谷的五四孙 颜真卿接到哥哥的密信后 也抓紧的修缮城房 招募壮丁 充实昌令 颜真卿就是大家熟悉的 那个书法大家 安鲁山以为 颜真卿就是一个白面书生 成不了气候 连兵都没派 直接写了个公文 让颜真卿去守河京 说白了 就是让他去守黄河 免得河南兵北渡 其实 当时的形势 朝廷重心肯定在洛阳一带 像平原郡以南的河道 不是防守重点 颜真卿 见安鲁山轻视自己 正好给自己发育的机会 也安置窃喜 他一边守城 一边派人到长安 上奏河北的情况 安鲁山离开高城后 继续向南 一路上也没有受到什么抵抗 各郡县基本上是望风而降 很快的就打到了 魏州吉郡 来到了黄河边 长安这边 李隆基不断地接到 河北周郡 落入这首的消息 常叹一声道 24郡 难道 就没有一个 一事吗 等接到颜真卿的周报 又大喜道 朕还不知道 颜真卿长什么样呢 竟然有这般的才能 当即嘉奖了师子 让他回报颜真卿 努力讨贼 形势如此严峻 李隆基要全力地去面对 自然也就没有继续度假了 他从华清宫回到了皇宫 开始了调兵遣将 首先 他杀了安鲁山留在京城的儿子 安庆忠 并赐荣义郡主致敬 然后 让朔方节度使 安斯顺 为副部上书 让朔方右乡兵马使 九援军太守郭子仪 接任朔方节度使 带兵从北线出击 让右雨林大将军 王承业任太元寅 副将成千里 为禄州长使 从中线出击 设置河南节度使 统霞陈流等一世三郡 让威卫清张介然 任河南节度使 从南线出击 让荣王李婉为元帅 右京武大将军 高先知为副元帅 从内府拿钱 在京师招募士兵 不出十天 就遭到了十一万人 不过这十一万人 大多是尸井混混 没有什么战斗力 高先知带兵五万 先行离京 前往陕州驻扎 和高先知一起前往的 还有宦官边令城 不用猜 就知道他是干嘛的吧 没错 他就是监军 这几路军的安排 看起来算是周密的了 然而这中间 有一个天大的漏洞 陈流郡 出在黄河南岸 本是御敌先锋 李龙你也知道 此题的重要性 所以在此设立了 河南节度使 但他算错了 安禄山行军的速度 新任河南节度使 张介然刚赶到陈流 还没来得及步子呢 安禄山的兵 就到了陈流 那为啥安禄山 行军速度这么快呢 不是有黄河阻隔的吗 原来呀 这年冬天天气寒冷 安禄山让人 用破船和草木 扔到黄河里 造成黄河断流 大家都知道 河水如果不流淌 只要到了零下 很容易结冰 果然一晚上过后 黄河结冰 冰厚的可以直接行军 那黄河天险 也就变成了坦途 华州凌昌军的守军 并没有想到 安禄山来这么一手 根本没有准备 加上安禄山的兵 渡过黄河后 散开的满地都是 显得不计其数 守军挡不住 凌昌军 很快的就落入了水手 安禄山并没有 在凌昌军停留 马不停蹄的 赶往陈流 陈流太守郭娜 见新来的节度使 好像没啥用 很干脆 直接开城投降 安禄山进城的路上 知道了自己的儿子 安庆中被杀的消息 怒急 痛哭地说道 我有何罪 为何要杀我的儿子 说完 他把怒火杀到了 跪着路旁的 陈流将士们身上 下令把陈流将士 批数斩杀 当然 张介然也没逃掉 被一并斩杀了 安禄山流人 留在陈流 自己带兵 转而向西 去攻打郑州新阳郡 新阳太守 兵教崔无碧 他并不打算投降 带着军士 登城坚守 安禄山来到城下 开始击鼓攻城 城上的守军 听到城下鼓声雷雷 看到城下 军容雄壮 吓得腿肚子直转筋 纷纷从城上 跌落了下来 就像是下雨一般 安禄山看了大乐 挥兵猛攻 行阳守军 现在的士气 已经是副手了 哪里抵挡住 安禄山的百战之军 行阳就这样沦陷了 崔无碧 被安禄山捉住 也是一刀 安禄山拿下信仰后 还是不停继续向西 西边有一个重要的关口 那就是五劳关 这个五劳关 就是大家熟悉的虎劳关 因为避讳唐朝皇帝先祖 改名为五劳关 五劳关是洛阳的东大门 也是洛阳的最后一道防线 原本驻军河阳的封长青 得知安禄山已经渡过了黄河 自己守在河阳已经没有意义 就移兵到了五劳关驻守 而且这时候的高先知 已经赶到了陕州 随时可以接应封长青 所以此时的洛阳 可以说已经完全做好了 应急安禄山的准备 接下来的五劳关之战 算是安禄山和唐朝主帝 第一次见面 那封长青能够守住五劳关吗 作为监军的边顶城 又做了什么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十一月起兵的安禄山 势如破竹 仅仅一个月就拿下了河北道的二十余郡 都国黄河占领了华州林昌郡 汴州陈六郡和郑州新阳郡 来到五劳关下 五劳关是大唐两京之一 东都洛阳最重要的屏障 乃兵家必争之地 所在五劳关的是原安息截斗史 现任范阳平如两阵截斗史 被李隆基寄予厚望的封长青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中晚堂风云 我是杨立辉 封长青所在之兵 是他从洛阳草草木籍的六万新兵 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 想来封长青也知道这一点 他列阵五劳关 企图利用五劳关的地理优势 来抵挡安禄山 安禄山带着他的百战之师 从东面的行阳杀到五劳关 他并没有采用什么奇妙的战术 只是把铁骑放在前面 猛烈地冲关 就这样暴力的打法 封长青的新兵部队 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应对 被安禄山军打得落花流水 抱头数串 封长青弃光而逃 封长青收鲁禅兵 在魁元四方阻击安禄山 又被安禄山打败 他只能继续逃 逃到了洛阳外城 再上东门 再次组织兵力 抵挡安禄山 这一次还是打不过安禄山 又逃入了洛阳的内城 这个封长青还算有任性 他并没有放弃洛阳 和安禄山在洛阳城内进行巷战 然而双方实力相差太多 在城中的巷战也是连战连败 被安禄山逼到了牺牲墙之下 封长青被逼得没办法了 想着还是先逃出去吧 等到了陕州和高千之会合后 再重藏基地 于是他破墙而出 向西 逃往陕州 河南引达西群投降 河南留守里城 收拢残军数百人 准备继续抵抗 还没开打 这数百人又失散而去 里城无奈 但他宁死不详 孤身一人来到留守府 坐等被杀 御史中成卢役 先安排妻子带着官印 走小路逃往长安 自己则把朝服穿在整齐 来到御史坛 此时的御史坛 人早就跑没了 卢役丝毫不慌 坐在大堂之中 等着叛军 安禄山让人 坐了里城和卢役来见自己 里城破口大骂安禄山 隶属安禄山的罪状 安禄山大怒 杀了里城和卢役 便派布下段子光 带着他们的人头 到河北诸郡去示众 没想到段子光这一去 该惹出了新的事端 咱们站起按下步表 先把封藏心的事情交代清楚 安禄山一边收拾洛阳 一边派崔前佑 继续向西追赶封藏心 封藏心这边 他带着残兵败将 一路逃到陕郡 见到了高贤芝 此时的陕军太守 因害怕已经逃走了 只剩下高贤芝的一路兵马 封藏心对高贤芝说 我连日血战 未能得胜 贼兵使不可打 闪着无险 实在难守 而且同关 现在也是无兵 如果被贼兵突入 那长安就危险了 不如咱们引兵到同关拒敌 高贤芝也担心自己打不过安禄山 就同意了封藏心的建议 二人直接放弃陕郡 向西后车数百里 来到了同关 封藏心的这个建议 虽然有临阵脱逃的意味 但也不能算作是下策 同关北陵黄河南靠大山 是一个绝佳的防守要地 也是守卫长安的最后一关 高峰二人若能守住同关 那就能为朝廷和各地 争取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虽说安禄山一个多月 就拿下了东都洛阳 但当时全国大部分 还是归属汤廷 只要时间充裕 那就能挖掘出巨大的潜能 崔贤又带兵向西追击 一路上自然没受到什么抵抗 顺利的拿下陕郡 红龙郡 抵达到了同关 在同关 受到了高县志和风长进的抵抗 无法再西进 西进受阻的安禄山 并没有加派人手去攻打同关 而是让崔贤又退守陕郡 同时又把兵力派往他处 汝州凌汝郡 潮州济英郡 汝州浮阳郡纷纷偷向了安禄山 安禄山是一个厉害的带兵将领 但他不是一个有眼光的战略家 此时他最正确的做法 就是趁各地援军还没赶到长安前 集中优势兵力 继续上西突击 拿下长安 捉住李隆基 然后号领天下 改朝换代也许就是转瞬之间 但他却选择了最让人费解的做法 他居然要在洛阳称帝道寡 不仅如此他还分兵向东掠地 这就等于给长安喘息的机会 张通辱的弟弟张通悟被安禄山受为隋阳太守 安禄山让他带兵向东进兵 隋阳以东的各郡线也都是望风而降 只有东平太守吴王李芝 济南太守李隋二人带兵使客张通悟 其实其他的各郡线有些人并不是真心想去投降 借由李芝在头也打着李芝的名号起兵反抗张通悟 散府县为甲奔带着官民反攻随扬 没想到才杀死了张通悟 安禄山留在陈流的首将李廷瓦 原本也想带兵东征 但听到张通悟被杀的消息 顿时没了底气 也就不敢再东进 这是安禄山起兵后第一次受挫 虽然在全局上对安禄山影响并不大 但却鼓舞了很多人心 给各地梳立了战胜安禄山的信心 长安这边 唐主李隆基得知洛阳沦陷的消息大惊 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御驾亲征比较有胜算 并准备在自己御驾亲征时 留太子李恒在长安监国 宰相杨国忠知道李隆基的想法后 也是大惊 大家猜为何杨国忠听到李隆基 御驾亲征的消息会大惊呢 原来呀 杨氏和太子关系不和 杨国忠并不是为李隆基 御驾亲征的安危担心 而是害怕太子监国 退朝后 他找到国国夫人 太子素来厌恶我们一家 如果他一旦监国 我们一家恐怕就危在旦夕了 杨国忠呼召说 国国夫人眼睛一转 记上心头 张口说道 那就想办法 不让皇帝出征 想来也不难 只是要让妹子受点委屈了 说吧 就来到宫中 见了杨玉桓 他和杨玉桓如实之般一说 杨玉桓心领神会 点头英语 国国夫人走后 杨玉桓脱去发财首饰 抓了一把黄土放到嘴里 哭着来到了李隆基面前 李隆基一看杨玉桓这个扮相 经问何事 杨玉桓哭着说 战狂凶险 陛下为何要冒险出征 臣妾受主隆恩 怎么能忍心远离陛下 但我知道 夫人不能随家出征 不如我现在就撞死在这 免得受这离乱之苦 李隆基听了杨玉桓这样说 就放弃了秦城的想法 正在这时候 原本在高兴之军中 监军的编领城 从统关回来了 他见到李隆基 先说封藏清 虚张声势 为贼人李威 又说高兴之不战而退 放弃陕中树莱里的土地 而且还苛扣军事的口粮 李隆基本来就想找个人 为不断私地背锅呢 一听这两个人 在前线竟然不卖命 还偷奸耍华 顿时大怒 立即下诏 斩杀二人 大家估计会有点疑惑 高兴二人的确是打了败仗 主动向后撤退数百里 但他们最后还是守住了通关 虽然有罪 但罪不致死 那为啥到了边领城的嘴里 他们就是十个不设置人的 原来呀 之前边领城 受命兼高先知军 他这一路上 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对高先知 以止气势 高先知不愤 就带满了他 后来风长青逃到散州和高先知会合的时候 也没有给边领城准备什么礼物 边领城觉得 这次风长青轻死他 就对风长青也怀了暗恨之心 这次边领城回京 把他二人的罪过 说得更严重了一些 而且还给高先知 多案了一个 苛扣军想的罪名 之前风长青 曾三次派人 禀报战况 说安禄山军如何如何的厉害 李隆基本来就怀疑 这是他的战败借口 对他颇有不满 现在听边领城这样说 哪里还会饶过风长青 边领城带着诏书 再次来到同关 他先让风长青接纸 圣旨还没读完 就让人一刀杀了风长青 等接了高先知 让高先知也接纸 高先知下街跪拜 听边领城宣读 等他宣读完毕 高先知愤怒地说道 我欲贼不战而退 理应处死 但我何时苛扣了良想 上有天下有地 为何要冤枉我 边领城也不多言 立马处死了高先知 教士们都知道 高先知是冤枉的 但皇命难为 也都不敢反抗 风长青和高先知被杀 同关一下子就没了主将 不怕安禄山派人 趁机偷袭嘛 其实李隆基下决心 杀高峰二人的时候 就想好了主帅的人选 这个人就是戈苏翰 戈苏翰原本是河系截斗史 他和安禄山关系不合 现在阴病在长安休养 李隆基觉得只有戈苏翰 能打过安禄山 就受戈苏翰为副元帅 让他带兵八万出征 戈苏翰本不想出征 上表推迟 但李隆基不同意 坚持让戈苏翰挂帅 戈苏翰无奈 只得点击兵马 带上皇帝配给他的行军师马 天良丘来到了同关 在合并完高先生的救部后 号称有大军二十万 戈苏翰这次是真的病了 他虽然带病来到前线 但他实在没有精力指挥 就把军政悉数交给天良丘 天良丘是个文官 没带过兵 也不敢瞎指挥 他让高先生的旧将李成光 统领步兵 让戈苏翰的亲信王思理 统领骑兵 自己居中协调 李成光和王思理二人不合 明争暗斗以至于军令始终无法顺上下达 不过二十万大军 守一个易守难攻的同关 短时间内还不至于出现问题 况且洛阳的安禄山 此时的注意力并不在这里 因为安禄山的后方 河北出现了大问题 潜伏在河北的 颜稿清 严真清兄弟 给安禄山来了个大大的惊喜 之前 被安禄山派往河北的段子光 带着李成卢役的首级 到各郡失众 这一天 他来到了平原郡 也就是颜真清的辖区 颜真清见到忠诚意识的首级 实在绷不住了 大怒 让人腰斩了段子光 祭奠中魂 并把李成等人的首级 好生安葬 然后正式募兵 讨伐安禄山 仅仅十余天 就招募了万余人 昌州景成郡 营州河滇郡 国州博平郡 深州饶阳郡 纷纷响应颜真清 共推颜真清为盟主 安禄山一听河北出事 连忙调集河北赵郡 长山等地兵马 前往围剿颜真清 长山的颜稿清 一看机会到了 也起兵返岸 安禄山又派高淼 和千年等人 带兵攻打颜稿清 和千年来到长山 反而被颜稿清打败 河北朱郡 见颜稿清得胜 纷纷表示要重新投入朝廷怀抱 一时间河北出郡 仅仅剩下了范阳 渝阳 北平 蜜云 吉郡 叶郡 还在安禄山的手中 其余各郡 全部归附了严氏兄弟 安禄山一看 自己和大本营范阳 都断联了 这还了得 联盟又派史诗明 和蔡西德 去攻打颜稿清 史诗明和颜稿清的战况 到底如何 咱们先暂停一下 查播一个重要事件 啥事件呢 过年了 过老年就是大年初一 虽然河北 被严氏兄弟搅和得一塌糊涂 但原定开国称帝的这件事 安禄山并没有推迟的打转 天宝是乌仔 公元756年 正月初一 安禄山正式登基为帝 建国大燕 改元圣武 任达西巡为市中 张通汝为中苏令 高尚盐庄为中苏侍郎 燕国的班底正式建立了起来 安禄山的称帝 彻底的否定了自己启平秦王的口号 这让当时一部分 幻想杀了杨国中 就能平息掉安禄山之乱的人 彻底认清了安禄山的真面目 安禄山之乱 正式的从内部矛盾 变成了救亡图存的 魏国之战 好 安禄山成立的事情 咱们就插播到这 继续说回史诗明和燕岗清之战 史诗明和蔡希德 来势熏悠的到了长山 燕岗清抵挡不住 就向太原的王成业求援 王成业掩护杨岗清的功劳 不肯出兵救援 杨岗清孤军奋战 数天数夜 最后战尽阳绝 成破 杨岗清和袁吕千 被史诗明捉住 送往了洛阳 杨岗清来到洛阳 安禄山接问他 你原本只是犯阳户草 是朕保你为判官 不出数年 又升任太守 你为何要反朕 燕岗清怒暮远征地骂道 你本是迎州牧羊奴 天子提拔你为三道节度使 恩宠无比 你为何要反 我世代为唐臣 俸禄地位都是大唐给的 岂能因为你推荐 就跟着你造反吗 我为国讨贼 不信被捉 恨不得生吃你肉 怎么能说是反 烧鸡狗 要杀便杀 无需多言 安禄山听后 大怒 命人将岩岗清和袁吕谦 绑到柱子上 一刀一刀的凌迟猝死 二人一边受刑 一边大骂 致死方休 严誓一门 被杀三十余人 史诗明拿下长山后 继续攻打河北朱郡 朱郡都守不住 再次偷降 只有饶阳太守 卢泉成不肯投降 史诗明带大军围攻饶阳 就在饶阳要被攻克之际 又有神兵 从天而降 这神兵 就是郭子怡 那郭子怡能否就像饶阳呢 守在同关的哥苏翰 能够保全长安吗 咱们下一讲 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郭子怡 华州人 吴举出身 历任参与都护府 副都护 镇武军史 安西护都护 北亭副都护 天德军史 九元军太守 公元755年 安禄山起兵 59岁的郭子怡 接替安斯顺 成为了林武军太守 朔方节度史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 中晚长风云 我是杨立辉 安禄山起兵时 留大军军史高秀岩 守在云州玉州一带 四击向西进军 高秀岩攻打镇武军 郭子怡带兵救援 双方在镇武大战 最后是郭子怡获胜 高秀岩逃走 郭子怡得胜后 继续向东进军 又拿下了进边军 高秀岩的部下 大同兵马使薛忠义 兵犯进边 郭子怡派 左兵马使李光碧 右兵马使高骏 左武风使 普顾怀恩 右武风使 焚世之 兵分四路出战 四路军 士气高涨 大败薛忠义 坑杀薛忠义 骑兵七千人 三战三胜的郭子怡 继续向东 围攻云州的云中城 另外分出两千兵马 去打马蚁 很秋冲的拿下马蚁 占领了东行关 打通了南下的通道 天保十五载 公元756年的春节 史诗明攻克长山 河北诸郡 剑锋使舵的 再次投靠了安禄山 只有饶阳太守 卢泉成不肯投降 史诗明带兵 围住了饶阳 卢泉成 向河间景城等地求援 河间派兵七千 景城派兵八千 一共一万五千人去救援饶阳 但两路援军在路上被十十名击败 饶阳危机依旧 李隆基得知郭子怡在北方节节胜利 就让他推荐一人收复河北 郭子怡推荐了李光碧 李隆基就受李光碧为河东揭斗使 郭子怡又给了李光碧分了一万人 李光碧带兵南下进入了河东 来到太原 在太原补充了三千公众所后 出警刑官 到了长山 长山守将 名叫安诗义 是史诗明的部下 长山守军本来就不服叛军 他们听闻李光碧带官军来了 暗中密谋 杀了留守长山的叛军 勤住安诗义 开城迎接李光碧 李光碧问安诗义 若自知当死否 如果是那种兵败求死的将领 这样一问自然大成求死 但安诗义听了此话 低头不语 李光碧就知道了 安诗义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 接着问道 如酒精沙场 看我的部众能打过史诗明吗 现在给你个机会为我出一策 如果你的计策可取 就且饶你一命 安诗义听后 开口说道 因远道而来 士族疲闭 贸然和劲敌交锋 恐怕难以获胜 不如率兵入城 早做防备 胡兵虽然锐不可当 但难以持久 一旦他们攻城失利 就会气丧心理 到那时 就可以打败他们了 史诗明现在在饶养 距离此处不过两百里 昨晚已经向他发了求援信 想来千锋部队 明早就能到达 接着就是大部队 不可不留意呀 李光碧听后很高兴 解开了安诗义的绑腹 立马让大军入城 饶阳这边 史诗明围攻饶阳29日 卢泉城守城虽然艰苦 但救世不祥 史诗明接到常山的求援信息后 放弃了饶阳 转头来救常山 赤日天亮 史诗明的先锋部队赶到了常山 大部队紧跟其后 共计两万级兵 李光碧派步兵五千 在东门抵挡来军 史诗明的部队拼命前冲 堵在了城门口 就在双方僵尸之际 李光碧命五百弓弓手 从城头上一起射击 史诗明的部队被迫后撤 李光碧又让一千弓弓手兵分四队 无缝交替射击 史诗明抵挡不住 向后退去 收军在道路以北 李光碧派五千长江兵 摆成方阵列阵在道路以南 史诗明多次派骑兵冲击李军 但都被弓弓手射退 史诗明无奈 只好修兵整队 等待几方后续的步兵 这时候 有村民向李光碧禀报 说叛军五千步兵 从饶阳日夜间城的向常山赶来 已经到了九门南 李光碧立马派两千骑兵 两千步兵 掩齐西谷向九门南赶去 等官军到了九门南 叛军步兵正在吃饭 官军突然袭击 叛军大乱 悉数被奸 史诗明得知步军被奸的消息 感觉形式不妙 就率兵后车到了九门 入城坚守 就这样 李光碧收复了常山军的大部分 只有九门和高层两线 还在叛军手里 河北的战事 咱们暂且放一下 把目光转向河南 上一讲咱们提到了甲奔 在隋扬杀了张通物后 又带兵两千 前往陈流的雍秋 那他为啥要去雍秋呢 之前陈流沦陷后 雍秋县令令狐朝 成为了安鲁山的爪牙 安鲁山让他去攻击乡议的官军 令狐朝在乡议大破官军 俘虏官军百余人 关押在了雍秋 甲奔这次去雍秋 就是要解救这批被俘的官军 等他快到雍秋的时候 听闻雍秋大乱 一打听 原来是怀仰郡的官兵 已经提前赶到了雍秋 令狐朝不敌 弃城而逃 甲门厅后大喜带兵继续向前 也驻扎在了雍秋 令狐朝请了救兵 又回来攻打雍秋 就在雍秋危机时刻 又有一人前来支援 这个人就是张寻 张寻原本是乔骏 甄元县的县令 之前张通武攻打乔骏的时候 乔骏也投降了叛军 张寻被逼担任乔骏长使 叛军让他带兵 阻击怀扬官军 张寻的内心是不想投赫叛军的 他带兵走到真元的时候 在悬原皇帝庙前 大哭了一场 号召军民起兵讨贼 真元军民被感动 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张寻讨贼 张寻选了其中精壮的千余人 编制成军 带着前往雍秋 在张寻和甲门的合力下 赶跑了令狐朝 保住了雍秋 但可惜的是 甲门在这场保卫战中战死了 张寻整合了甲门的部众 继续守在雍秋 自称是吴王先锋使 吴王就是礼之 他因前功被收为了 河南都支兵马使 一个月后 令狐朝带了叛军四万 又来攻打雍秋 城中守军十分害怕 张寻对他们说 叛军兵强马壮 肯定会轻视咱们 咱们如果出其不易 出城袭击 叛军必定会惊慌而愧 叛军受挫 那咱们就能守住城池 于是张寻派一千人登城守卫 自己令帅一千人 分为数字小队 主动出击叛军 张寻身先士卒 冲入敌军阵中 叛军没想到 张寻竟然敢主动出击 没有准备 被张寻一阵冲突 大乱纷纷后退 第二天 叛军再来攻城 再一次 他们用石炮 向城墙猛砸 城墙和城楼 损毁严重 张寻让人在城上修筑木栅栏 抵御叛军 等叛军开始爬城墙的时候 张寻让士兵点燃提前准备的 沾满油纸的薅草人 投向敌人 叛军被烧得哇哇乱叫 只得后退 等到夜里 张寻又带着一些士兵 去偷袭敌军大营 敌军不胜其扰 就这样 张寻坚守拥秋城 长达六十多天 和叛军进行了大小三百余战 他吃饭睡觉 都不解甲肉 受伤了也不下火线 叛军见雍秋实在难以攻下 只好退兵 张寻趁叛军退兵的时候 主动出击 俘虏了敌军两千余人 张寻在雍秋完全的守城 体现了张寻坚定的守城意志 和卓越的守城能力 踏使二十之乱中 一位非常重要的唐军将领 后面还有更加优异的表现 雍秋保卫战告一段落 咱们把目光再转向河北 看一看颜真卿那边有什么战果 颜真卿因为前宫 被受为河北财方使 清河郡有一个年轻人 名叫李厄 二十多岁 颇有才能 清河派他来平原郡 向颜真卿借兵 他来到平原 对颜真卿说 宫首上大义 河北诸郡都以宫为长城 清河比邻太远 平日里 国家汇聚江淮河南等地的 前博道清河 以供北方军队用堵 被称为天下北库 现有布三百余万匹 钵八十余万匹 粮食三十余万湖 兵器五十余万箭 还有七万余户的百姓 物资足以抵得上三个平原郡 兵马足以抵得上两个平原郡 如果你能借兵给清河 就能控制这一地区 以清河和平原两郡为核心 那周围的郡县就会像四肢一样 听您指挥了 严真卿听后 露目金里厄话中虚实 想着还是先套一套话再做打算 于是他问道 平原郡的兵 都是刚刚目击的新兵 没有任何的训练 自保尚觉的不足 哪里顾得上邻居呢 不过我想先听听 如果我答应了您的请求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李厄回答道 清河派我来借兵 并不是要借兵和叛军血战 只是想借此看一看您的度量 现在看来您决心不足 我怎么独莽地说出下一步计划呢 严真卿听他这么一说 觉得李厄很有信心 就想借兵给他 但其他人觉得李厄太年轻 还没有看到叛军力量的强大 借兵给他只会分散兵力 严真卿听后 觉得也颇有道理 就拒绝了李厄 李厄回到管社 又给严真卿写了一封信 信上说道 清河竟脱离叛军 归顺朝廷 想把粮食 布博和武器贡献给官军 您不但不接受 还心存疑问 我一旦回去复命 那清河定然又投向叛军 成为您西部的劲敌 到时候您千万别后悔 严真卿看完信 大惊 立马前往管社去见李厄 并答应借兵六千 李厄得了兵 告辞而去 严真卿一直送他到了边境 问了自己最想问的问题 现在兵已经借给你了 您可能告诉我 下一步计划了吗 李厄说道 朝廷派陈千里率金兵十万 讨伐叛军 但被叛军阻挡在险要之地 现在应该率兵去攻打魏军 拿下魏军后 让魏军分一部分兵力 去接应陈千里 一旦陈千里大军到了河北 那吉军 叶军 甚至更北的地方 必然能轻易拿下 到时候 平原和清河二军 带领周围的盟军 河冰十万 向南占据黄河重要渡口 堵住叛军 北逃了退路 朝廷限有东征军二十万 再加上河南吴王西征的部队 也有十万 您只需要上表朝廷 让各军固守 不出一个月 叛军自会内乱 严仁清听后大喜 于是命令平原军的这六千兵 会同清河兵四千 薄平兵一千 共计一万一千人 前往攻打魏军 魏军太守袁之太 派兵两万迎战 双方在唐义县西南 却战了一天 魏军兵大败 被杀一万多人 被俘一千多人 还丢落很多战马和其他物资 原之太逃往吉军 魏军被官军收复 实际大阵 严仁清此战大胜 给官军提升了极大的信心 各地反韩情绪高涨 安东都护府靠近平吾军 安鲁山让吕之会 想办法拿下安东 吕之会设计诱杀安东 复打都护 正常情况下 安东就应该被吕之会拿下了 但没想到 平吾军自己人看不下去了 平吾游义使刘克奴 平吾先锋使董秦 和安东将领王炫志 秘密商议 讨伐吕之会 他们派人漂泱过海 找到严仁清 希望得到严仁清的帮助 严仁清送了一批军粮和衣服给他们 为了真心 严仁清还把年仅11岁的儿子 送给刘克奴为仁治 朝廷知道此事后 受刘克奴为平吾截斗使 赤明郑臣 董秦为平吾兵马使 王炫志为安东复打都护 他们此兵的事情 咱们后门自有交代 此处先战换一下 现在咱们把目光转到长山 看一看李光碧和史诗明的对战 结果如何 李光碧和史诗明 在长山郡相持了40多天 史诗明派兵断绝了长山的运粮通道 时间一长 长山城中的战马被炒吃了 只能吃炒垫子 李光碧为了解决战马吃炒的问题 派了500辆车到十亿去炒 为防止叛军截到 这500辆车的车夫全身披甲 又另派了1000弓尔手在旁护卫 叛军看了干瞪眼 史诗明见没办法在路上截掠 干脆派蔡希德直接带兵去攻打十亿 不料蔡希德到了十亿 却被十亿守军击退 炒料顺利的送到了长山 李光碧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就向郭子怡求援 郭子怡亲自带兵出警刑关 4月初九 郭子怡抵达长山 和李光碧合兵一处 共得步兵骑兵十万人 4月11 郭子怡李光碧主动出击 和史诗明在九门城南郊战 这一战史诗明军大败 史诗明逃往赵军 蔡希德逃往巨路 后来史诗明又转逃柏林 4月17 郭里大军攻克赵军 俘虏了四千叛军 郭子怡体谅俘虏 知道他们都是被主官胁迫的 并非真心造反 就放了这些人 只是杀了安鲁山委派的赵军太守 官军入城后大肆抢掠 李光碧收缴了所有抢掠的物品 退返给了百姓 得到百姓的拥护 赵军拿下后 李光碧又带兵围攻柏林的史诗明 一连打了十余天都没有能拿下来 只得退到衡阳县修整 蔡希德这边 此时的他已经逃到了洛阳 而鲁山给了他两万人马 让他再去接应史诗明 并让牛星街从泛阳发一万兵 增援史诗明 等叛军援军到了柏林 史诗明的部队 装扎到了五万多人 他主动出柏林 去攻打衡阳的李光碧 郭子怡这边 他也带兵支援衡阳 双方在衡阳拉开了架势 郭子怡依靠衡阳城 以医代劳 叛军来了 他就固守 叛军撤兵 他就出击 白天在叛军军营前耀武扬威 晚上派人偷袭敌营 弄得叛军日夜不得安宁 这样持续了好几天 郭子怡找到李光碧 对他说 现在叛军已经疲惫 正是出战的好时机啊 5月29 两军在夹山大战 官军大破叛军 斩首十万多人 俘虏千余人 史诗明吓得从马上掉了下来 劈头散发 光照脚丫 逃回柏林 李光碧率兵紧追不舍 围攻柏林 官军失去大震 河北石渝郡 见官军得胜 也杀掉了当地的叛军 再次归顺朝廷 这样一来 洛阳到泛阳的通信之路 再次断绝 两地叛军通信 只能偷摸地进行 而且大部分的通信 还被官军截获 洛阳的叛军 军心大跌 与此同时 许州影川郡的莱真 邓州南阳郡的卢炯 雍秋的张寻 也都抵挡住了叛军的进攻 取得了不小的胜利 这半年来 各地的失利 尤其是国子仪 李光碧 严真青等人 在河北接连胜利 让安禄山害怕了起来 他甚至折马高尚 严庄等人 鼓动自己造反 还打算放弃洛阳 回到泛阳之宝 就在安禄山路 越走越窄的时候 杨国忠的一个稍稍作 让局势发生了 惊天逆转 那杨国忠究竟做了什么呢 局势是怎么逆转的呢 咱们下一讲 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关注订阅的 一定要关注订阅哦 郭子仪 李光碧 严真青 张寻 李芝 大家听听名字 这几个人 各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他们是暗史之乱中 大唐的中流砥柱 然而 这么多中心名称 加在一起 还是抵不上杨国忠一个人 那杨国忠很厉害 不是 是杨国忠太能作死 他一次作死 就把这一排中心名称 所做的努力 全部化为泡沫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 中晚他风云 我是杨立辉 天宝十五载 公元756年 大唐冠军 在多地逆转局势 切断了安禄山 和范阳老朝的联系 把安禄山困在了洛阳 安禄山心灰意冷 心里想的是 如何安全的逃回范阳 哪里还有心思 去考虑如何攻破铜关 占领长安 谁知道 就在这当口 上天给了安禄山一个大礼物 铜关守军主帅 是戈苏汉 他原本和宰相杨国忠 是统一战线的 安禄山起兵后 他二人也因故生了贤息 原朔方节度使 安思顺 是安禄山的堂兄 安禄山还未起兵时 安思顺上昼给李农基 说安禄山要返 后来安禄山果然返了 安思顺因之前有咒 并没有获罪 还调入长安 担任了户部尚书 戈苏汉和安思顺关系不合 戈苏汉担任兵马副元太后 暗中委诺了一封 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信 信上自然是原文内应之类的言语 李农基不辨真伪 诸杀了安思顺 安思顺和杨国忠关系不错 杨国忠本来想救安思顺 但没有能成功 从此他对戈苏汉就有了猜忌 还略带一些畏惧 有人看出了杨国忠的心思 对杨国忠说 杨国忠听后也觉得有必要防着点戈苏汉 正在他想办法要牵制戈苏汉的时候 又传来戈苏汉要派人杀他的消息 当时很多人对杨国忠的交纵引来大乱 很是不满 加上安禄山是以清军策名义起名的 所以有很多人想要除掉杨国忠 这中间就包括戈苏汉的亲信王思礼 王思礼劝戈苏汉上咒 请皇帝诛杀杨国忠 以凭霍乱 但戈苏汉不同意 后来王思礼又请命 派三师骑兵 直接把杨国忠截到同关杀掉 戈苏汉还是不同意 这些消息传到长安 杨国忠自然以最大的恶意去怀疑戈苏汉 为了防范戈苏汉 杨国忠做了两个安排 一 让自己的亲信李福德 挑选木马氏族三千人暗中训练 二 招募一支万余人的部队 存兵在霸上 名义上是抵挡叛军 实际上是防备戈苏汉 这支部队的统帅 也是杨国忠的亲信 名叫杜乾韵 戈苏汉知道杨国忠是针对自己的 自然要想办法破除了这些安排 他来了个将机就机 既然你说霸上的部队 是为了防御叛军 那我作为兵马副元帅 前线中指挥 这支部队理应交给我来截止 于是上指给李隆基 请求把八上的军队 统一到自己的会下 李隆基觉得有道理 就统一了他的请求 六月初一 戈苏汉照杜乾韵 到同关议事 杜乾韵不敢不去 等他到了同关 戈苏汉随便找了个理由 就杀了他 杨国忠知道这个消息后 对戈苏汉更加的畏惧 时时担心戈苏汉对自己下手 这时候有人告诉李隆基 说叛军吹乾韵在陕郡 兵力不足四千 而且还都是老弱之兵 李隆基就派人去吹出戈苏汉 出兵收复陕军和洛阳 戈苏汉久经沙场 知道这是安禄山的诱敌之计 肯定不能听皇帝的 于是上周说道 安禄山善与用兵 怎么会不做防备 这一定是故意示弱 来引诱我们 如果出关就正中了他的计谋 再说 叛军远来 立在速战 我们据显 立在坚守 叛军残暴 不得人心 气势自然日益减弱 等再过一段时间 定会有内乱 到那时 场机进攻 可不战而胜 那我们 为什么要速战呢 现在各地所征兵马 大多还没到位 还是 再等一段时间吧 这个时候 郭子怡和李光碧也上周 请命攻打范阳 说如果能够捉住叛军的妻儿 就能够以此招降叛军 同关大军那边 还要以坚守为要 不可轻举妄动 葛苏翰 郭子怡 李光碧的战略 如果能够落实 估计战乱不久就能平息 可惜 李隆基身边 有过杨国忠 杨国忠觉得 葛苏翰坚守同关 不肯出战 有可能是针对他的阴谋 绝不能让葛苏翰得逞 于是 杨国忠对李隆基说 判军疏于防范 而葛苏翰却逗留拖延 恐怕要失去战机了 李隆基 被杨国忠一鼓动 也觉得此时出兵 是缺好的时机 连续派了好几拨宦官 去统关 吹诉葛苏翰出兵 葛苏翰知道自己 脱不下去了 垂胸痛哭 6月初四 葛苏翰亲自带兵出关 6月初七 官军和崔贤右军 在林宝县西边相遇 崔贤右并不是无能之辈 他怕精锐埋伏在险妖之处 仅带领少量的老弱病残 前来迎敌 葛苏翰和田良秋 乘船在黄河上观察敌情 他们见崔贤右兵少 就命令大军前进 让王思礼带着精兵五万载前 旁中带兵十万载后 自己带着三万兵 在黄河北岸观察 崔贤右这边的兵不到一万 而且还是三五成群 稀稀拉拉 毫无章法 官兵们见叛军如此均荣 都大声嘲笑 各个冲向前 争嫌杀敌激功 两军刚一交锋 叛军就假装不敌 向后退去 官军紧追不舍 没多久 官军就被引到了伏兵之处 崔贤右见官军中计 一声号令 埋伏着高处的伏兵 用滚木石块 猛砸官军 官军死伤惨重 葛苏翰远远地看到 部队中了埋伏 心急不已 他见刀路狭窄 四竹门 刀枪施展不开 就让马拉毛斩车 冲在前面 企图冲出包围 正在这时 突然刮起了东风 崔贤右也是个凌辩之人 他让人坐了数十辆炒车 挡在官军的毛斩车前 然后放火焚烧 顿时大火熊熊 浓烟滚滚 官军出在下方口 眼睛被熏得睁不开 自然也分不清敌我 相互冲杀了一阵 才发现身边并没有叛军 还都以为叛军在烟雾之中 于是又集中弓弩手 向烟雾射击 一直射到天黑 直到剑全部射完才停止 其实呢 烟雾中并没有叛军 崔贤右见官军 只知道一通乱世 分了一部分兵绕着官军的背后 从后面向官军发动进攻 官军腹背受敌 守卫大乱 因此大败 到了这个时候 官军将士们也不管这么多了 还是逃命要紧 各个急步折路 有的逃入山谷 有的被挤到黄河里 喊声震天东地 官军后队见前军大败 也纷纷溃逃 黄河北岸的军队 也向后逃跑 戈苏汉仅仅带了百余骑兵逃回铜关 铜关外 原本有三条深沟 每个宽两丈深一丈 逃回的官兵争相过桥 很多人连人带马坠入沟中 后面的人停不下来 不断的掉到沟里 很快填满了深沟 铜关近二十万大军逃回关内的 仅仅八千余人 六月初九 崔前又带兵 攻陷了铜关 戈苏汉逃往关西翼 张榜收拢残兵 想要夺回铜关 其部下火爆贵人 带着百余骑兵来到驿站 对戈苏汉说 贼兵马上到了 请功上马 戈苏汉一听贼兵要到了 连忙上马出翼 直见火爆贵人 带着大家突然跪倒在地 空一战损兵二十万 有何面目见天子 功难道看不见高先知 风长青的下场吗 咱们还是投降吧 火爆贵人一边下跪一边说 戈苏汉连说不行就要下马 火爆贵人见戈苏汉不同意 上前把戈苏汉的腿 绑在了马肚子上 并把不愿意投降的 全部绑了起来 然后带着众人向东投降 叛军把戈苏汉移众人 送到了洛阳 安禄山问戈苏汉 你之前总是情事阵 现在怎么样 戈苏汉福帝跪拜道 我肉眼凡胎 不识圣人呀 天下尚未平定 长山有李光碧 东平有李枝 南阳有卢炯 陛下如果能留我一命 我写信招降他们 将来用不了多久 天下就能平定 安禄山大喜 受戈苏汉为司空 同平仗势 安禄山又转头 对火爆贵人说 你无信判主 真是个不忠不义的小人 说完就让人砍了他 戈苏汉保全了性命 自然要履行承诺 给各位将领写信 可惜他等来的不是投诚消息 而是一封又一封 责为他背叛的书信 安禄山见戈苏汉没有啥用 就把戈苏汉囚禁了起来 安禄山得了同关 让崔贤又留守 派部将孙孝哲带兵继续西进 进逼长安 浦州河东郡 华州华英郡 同州冯义郡 桑州上洛郡等地的守军 都弃郡而逃 这四郡自然也归了安禄山 长安这边 李隆基接到戈苏汉告急信息 还是显得从容不破 这时候他还不知道 同关已经失守 想着只要向同关派援军 还是能轻易守住的 那他还有兵可派吗 大家不要以为 京城中有很多部队可用 唐朝有个特点 军费都用在边防了 边防军一个比一个厉害 而中央军却都像一张队一样 基本上没有战斗力 就算是这样 李隆基也不配把自己的亲军派出去 自己没有亲军保护 万一朝中有个心怀不轨的 比如哪个王子 或者哪个太监 要逼攻 那自己岂不就成了真本上的鱼肉了 既然亲军不能派出去 那长安还有什么军队可用呢 大家还记得吧 杨国忠为了防范可出汗 在京城中以木马氏族为班底 建立了一支部队 李隆基就让李福德 带着他刚刚组建的三千木马军 赶赴同关救援 大家想一想 此时派三千人 倒已经被攻克的同关 还能有什么用 到了晚上 李隆基迟迟见不到平安火 心中才真正的恐惧起来 那什么是平安火呢 唐朝有个军事制度 每三十里设置一个风火台 每天夜幕降临的时候 点燃风火 表示平安无事 被称为平安火 现在前线已经大乱 自然不会有人点火 李隆基看不到平安火 意识到前线可能出现了大问题 第二天 也就是六月初十 李隆基召集宰相们 进攻商议对策 杨国忠早就想好了退路 他在属地 有自己的根据地 于是提出逃亡属地 当然和皇帝说话 自然不能用逃跑字上来字眼 杨国忠当时提的是姓属 李隆基听后觉得这个建议不错 但他并没有立马拍板 让杨国忠会通百官 再商议商议 看看还有什么好的对策 杨国忠是安禄山起兵 名义上的大boss 不管是当兵的还是老百姓 对杨国忠都恨得牙痒痒 他最担心的就是李隆基派他去前线都军 他一旦离开皇帝离开长安 估计分分钟就会被人捉住 送给安禄山 他已经打定主意 要绑架到李隆基一起逃往蜀地 所以李隆基让他和百官商议对策 他故意拖延不办 直到第二天 也就是6月11 杨国忠聚集百官 询问百官有什么好的对策 估计当时很多人心里都想着 还是你这个宰相大人 直接去前线和安禄山一决高下 如果你赢了 自然皆大欢喜 如果你输了 让安禄山一刀杀了 安禄山的怨气 也许就消了也说不定 但这样的提议 在杨国忠主持的会议上 自然没有人敢说出来 另外 叛军马上就到了长安 长安无兵 任谁也救不了长安 百官各个担心 自己会被派往前线 所以都唯唯不敢说话 杨国忠见百官无人说话 开口说道 我说安禄山要造反 已经有十年了 但是皇上一直不肯相信 现在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不是我们宰相的过错 大家看 杨国忠的这句话 其实还是很高明的 他要在朝中树立自己无措的形象 免得到时候有人提出来 说都是他无能 才造成天下大乱的 他还幻想着 到了属地 自己还能一手遮天 这时候 长安的百姓知道 叛军要来了 都想逃走 但却不知道逃往何处 东南西北的 各有各的方向 城中大乱 杨国忠见皇帝 还没有下定决心去属地 他又找到了 韩国夫人和国国夫人 让他们去劝李隆基西行 我猜一句 杨氏山夫人中的秦国夫人 也就是杨八姐 这时候已经病故了 这里面有个蹊跷 为啥杨国忠不去找杨玉环 让他去劝李隆基呢 史书上没有明说 我个人猜测有两种可能性 一 杨国忠是男的 入宫见杨玉环不方便 他去找二位夫人 是想让他们入宫找杨玉环 再让杨玉环劝皇上 上一次劝皇帝不要出声 就是这样的流程 二 两位夫人能够直接和李隆基对话 而且他们的话 在李隆基那边还比较有分量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 大家猜一猜 两位夫人和李隆基的关系 是什么样子的呢 反正不管是哪种可能 最后李隆基都同意入宿 接下来就是怎么入宿了 李隆基自然不会明言 自己要逃离长安 如果他这样一说 估计长安立马会乱套 到时候说不定自己还没走 要么军队滑遍 来个逼宫 要么百姓请命 堵住去路 那李隆基用了什么方法 巧妙地逃离出长安呢 自以为入宿是最佳发案的杨国忠 却没想到离开长安 就敲响了自己和整个杨氏的伤命中 那这一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安史之乱的前半年 官军逐渐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切断了安禄山和泛阳老条的联系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安禄山的闹剧 要结束的时候 事情发生了突变 天保石屋仔公元756年 6月初四 同关官军主帅戈苏汉被逼出关 寻找战机 6月初七 官军在领保西遇到了叛军 随即发生了大战 官军被俘 大败 6月初九 叛军攻克同关 各所看投降 短短的五天 战局的关键 同关就这样被攻克 身在长安的李隆基 在杨国中的提议下 决定逃离长安 前往蜀地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中晚唐风云 我是杨立辉 6月11 李隆基下定决心西逃 李隆基要逃离长安 必须要悄悄地走 要不然 军民一旦知道皇帝都要逃离 那长安必然会大乱 到时候想走 估计也难以走成 6月12 他装模作样地来到了秦政楼 下诏说自己要秦政安禄山 同时 他又做了一项人事调动 他把当时的金兆尹 魏方进 改认为御史大夫兼直顿使 让金兆少尹吹光远 接替金兆尹 并兼任西京留守 这个安排其实已经比较明显了 就是让魏方进 做逃跑的后勤官 至于吹光远 那就是个垫背的 皇帝西行 不光是皇宫里做准备 沿途地方 也必须做好接待 那李隆基要怎么做 才能瞒造天下人 让地方官准备接待事宜呢 李隆基有个习惯 他喜欢给自己的皇子们 加上各种大的官仙 却不让皇子们真的去赴任 隐王李角就是这样的情况 他之前被受委了贱难解脱使 但依旧留在京城 李隆基下诏给沿途的各地官员 说李角要去蜀地赴任 让各地准备一路供需 他又把宫中的钥匙 全部交给了边领城 还抱有一线希望 希望边领城能保护好皇宫 到了天黑 李隆基召来了龙武大将军陈宣礼 让他集合六军 随时待命 李隆基为了拉拢好六军将士 还重动的赏赐了六军 这些安排好后 李隆基坐等天亮 实际上 这时候除了极少的人 大家还不知道李隆基要逃跑 六月十三 天刚蒙蒙亮 李隆基带着杨玉环姐妹 在宫里的妃子 皇子 皇孙 公主 再加上杨国中 伟建树 魏芳晋 陈玄礼 和一些亲信宦官宫人 从严丘门悄悄地离开了皇宫 为了让最少的人知道此事 身在宫外的妃子 公主 皇孙 全部都抛弃了 一行人路过左仓库 也就是国库的时候 杨国中请求烧掉仓库 免得落入嘴首 李隆基 欺然地说道 叛军来了 得不到钱财 必然 会向百姓们征收 不如 把这些留给他们 还能减轻一些 百姓的负担 宫外的人 丝毫没有察觉到皇帝跑了 站岗的军事 上朝的百官 还有滴滴答答的滴水声 和往日没有任何的区别 等时间到了 一开宫门 宫人乱红红的外逃 大家才知道 皇帝找不到了 顿时全程大乱 不管是王公贵族 还是平民百姓 都四处逃命 有些胆大的百姓 跑到皇宫和王公府邸 争抢财宝 甚至还放火 烧了藏库 崔光远和边令城 带兵扑灭了大火 又杀了十几个人 局势才慢慢地稳定了下来 大家以为 崔光远和边令城 要试试保卫长安吗 他俩可没这个觉悟 在稳定了长安的局势后 争先恐后地 向安禄山示好 边令城 让人把各宫殿的钥匙 直接送给了安禄山 崔光远更过分 为了表示诚意 他让自己的亲儿子 去面见安禄山 其实这个时候 安禄山的军队 并没有到长安 不知道他们这样做 算不算为保全千古明珠 做了贡献呢 李隆基这边 他们一行人一直向西 很快过了便桥 便桥是长安西门外的一座桥 是向西的必经之路 等过了桥 杨国东让人放火 霸桥烧了 这样还能稍微阻挡一下追兵 李隆基知道后 说道 官民都需要避难求生 这样不是断了他们的深路吗 于是让高丽氏留下 带兵把火扑灭后 再跟上来 李隆基派宦官王洛青 先行一步 通知沿途郡县 提前做好接驾准备 等一众人来到仙阳县的时候 到了吃饭的时间了 但却见不到接驾的人 再派人去打探才知道 咸阳县令和王洛青都逃跑了 李隆基无奈 又派了一些宦官去当地寻找吃的 他们转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一点东西 一直到了中午 李隆基还是没有吃到早饭 杨国中亲自外出 用钱买了一些糊饼 李隆基勉强的吃了一点糊饼充饥 后来断断续续的 来了不少百姓 送来了醋茶蛋饭 小麦大豆等物 皇子皇孙们饿得不行 争相用手抓找吃 一会儿就抢着吃光了 还没有吃饱 史书讲究威严大义 这段看似平静的描述下面 却有着让人细时疾恐的疑问 为啥咸阳的县令会逃跑 为啥宦官找不到吃的 却有很多百姓主动来送饭 为啥杨国中 在没有受到战争波及 离长安近在咫尺的咸阳 有钱只能买到糊饼 大家把想法留在评论区 一起讨论这个现象背后的隐情 咱们接着说 李隆基兼百姓这么热情的送来了食物 白吃白喝肯定不合适 就要按价付钱 哪知道百姓们突然哭泣了起来 李隆基情绪被感染 也禁不住颜面而泣 这时候人群中 有一个名叫郭冲锦的老人 走出来 兜胆对李隆基说道 安禄山宝藏祸心 并非一日之事 这中间也有人告发他 而陛下却常常杀掉这些人 历代先王 求访贤良一广 识听就是这个道理 我记得宋锦座宰相的时候 敢于直见天下才赖以平安无事 但从那以后 朝中大臣进言的时候 只是一位鳄鱼奉承 取悦陛下 所以宫外的事情 陛下慢慢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而远离朝廷的臣民 早就知道了会有今日 公敬森严 建言无门 如果不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哪有机会能当面陈述呀 李隆基听后 叹息地说道 这都是我的过错呀 现在后悔 已经来不及了 说完又宽慰了众人一番 让众人回去了 大家听听 这个郭松锦的话 明显不是一个普通三爷百姓能说出来的 我总觉得 他的这番话 是有人故意安排说给李隆基听的 但我又找不到证据 又过了一会儿 队伍中的厨子 终于做好了饭 李隆基让随从先吃 然后自己才吃 吃完饭 继续赶路 到了半夜 一行人来到了金城县 有了先阳的经历 这一次早早的就做了准备 虽然金城县官吏们也都逃走了 但有了准备 大家还是好好的吃了一顿 当夜 众人就挤在驿馆里休息 床铺不够 众人只能相互靠着睡觉 也顾不上身份的高低贵贱了 同关之战中 侥幸逃走的王思里 一路逃回长安 发现长安城已经大乱 皇帝也找不到了 就顺着大陆向西寻来 在金城赶上了李隆基西桃的部队 李隆基召见王思里 从王思里的口中 才确切地了解了 同关失守和哥苏汉被俘的情况 他见王思里 没有跟着投降叛军 跑了这么远来寻找组织 可见他有一颗吃胆中心 就赦免了他的战败之罪 受他为拢幼和西节度使 让他立马赴任 收拢善兵 再去讨伐叛军 第二天 也就是六月十四 李隆基一行人来到了马维义 将士们又累又饿 都愤怒不已 隆武大将军陈宣礼 觉得这一切都是杨国中造成的 想要杀掉他 他找到东宫宦官 太子李恒的亲信李辅国 让他请太子拿主意 史书记载 李恒听到陈宣礼的请求后 犹豫不决 言外之意 李恒和陈宣礼 应该是提前商议了一套方案 李隆基出头的队伍中 还有一些外国的使节 吐蕃使节因为没有吃的 拦住了杨国中的码头 向他诉苦 正在这时 突然 军事中有人高喊 杨国中高级胡人 谋反了 然后 就见一支弓箭 射向了杨国中 再一箭 嘴头有点差 射在了马鞍上 杨国中大惊 连忙逃跑 一路逃到了马维义的西门 还是被军事们追上 军事们乱刀 砍死了杨国中 看着杨国中的尸体 越看越气 众人又动手 肢解了他 并把他的头颅 挂在西门市中 这还不过瘾 军事们一口气 又杀了杨国中的儿子 大姐韩国夫人 三姐国国夫人 有些资料 说第一个动手 涉及杨国中的 就是张小静 这顿使魏方静 见军事们 善杀宰相 出来喝止军事们 大骂他们毛反 军事们二发不说 把魏方静也接过了 另一个宰相 魏坚树 听到外面大乱 出来查看 是什么情况 乱兵不管不顾 见又来了一个大官 拉过来就打 正在大家 要动手杀他的时候 幸好他平日里 形势还算不错 有军事认出了他 高喊不要杀伟相公 才让他逃劳一命 军事们 杀完杨诗一家后 把驿管包围了起来 驿管中的李隆基 自然也听到了 外面的喧哗声 询问左右 出了什么事情 左右回答 说杨国忠谋反了 李隆基听后 亲自出门 安抚将士们 要求将士们 撤去包围 将士们听李隆基出来 说的都是不痛不痒的话 依旧不疑不饶 大声请命 陈宣礼站出来 对李隆基说 杨国忠谋反 贵妃不能再侍奉陛下了 请陛下割爱 处死贵妃 李隆基对陈宣礼的无礼 愤怒至极 加上杨语桓可是他的心肝宝贝 哪里舍得杀他 但他也清楚 众路难为不能当面反驳 于是开口说道 朕自当处理 说完就转头进入了医馆 此时的李隆基 内心估计如波涛汹涌一般 一夜之间 自己从高高在上 一眼九鼎的圣人 变成了一个 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的小老头 心理落差 想来是很大的 他进入医馆后 煮着拐杖 站了很久 外面的士兵 并没有因为李隆基 心里不爽而退去 还是不疑不着地 要求李隆基杀了杨玉桓 伟坚书的儿子伟厄 跪着说道 众怒难为 情势危急 安危就在请客之间 请陛下诉诉决断 说完不断地叩首 头都被刻得血流不止 李隆基愤怒地说道 贵妃身居宫中 怎么会知道杨国忠谋反呢 一旁的高历士连忙劝解道 贵妃居实无罪 但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 贵妃如果依旧侍奉陛下左右 怎么能让将士们安心呢 请陛下三思 将士们有安全感 陛下才安全呀 李隆基想了想 觉得高历士的话 的确有道理 现在也不是应征的时候 万一军事愤怒了起来 说不定自己也会被顺手杀掉 抽搐良久 最后还是同意 促使杨玉桓 让高历士去办 杨玉桓知道自己 难逃一死 寒泪告别了李隆基 跟着高历士去了 六军不发 他无奈何 婉转峨眉 马前死 君王掩面 救不得 回看血泪 香河流 高历士把杨玉桓带到了佛堂 用绳子 赖死了他 然后 把尸体拖到了庭院之中 让陈轩礼和军事们查看 陈轩礼 见杨玉桓一死 带头脱掉甲咒 叩头谢罪 李隆基出门 安慰了将士们 让将士们各归各位 陈轩礼带的军事们 三呼万岁 然后退去 杨国忠和三位夫人的家人 有趁机逃走的 也被人捉住杀掉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马维义之变 马维义之变 史书上只写了 表面上发生的事情 实际上 李隆基刚刚离开长安 完全没有失事 却遭到六军僵尸的 一致逼宫 没有任何人出来护驾 这其实是极不寻常的 背后一定有人暗中操纵 以利大者宜的原则 我们还是能比较轻松的 找到这个人 大家别急 马维义之变 还有户序 到时候 大家就知道 这个幕后黑手是谁了 那马维义之变 后面又发生了什么呢 咱们下一讲 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哦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 马维义 小到在当时的地图上 都没有标记的地方 却在机缘巧合下 被后人所熟知 马维义之变 是李隆基 四十多年的皇帝生涯中 最无助的时刻 从这时起 李隆基对大唐的影响 逐渐的变弱 唐军评判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 《中晚茶风云》 我是杨立辉 马维义之变中 除了杨宇环 杨国中和杨世义家被杀 随心的文官也被杀了不少 只有伟丁术还活着 李隆基 就受伟丁术的儿子 在马维义之变中 认清局势 不惜刻的头破血流的伟厄 为御史忠诚 兼直顿使 让他负责后续的行程安排 第二天 也就是6月15 李隆基准备离开马维义 向西出发 军事们一听 皇帝还是要去蜀地 又不乐意了 因为蜀地是杨国中的老巢 也是杨国中选的 现在去蜀地 万一那边有杨国中的余党 那岂不是字头罗网 于是请命 希望李隆基换一条路 有的说去隆右比较好 有的说去陵右比较好 有的说去太原比较好 还有的甚至要皇帝回长安 李隆基心里是想去蜀地的 但又怕犯了众怒 所以一直沉默不语 新任的直顿使伟厄 看懂了李隆基的心思 开口说道 如果返回京时就要有足够的兵力 抵挡叛军 现在兵少将寡 不能轻易东环 不如暂且先到浮丰郡 再慢慢考虑去向 李隆基见伟厄挺机灵的 就顺着他的话 询问众人 这个怎么样 其实军事们只是不想去蜀地 先去浮丰 总比这个前不招村 后不招店的地方要好 也就同意了这个提议 正在大家再一次准备动身的时候 又发生了意外 来了一群当地的老百姓 他们拦住去路 请求李隆基留下 百姓中有人说 皇宫陛下的家 灵秦陛下先祖的坟墓 现在连这些都不顾了 那是要去哪里呢 这句话一说 李隆基心中 有一万只草逆马去奔腾 但自己又不能说什么 他又发动了自己的擅长技能 不说话 等着有人给他解围 但这一次 大家好像都像约好了一样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他在马上等了很长时间 见没有人说话 只好点名让太子李亨 去宽慰这些百姓 太子来到百姓这边 百姓对太子说 既然皇上不愿意留下来 我等愿意带领子弟 跟随太子殿下 向东讨贼 攻取长安 如果殿下和皇上一起入属 那还有谁 能为中原百姓们做主呢 越来越多的百姓 回了过来 没多久 竟然达到数千人之多 太子认为 自己留下来不妥 哭泣着向中原说 父皇远行 危险重重 我怎么能忍心离开他呢 再说 我还没和父皇辞行呢 我要回去禀明父皇 听他安排 说吧 就要回去 这时候 李恒的三儿子 贱宁王李潭 和东宫太监李府国 上前拉住码头 劝道 胡人反叛 四海分崩离析 如果不遵从民意 怎么能复兴大唐呢 殿下和皇上一起到属地 如果贼兵烧毁战道 那中原之地 就拱手让给贼人啊 人心一旦离散 难以复合 那时候 再想有这样的情景 恐怕就更不可能啊 现在 不如收了洞西 边防精兵 再加上郭子怡 李光碧的河北之兵 河里讨贼 收负两金 平定四海 使设计 威而复安 宗庙 毁而更存 到时候 扫清宫殿 迎回圣上 岂不是 最大的孝顺吗 何必为了 区区温情 做儿女之恋呢 李恒的长子 广平王李处 也上前 劝太子留下 这个李处 后来改名为李玉 为了人物 前后更加有连贯性 后文 咱们就称呼他为李玉 百姓一看 两位王子带头劝太子 围得就更加的紧了 李恒无法离开 只得让李玉 去禀明李隆基 李隆基 骑在马上等了很久 也不见太子回来 就派人前去打探 在得知太子那边的情况后 常叹一声 这真是天意呀 于是 从后军中 分出两千人 再加上一匹飞龙马 留给了太子 并对将士们说 派子人孝 可奉宗庙 你等 要好好地辅佐他 然后又派人 对李亨说 你好自为之 不要为我担心 西北各族湖人 我待他们 想来不错 想来 他们一定能帮到你 李恒听后 哭泣不已 没多久 李隆基又派人 把东宫的人 全部留给了李恒 并下旨 要传位给李恒 李恒推迟 不肯接受 李隆基也没有勉强 做完这些事情后 就和李恒分道扬镳 继续西行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李隆基和李恒 各走各的路 两边同时 发生了不少事情 为了讲述的 更加有条理 我一边一边地讲 6月17 李隆基一行人 来到了祁山县 原本 他们想在祁山修整一下 但有传言说叛军追过来了 李隆基不敢停留 继续西行 到了晚上 来到了福丰郡的治所 雍县 一行人在雍县停了下来 在此留束 此时 六军将士 对李隆基越来越不满 很多人 有暗中离队的打算 对李隆基的态度 也越来越差 就算是龙武大将军 陈宣礼 也无力控制 正在李隆基 为此一筹莫展的时候 鼠弟 进现给朝廷的丝绸 正好送到了福丰 有十万余匹 李隆基看到这批丝绸 顿时有了主意 他让人把这些丝绸 全部搬到园子里 然后 召集六军将士 对他们说 朕近年来 朕近年来年老糊涂 所托飞人 一致溺湖乱长 愿避其风 朕知道你们都是仓促之间 跟随而来 来不及和父母妻儿告别 一路上 一路上艰难爬涉 非常辛苦 朕十分贵疚 辞去蜀地 道路艰险 郡县狭小 恐怕难以供给 如此多的人马 现在朕 允许你等 各自回家 朕和儿子 孙子 还有宦官们 一起入属即可 想来足以到达 今日和你等诀别 就把这些分了吧 作为回去的路费 回去后 见了父母妻儿 带朕向他们问好 让他们多多保重 一边说 一边不住地擦拭眼泪 众将士听后 被李隆基感动 也跟着哭泣了起来 哥哥表示 愿意逝死追随皇帝 绝无耳心 李隆基停留了很久 才说道 是去是留 清等自便 李隆基的这番表演 彻底地服务了 将士们的心 从此 那些对李隆基 不恭敬的留言 就消失了 李隆基真的是一位 危机管理大师呀 在雍县住了两天 6月19 李隆基从雍县出发 晚上抵达到了陈昌 6月20 李隆基来到闪关 他把随行的军事 重新分为了六军 让影王李角 先行一步前往剑南 受王李昌等人 分统六军 跟随李隆基入署 6月25 李隆基来到了 河池郡 在这里 他终于见到了 接下的人 剑南节都父使崔元 在河池 接到了李隆基 并说蜀地粮食丰收 兵强马壮 李隆基非常高兴 当天就受崔元为中苏使郎 同凭仗使 崔元接到李隆基后 一行人继续向蜀地进发 比较顺利地抵达到了蜀地 一路上 再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现在咱们回过头来 所以说太子李恒 6月15那天 太子被当地百姓拦了下来 留在了马维义 马维义 并不是什么重镇要塞 也不是长久停留之地 李恒长子 广平王李隆说道 天快要黑了 此地不宜久留 大家觉得去哪儿比较好呢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都不说话 只有建宁王李潭说道 朔方不仅露尽 而且兵强马壮 殿下曾经担任过朔方节度使 朔方将士官吏 每年都送问案书 我大概能记住他们的姓名 何惜我无诱之兵 大多战败降敌 父子兄弟多在贼军之中 去那里恐怕比较危险 现在贼军进入长安 必然大肆强掠 还顾不上向外掠地 趁此机会 应该速速前往朔方 然后再图大计 此为上策 大家一听 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 于是一众人出发 准备前往朔方 没走多久 突然发现 从都面来了一对人马 李恒大惊 连忙派人拦截 双方在渭水边交战 打了一会儿 发现情况不对 疑问之下 才知道 从都面来的不是叛军 而是同关的败军 误会解开后 自然也不会再打下去 清点人数 发现这场乌龙障 死了不少的人 收龙障散兵后 准备渡河 但此处渭水 无桥 只能选择比较浅的地方 骑马渡河 那些没有马的 泪流满面的 被抛弃了 渡过渭水后 李恒从凤田县 一路向北 马不停蹄地赶路 幸好每个人都有马 这一夜 急行了三百里 抵达了新平郡 在新平清点人数 四足武器丢失大半 来到新平的 仅仅有数百人 新平太守 弃军而逃 但被李恒抓住了 李恒二话不说 直接杀掉 新平官吏 大多也逃走了 此处不方便休息 李恒一众人马 继续向北 当天又赶到了定安郡 定安太守也想跑 李恒又杀了他 6月19 李恒一众人赶到了彭源郡 彭源太守李尊 出城迎接 献上了衣服和粮食 李恒在彭源 又招募了数百士兵 虽然彭源建制还算完整 但李恒并没有打算再使久留 补充好粮食和士族后 继续向北 当天又赶到了平良郡 平良郡有大唐的羊马基地 李恒查看了平良的监睦 得了战马数百 他又在当地招募了五百士族 这样一来 李恒的这支部队才算有点气势 零五这边 术方留后杜逢建和术方的官员上一道 平良地是平坦 不是屯兵之地 零五兵足良多 如果迎接太子到这里 在召集北方各城之兵 杜逢建和河西的陪敏都建议自己去硕方 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立即整顿队伍带着陪敏一起前往硕方 杜逢建让人修起房屋准备食物 自己亲自到平良北迎接李恒 杜逢建见了李恒 对李恒说 术方乃天下精兵汇聚之地 殿下如果能够收拢军队 然后挥师南下 传告四方 那叛贼还有什么不能平定的 七月初九 李恒抵达零五 他抬眼一看有点恍惚 这里到底是零五还是长安 怎么宫殿中的摆设和长安这么像 一问之下才知道 是杜逢建特意让人模仿长安准备的 李恒觉得这些太过奢势 就让人策了下去 一众人在零五安顿好后 陪敏杜逢建等人觉得 现在天下应该有一个核心 能统一全国兵马 皇帝在数难以号令 就想要让李恒就位为帝 于是上检给李恒 请李恒按理隆基马为之命 及皇帝位 李恒不同意 陪敏等人多次上检 李恒就是不肯 陪敏再次上检 陛下所带将士都是关中之人 他们日夜都想着回去 之所以愿意跟着殿下 长途跋涉来到此处 都是希望能够跟随殿下 建功立业 如果殿下只知道守旧 不知道拳打 将来这些人一旦离散 就再难复合了 到那时 殿下安危难策 希望殿下顺应人心 不拘小节 这话说的李恒自然不能再拒绝 于是七月十二 李恒在灵武城南楼 即位为帝 姚尊李隆基为上皇天地 打赦天下 改缘自得 天保十五载 就变成了自得缘载 李恒受赔免为中苏侍郎 通平张氏 杜洪健为中苏侍郎 派人到蜀地 禀报李隆基自己机会的事情 李隆基这边 此时的他 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太上皇 他到蜀地后 下令受李恒为天下兵马元帅 领朔方河东河北平鲁节度使 让他统领全国之兵南下收复两京 同时他又受勇王李林 任山南东道 领南 乾中 江南西道节度使 圣王李齐 为广陵大都督 领江南东道 淮南 河南等地节度使 封王李拱 领河西 隆右 安西 北亭等地节度使 大家看看这个安排 他让李恒统筹全国评判 但还特意的安排了其他三个儿子来制衡李恒 说明李隆基当时在马维 传位给李恒的话 是形势所迫并非真心 在这里需要特殊点名一下 看一看李隆基授予的官职 除了之前已经设立的16个节度使 现在又增加了河北 山南东道 乾中 江南西道 江南东道 淮南等节度使 领南经略使 也变成了领南节度使 至此 全国基本上都设置了节度使 李隆基封的四个儿子中 出李恒外 只有勇王李林 实际上真的去复任了 其他的二人并没有真的复任 可就是这个李林 后面又惹出了新的事端 这个咱们后门智慧细讲 此处不再多说 8月初二 李隆基下诏 大色天下 8月12 林伍的使者终于赶到了鼠地 把李恒即位的事情 禀报给了李隆基 李隆基听后 很是开心 我儿顺天应人 我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 于是下诏 让大家称呼他为太上皇 全国军政大事 先给皇帝出职 然后再报给他知道即可 等收复两斤后 自己就不再过问证事 8月18 他派伟坚术 黄管 崔幻等人 带着传国宝和预设 前往灵武传给李恒 黄管和崔幻 是李隆基在路上 新售的两个宰相 让他们三个去灵武 就是把这三个人送给李恒 至此 李隆基和李恒 完成了云交接 李恒成为了打唐的掌舵人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唐书中摇尊太上皇的故事 表面上看 李恒继位是顺天应人 时代需要 但实际上 从李隆基离开长安 到被尊为太上皇 每一个关键步骤 看似简单的表面背后 好像都有一个黑手在操纵 还记得咱们上一讲 留下了一个疑问吗 马维义诡异的兵面 彻底的清除了杨思一门 而太子一党 却豪化无损 莫名其妙的百姓拦路 只拦李隆基 却不拦李恒 还有那个冒充百姓 打击李隆基信心的郭松谦 这一系列事件串起来 幕后黑手 呼之欲出 没错 从李隆基离开长安开始 他就调入了李恒准备的 大圈套中 后来李恒选择去朔坊 并非建金王礼坛 所说的唯一选择 真实的原因是 朔坊是李恒的大本营 要不然 一个失事的 手上没有兵权的太子 凭什么让朔坊大员 杜宏建 和河西大员 赔免二人 放着皇帝不去讨好 而去讨好他呢 不过李恒这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如果任由杨国忠 继续把持超纲 任由李隆基 继续所用非人 那大唐就不可能 再有光复的一天 所以李恒的这波操作 在历史上 还得到了很多战域 有些人该奇怪了 安鲁山拿下同官后 为啥没有进一步 追赶李隆基和李恒呢 要不然李恒再多的计谋 也不会得逞 那安鲁山究竟做了什么事 让他失去了 抓住李隆基和李恒的 最好机会呢 李恒即位后 用了一个人 正是这个人所做的策略 逐渐的平定了 暗死之乱 这个人是谁呢 咱们下一讲 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童关死守 李隆基出逃 马维一之变 李恒称帝 这一连串事件 组成了暗死之乱前期 最重要的转折点 从6月初九到7月12 短短的一个月 因李隆基的逃跑 全国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 中晚堂风云 我是杨丽辉 叛军西线统帅 崔贤右拿下同关后 本应该带兵指导长安 同关到长安 近在咫尺 就算古代行军速度慢 两天时间也足以到达 6月初九拿下的同关 李隆基6月13 才真正的逃出长安 这中间有四天的时间 这就奇怪了 这么长的时间 叛军都在干嘛呢 这就要说到安鲁山 另外一个迷之操作了 安鲁山得知崔贤右 大败官军后 竟然派人阻止 崔贤右西进 只是让他固守着通关 一直到十天后 他才另派孙孝哲和张通汝 去攻打长安 这个时候 李隆基都过了雍县 到了陈昌朗 史书上没有记录安鲁山 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个人猜测和孙孝哲有关 安鲁山特别喜欢孙孝哲 据说是因为孙孝哲的母亲 和安鲁山友谊 孙孝哲和张通汝 慢悠悠的来了长安 崔光远和边领城 早早的就在城外等候了 安鲁山让崔光远 继续担任金兆尹 令寿张通汝为西京留守 有人好奇 金兆尹和西京留守 哪一个官打一些 一般情况下 西京留守只有皇帝不在的时候 才会受语 有点像杰斗使 金兆尹是常事官职 有点像周骏长使 这两个官职 一般是一个人间人 如果一定要分个高低 西京留守大一些 就算张通汝担任的是西京留守 还是要受孙孝哲的劫志 他现在可是叛军在关中的最高将领 这个孙孝哲性情粗犷 出事果断 用行严苛 喜欢杀戮 叛军的将士们都很畏惧他 他来到长安 按安禄山的意思 把长安的官员 宦官 宫女 全部抓起来 送到了洛阳 跟随李龙姬逃跑的人 不管是王侯还是将相 只要是有家人 还留在长安 全部输杀 连婴儿也不放过 安禄山为了给自己的儿子 安庆忠报仇 还杀了不少皇室中亲 再加上杨国忠 高丽氏 这些素来被安禄山憎恨人的党羽 一共杀了一百多人 孙小泽这个人 勇猛有余 自毛不足 拿下长安后 每天就是种酒享乐 并没有去追赶李龙姬的意思 所以李龙姬入属 和李恒北上 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阻碍 送到洛阳的官员中 陈熙烈 因为被杨国忠排挤 心中带着也有点恨李龙姬 很干脆的就投降了 唐朝名相张岳的儿子张继 因为李龙姬没有兑现 让他当宰相的诺言 顾不上自己是李龙姬的女婿 也投降了安禄山 安禄山受他二人为相 长安的其他官员 也基本上都封了官 咱们如果不是开了天眼 站在当时人的视角上来看 也许也会觉得大唐要完了 既然能在新潮继续做官 大多数人是不会拒绝的 应要给这批官员 戴上便捷的帽子是没有必要的 毕竟是皇帝先抛弃他们的 长安的沦陷 给官军士气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叛军虽说没有死追李龙姬 但也没有闲着 他们四面出击 西边威胁龙舟 南边侵扰江汉 北边拿下了河东道的一半 只有在陈昌 受到了陈昌县令薛景仙的抵抗 河北这边 郭子怡 李光碧 还在柏林和史诗明对峙呢 他们一听通关尸首 连忙带兵去征援通关 史诗明哪里会让他们这么舒服的去征援 带兵在后面尾随骚扰 直到在击退史诗明尾随之兵后 郭子怡和李光碧 才穿过警行官来到了河东 留长山太守王府 带领景城河间等地的团练兵守长山 李光碧此时担任的是河北接住时 严真卿打完卫军后 就带兵回到平原 静等李光碧的调遣 没想到李光碧这么快 又撤回了警行官 严真卿只好又站出来处理河北的军事 平庐这边 朝廷新任截斗使刘克奴 也就是刘正成 密谋了很久 终于觉得实际成熟了 准备偷袭犯阳 这时候牵制史诗明的李光碧撤兵了 史诗明探知了刘正成的行动 带兵伏击了他 刘正成大败 氏族伤亡七千余人 他自己连妻儿都顾不上 就逃走了 严真卿的儿子 也在此战中失踪了 估计是被杀了 要不然也不会一直不出现 严真卿为了评判 真的牺牲了太多 之前他的哥哥严稿卿一家被杀 现在这里的儿子也找不到了 时隔一千多年 我们还能在他的记者文稿中 感受到他的悲伤 大家看一看 长安一丢 全国的评判局势立马翻转 新纪委为地的李恒 面临的形势是很严峻的 那李恒是怎么一步一步的 扭转局势的呢 这都是因为李恒背后有高人辅佐 李恒在做太子的时候 李隆基给了他一个人 这个人名叫李毕 李毕是个天才 只有聪慧 他祖上也曾显赫义时 所以他有幸能见到李隆基 李隆基见到他后 非常喜欢他 还下令让李家多多注意培养他 李毕的天才 不是那种三水能闻 七水能舞的小儿天才 而是可以和当时的宰相 张月张九龄等人 谈天论地的大智慧 张月张九龄等人 非常的赏识他 等他长大后 李隆基让他去东宫 侍奉太子 就是给太子留一个潜力骨 希望日后他能辅佐好太子 李恒认识李毕后 自然也被他的大财所折服 对他极为的优厚 称呼他为先生 实际上 李恒比李毕要大十几岁 木秀于林封闭吹之 这个潜力骨被杨国忠所妒忌 杨国忠找机会诬告李毕 把李毕送到了齐村 李毕真的是个天才 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小伙子 竟然可以说服自己 隐喻了起来 马维义之变后 在马维义和李隆基分道扬镳 李恒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李毕 派人去齐村接李毕 此时的李毕年仅三十五岁 李恒接到李毕的邀请 知道属于自己的时代要来了 就跟着来人一起去了林武 李恒见李毕来了 非常的高兴 不舍得再离开他半步 白天出去办事 他和李毕必须要并马而行 晚上回屋睡觉 他和李毕必须要对他而眠 不论大事小情全部征求李毕的意见 就连宰相的任免 也都是要李毕啃手才会实行 李毕虽然来附着李恒 但内心是不愿意当官的 李恒要受李毕为右相 李毕不肯 陛下带我如朋友一般 实际上比宰相还要高贵 何必要违背我的意愿呢 李恒见李毕这样说 也就没有再勉强他 当时宰相穿的衣服是紫色的 百姓穿的衣服是白色的 李毕没有担任宰相 自然也不会去穿紫色的衣服 但当时的人都知道 实际上李毕就是宰相 所以李毕得了一个白衣宰相的称呼 李毕分析当前的情况 知道眼下当务之急 就是要全国的军事力量 承认李恒这个新皇帝 让领武的军事力量 快速的壮大起来 所以他让李恒 把能调到领武的兵 先调到领武 被叛军组阁的 想办法要让人知道 现在的皇帝在领武 于是李恒给何熙安息等地发造令 让他们发兵增援领武 何熙节度赴使 李四叶接到李恒增兵五千的命令后 本想拖延一下 看一看局势的变化 麾下有一个折冲都尉 名叫段秀石 他见李四叶有千言之意 折备道 哪有君父告急 而臣子安然不着急的道理 您常常自称大丈夫 现在看来 不过一小女子罢了 李四叶听后很是惭愧 立即如数发兵赶赴领武 还让段秀石 担任自己的副将 安息这边 安息行军司马李七云接到造令后 发精兵七千 增援领武 并勉力将士们要为国尽忠 正在李恒调兵浅江的时候 长安这边也发生了利好事件 叛军中有一支队伍 是来自铜罗和突厥 他们的首领名叫阿什纳冲礼 阿什纳冲礼带着自己的部众约五千人 偷了两千匹马从长安逃脑出来 准备来朔坊这边 和其他湖人部落联合起来 割据边疆 李恒之道后 派使者去安抚 阿什纳冲礼部的很多人 都投靠了官军 阿什纳冲礼带兵逃跑的时候 引起了长安大乱 很多官吏搞不清情况 吓得乱串 金兆尹崔光远 以为叛军要撤退了 又想做两面派 他带兵围住了孙小泽的住宅 没想到 叛军这么快的就平定了这场混乱 崔光远见自己的长安混不下去了 就带着十几个官吏 逃离长安 投奔李恒去了 现在是李恒诱人之际 他就原谅了崔光远 让他继续做金兆饮 去渭水边收拢愿意归顺朝廷的官民 崔光远一看 自己又被踢回去了 很是无奈 好在这次是做地下工作 不用和叛军正面干仗 也就痛快的去了 还别说 他的成绩还很不错 很多不愿意投降叛军的官民 在崔光远的指引下 赶到了领悟 郭子怡和李光碧的这支军队 李恒自然不会忘记 他也下罩给了郭子怡 郭子怡留李光碧在河东 自己亲帅五万人马 赶回到了领悟 至此 领悟的兵力终于像来一样了 人们才觉得 李恒真的有父亲大堂的希望 李恒受郭子怡为五部尚书 也就是兵部尚书 同屏张士 受李光碧为户部尚书 北都留守 同屏张士 颜真卿这边 他也得知了李恒在领悟即位的消息 但他和领悟中间还隔着叛军 通信很不方便 他用纳丸密封信件 秘密地送到领悟 李恒受颜真卿为公布尚书 御师大夫 河北采访出自使 赵书也是用纳丸秘密送给颜真卿的 颜真卿把李恒的赵书 传给了河北族郡 河南江淮等地 各地见了赵书 才知道李恒已经当了皇帝 这有效地增加了大家评判的决心 兵力和外部的问题缓解了 李恒又着手解决朝廷中书的问题 李恒的儿子中 三儿子李谭 性格果断 才智过人 从马维义到领悟的这一路上 遇到强盗都是李谭亲自带兵抵御 李恒就想让李谭为天下兵马元帅 统领全国评判 李恒觉得不妥 他对李恒说 剑宁王确有元帅之才 但广平王是兄长 如果将来剑宁王建功立业 那广平王岂不是要让位了吗 李恒说道 广平王是长子 将来是要继承皇位的 何必在意元帅之职呢 李恒说道 广平王虽然是长子 但还没有被册封为太子 现在天下战乱 民心左相肯定是元帅 如果剑宁王立了大功 到时候陛下不立他为太子 那跟着他一起建功立业的人 会答应吗 太宗皇帝和太上皇 就是这样典型的例子呀 李恒说的太宗皇帝 就是李世民 他在玄武门之变中 杀了自己的哥哥 坐上了皇位 太上皇指的是李隆基 也是因为功劳太大 他哥哥主动给他让位 李恒听了李弊之言 受广平王李玉为天下兵马元帅 统筹全国兵马 大家以为李潭会因此记恨李弊吗 这个李潭也是个奇人 他的眼界和能力 在马维义劝李恒的时候 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了 没想到他的气度也是这么的不凡 他得知此事后 还专门的来感谢李弊 根据李弊的建议 李恒把元帅府设在了宫中 如果李玉入宫见价 那李弊就留在府中 如果李弊入宫见价 那李玉就留在府中 保证元帅府随时都有主政的人 方便及时的处理军情 为了让将领们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 李弊对李恒说 朱将畏惧天威 在陛下面前陈述大事的时候 常常会因为拘束不能说清 万一有了差错 势必会有大的损失 请陛下同意 让朱将先对我和广平王上议 然后再向陛下禀报 如果我们制定的策略可行 陛下就下令执行 如果不可行 陛下才否决掉 李恒同意了他的建议 当时军武繁忙 四方战报从早到晚不停地送到陛武 李恒让人把所有的战报 先送到元帅府 由李弊和李玉先行批阅 李弊和李玉日夜守着元帅府处理军武 如果夜里来了战报 紧急的李弊会加上一个信封 密封好后送到寝宫 不是特别紧急的 等到白天再呈给李恒 李恒对他们的工作很满意 甚至把宫门的钥匙和门器 全部交给了李弊和李玉 可见李恒对他们的信任 李弊还建议 废除李林府和杨国忠时机的 建官避震 大开沿路 而且宰相实行轮班制 每十天更换一次 免得再出现类似 李林府和杨国忠专权的事情 自从李弊开始主政 朝廷面貌焕然一新 效率大幅提高 给各地的官军极大的信心 从此 官军评判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接下来 官军取得了什么样的战果呢 深处河南的张寻 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震撼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哦 安鲁山得了长安后 不仅全盘接受了长安的官员 工人和财务 就连前些天 百姓从仓库中盗窃走的东西 也想追回来 当时长安那么乱 哪还有可能搞清楚 是哪些人盗窃的 干脆全程抽查 判军在长安抢掠三天 哪管你是不是偷的 全部抢走 这还不算 安鲁山还让人 审讯百姓追杀盗贼 言行之下 大量的人被牵连抓捕入狱 百姓民不聊生 如此残暴的统治 让百姓更加思念 之前的朝廷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 中晚堂风云 我是杨立辉 李恒在李毕的辅佐下 逐渐的站稳了脚 凑凑弄弄 也有了近十万大军 全国官民对他能够复兴大唐 充满了期待 长安百姓 在叛军的参谋统治下 时时刻刻期待着 李恒大军南下 经济道有豪杰 常常找机会 杀掉叛军官员 响应官军 叛军组织兵力 多次捕杀这些豪杰 但灭了一波 又起一波 根本管不住 刚开始 只是经济道的豪杰这样做 后来福州 坊州 齐州 龙州等地的百姓 也不断地效仿 尤其是陈昌县令 薛景仙 在齐州的抵抗 给周边的人 很大的信心 各地豪杰起义不断 以至于叛军 只能控制住 长安周边的地区 这样一来 来自江淮的富岁 就能通过襄阳 转移到福峰 福峰成为了中转要地 李恒下诏 改福峰为凤乡 北海军太守 名叫贺兰晋明 他在还不知道 李恒几位的时候 派遣陆士山军第五席 入署向李隆基 周报军务 第五席 趁机在李隆基面前 说明江淮之地的富岁 对整个战局非常重要 希望李隆基能够重视 江淮之地的富岁 以保证军队的供给 李隆基听后 大喜 受第五席 为监察御史 江淮诸雍史 阿什纳冲理这边 他之前从长安逃到了边境 虽然他的很多部众 在李恒的招降下 投降了冠军 但他还是成功地 联合了数个湖人部落 得到了湖兵数万 准备侵扰硕方 李恒派郭子仪带兵征讨 周五同时 普顾怀恩的儿子 普顾斌在作战时 被湖人呼噜 普顾斌为了活命 投降了湖人 后来普顾斌 找机会又逃了回来 普顾怀恩见到儿子后 大怒 责骂了他一番后 又砍了他 周围的将士们 见了此景 吓得无不战力 无人在赶 投奸耍华 在后来的作战中 个个已一挡摆 因此大破湖兵 李恒大破湖兵后 并没有赶尽杀绝 他想要拉拢西北各部的湖人 帮助自己作战 他受宗室李生菜 为敦煌王 让他和普顾怀恩一起 出使回河 想回河借兵 李生菜来到回河 回河可汗很喜欢他 就把女儿嫁给了他 然后派大臣跟随李生菜 普普凡人一起来见李恒 约定出兵事宜 同时 李恒又派人联络了西域各国 对他们需以重力 让他们出兵驻战 李必见一切准备妥当 觉得李恒在领悟 离前线太远 不利于指挥 就对李恒说 咱们不如先到彭远 等西北的兵到了 再到凤翔和他们会合 想来到时候 军需也正好到达凤翔 于是李恒下召 南下彭远 这一天是这的原载 公元756年农历9月17 仅仅距离李恒当了皇帝两个月 大家可想而知 这两个月比喻他们有多忙了吧 李恒的南下 标志着官军新一轮的反扑 正在要动身的时候 由艺人来求见 李恒一看 竟然是那个搬弄射飞 一口气杀掉高先知 凤长青 早就投降叛军的宦官编领城 李恒见都不想见他 直接让人砍了他 编领城估计是看到崔光远都被原谅了 想来自己也会被原谅 这就叫地狱无门闯进来 他来的还真巧 正好给大军祭齐了 9月25 李恒抵达了顺化郡 在这里他碰到了李隆基派来的 宋传国宝和预测的伟剑术 黄管和崔幻三人 三人奉上传国宝 李恒嘴上推辞 心里可是乐客的花 这表明李隆基至少在名面上认可了他的登基 宋某三人行中 伟剑术是杨国中一党 李恒自然不喜欢 所以对他很冷淡 而对黄管的态度却完全不一样 因为黄管本来是被遗留在长安的官员 他没有偷向安禄山 反而千里迢迢地赶到鼠地追寻李隆基 也因此得到宰相的位置 李恒之前就听闻过他的声明 加上黄管在李恒面前表现得极为慷慨激昂 这让李恒对他颇为刮目相看 军国大士常常和黄管商议 黄管也以平天下为己任 自然是知无不言 说完还会立马去办 弄得其他宰相都没活干了 10月初三 李恒来到了彭源 第五期他的官虽然是李隆基撤封的 但他的工作是给军队筹集军需 自然是要听李恒的号令 此时的他也赶到了彭源 他建议把江淮的柴税换成轻便的货物 方便运输到凤翔 因为当时的大陆被叛军断绝了 没法行走 运输只能走偏远小路 李恒很满意 加手第五期为山南等五道都之使 让他全权负责南方大圆地区的柴税 第五期也是不辱使命 他制定了很多针对性的财政制度 河北叛军的首领是史诗明 他之前一直在柏林和长山一带和李光碧死客 现在李光碧走了 他自然要反扑 长山首当其冲 长山太守王府 心里清楚自己不是史诗明的对手 就想着要投降叛军 但长山的其他守将 却对王府的想法十分的愤怒 他们借着打马球的时候 重马踏死了王府 王府死后 宗教们想让戈壁信都军太守 乌承恩来长山防守 乌承恩手下有三千硕方的百战之兵 不是一般的团联兵能比拟的 但当长山派人到信都的时候 乌承恩却犹豫不肯前来 史诗明蔡西德自然不管那么多 带兵来攻打长山 他们的第一战是九门 九门首将在第一轮防守中 用炸强的计量伏击了史诗明 史诗明本人从城上摔了下来 仓皇的逃了回去 没多久史诗明再次来攻打九门 这一次他再也不信九门头衔的鬼话 直接破城 斩杀守军数千人 拿下九门后 他们又引兵去攻打高城 高城也守不住被叛军拿下 接着叛军又轻松地拿下了赵军和长山 叛军的另外一个将领 尹子齐 在史诗明攻打长山的时候 分兵攻打河间 但他的进展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连续围攻河间设时余日都拿不下来 史诗明拿下长山后 带兵去支援银子齐 河北采访出自使 平原太守颜真卿 派部将河林带兵两千支援河间 半路上遭到了史诗明的伏击 河林被擒 原兵没了 河间也守不住 城破 太守被擒 拿下河间后 史诗明继续带兵去攻打景城郡 景城太守抵挡不住 跳水之尽 拿下警城后 史诗明写信 去招降乐安郡 乐安守军打都没打 直接投降 这样一来 平原郡就被叛军孤立了 严仁清知道 凭借一己之力 抵挡不住叛军 在叛军先锋 到达平原郡之前 他就先渡河撤走了 严仁清撤走后 河北再无主心谷 清河郡 伯平郡 信都郡 分身投降 信都太守吴承恩 亲自出城迎接史诗明 此时的信都郡 还有马匹三千 兵五万 饶阳郡 一直都是个硬骨头 饶阳城中 有一员肖将 名叫张兴 他不仅力大无穷 而且颇有致毛 叛军围攻饶阳 一年都拿不下来 河北诸郡相继沦陷后 史诗明腾出兵力 何为饶阳 饶阳太守 见守生无望 投火而死 城破 史诗明 勤住张兴 想要劝扬他 张兴说道 皇城对待阿路山 恩藤父子 群臣无可比拟 他却望恩负义 不思报答 甚至起兵造反 屠害生灵 大丈夫 不能剪除兄弟 怎么还能做逆臣呢 足下之所以 跟随阿路山反叛 无外乎盘徒富贵 但跟着阿路山 这样无信无义之人 能长久吗 不如趁机拿下逆贼 转货为福 长想荣华富贵 岂不是一件美事 史诗明听后 大怒把张兴绑在木头上 聚杀了他 张兴致死 还骂不绝口 饶阳攻克后 河北再无丁之父 其他各郡纷纷望风而降 从六月到十一月 五个月的时间 河北租郡 再次归了叛军 史诗明 每破一绳 城中百姓的 衣服 财务 父女全部被掠夺一功 精壮男子被蒸发去做劳力 老弱病残 全部杀死 经此一役 河北人口锐减 河北平定后 尹子齐带兵都过黄河 企图在河南继续攻城掠地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 河南这么难啃 雍秋首将张寻 是一个狠角色 他之前凭借一己之力 击败了叛军速伦的围攻 叛军将领令狐朝 原本是雍秋县令 他早在安禄山拿下残留的时候 就投降了安禄山 后来他又被官军赶出了雍秋 他被赶出雍秋的时候 自己的父母妻儿全部自留在了雍秋 所以他带着叛军 一轮又一轮的来围攻雍秋 张寻守成能力之报表 不管令狐朝怎么围攻 就是拿不下雍秋 双方相识了四十多天 令狐朝得知李东基逃出长安的消息后 大喜把消息传给了永久城内的守军 企图以此招降守军 张寻手下有六元大将 他们在得知李东基逃走后 顿时没了士气 就以皇上不知去处为由 想劝张寻出降 张寻假装许诺 第二天 张寻在大堂上悬挂起了李东基的画像 并带着僵士们一起朝拜 僵士们看到皇帝的画像 个个气不成声 张寻趁机让人拿下了 之前劝自己投降的六个人 责备他们不忠不义 责备完后还杀了他们 张寻带领了守军 属于官军中信念最坚定的一批 他们收到李东基逃跑的消息 也出现了要投降的声音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啥河北诸军 要纷纷投降了吧 张寻部下有一个名叫雷万春的 是一员猛将 张寻让他登城向令狐朝喊话 话还没喊完 叛军就用弩箭射击 雷万春脸上中了六箭 但他却能忍痛 窥然不动 令狐朝还以为是个木头人 经过一番侦察后 确信是雷万春本人 令狐朝大惊 但他还是想劝强张寻 对张寻说 刚才见了雷将军 才知道您的军令 有多么的森严 然而天道如此 您这样做 能有什么意义呢 张寻在城上回答他 你连人伦都搞不清楚 哪有什么资格谈论天道 说完组织兵力出战 这一战 秦获叛军将领十四人 斩首百余人 令狐朝撤兵回了神流 但没过多久 叛军又来了 秦县人攻打雍秋 张寻趁他们屯兵的时候 夜间偷袭叛军 叛军打败 张寻停获了战俘四百人 这四百人并没有全部杀掉 张寻证别了哪些人来自泛阳 哪些人是陈留和新阳的 陈留和新阳的 大多是被胁迫造反 张寻放了这些人 让他们回家 其余的全部斩杀 叛军中 有很多军事是陈留和新阳当地 被叛军胁迫造反的 听了张寻这个政策后 纷纷脱离叛军 归附张寻 十几天的时间 竟然有多达一万多人 陈留太守李廷旺 见令狐朝屡屡失败 亲自带领反汉军两万人 先拿下乡乙和宁陵 然后包围了雍丘 张寻带领三千兵马 手持短兵 突袭敌军打赢 张寻的勇猛 是叛军想象不到的 顿时大乱 李廷旺连夜逃走 此战 叛军损失超过了一半 叛军这次失败后 中间停了一个多月 都没有再攻打雍丘 这给了张寻一个喘息的机会 十月初四 令狐朝带领步兵骑兵 攻击万人 再次来攻打雍丘 张寻还是老套路 主动带兵出击 现在叛军见了张寻 腿肚子都已经赚尽了 这一次出击 张寻又斩杀了叛军数千人 令狐朝带着残兵再次逃走 十一月初八 令狐朝又带了万余人来攻打雍丘 张寻依旧是主动出击 这一次 叛军见张寻来 打都不打了 直接逃跑 令狐朝和李廷旺 经过张寻几个月的毒打 算是明白了 雍丘不是他想拿下来 就拿下来的 看来要耍一点无赖了 他们在雍丘城北 新修建了一个城池 然后派大军进驻 他们也不和张寻对打 只是切断雍丘的梁道 虽然张寻每次带兵和叛军交战 都能获胜 但双方人数宣说太大 始终没有打通梁道 而一旁的邻居 东平 鲁郡等地 纷纷陷落贼手 再加上银子齐渡河南下后 又拿下了北海 雍丘已经成为了孤城 如果叛军再拿下随扬 那整个河南的局势 就岌岌可危了 相比之下 守雍丘没有守随扬有意义 于是张寻放弃雍丘 来到宁陵 在这里 他和随扬太守虚远见面了 他们二人在随扬 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神话 那他们在随扬 究竟做了什么呢 咱们后闻支揮戏表 此时的洛阳发生了重要的变故 以至于这场军事神话 晚到了两个月 那洛阳发生了什么变故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此时明 不愧是安鲁山手下的第一战将 在被李光碧打的 全球在柏林城中不敢露头 长达两个月后 依旧顽强如铁 同关之战后 李光碧撤出河北 史诗明开始反扑 五个月内 河北二十余郡 全部被他拿下 还逼走了河北的顶囊柱 颜真青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 《中晚上风云》 我是杨立辉 公元756年 智德远载的11月 史诗明收拾完河北后 就想要找李光碧报仇 他也知道 自己不是李光碧的对手 所以这次他多做了一些准备 他把河北几乎所有的战力 全部联合了起来 太行的蔡希德 大同的高秀岩 范洋的牛亭街 加上他自己 共计十万人马 约好时间 兵分四路 撒向太原 李光碧这边 六月份 他和郭子仪撤出河北 原本是为了支援同关 但同关之战 胜败来得太快 他们刚过锦刑关 同关已经失守 再去同关 就没了意义 只好转兵到太原 太原引王成业 之前因贪功不就严搞清 加上他军政不休 终于事情败露 朝廷先是收了他的兵权 后来又杀了他 太原目前还没有主官 郭子仪李光碧来到太原后 自然成为了太原的主心骨 李恒登记后 到处调兵去领武 郭子仪李光碧的部队 是他看中的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郭子仪映照 让李光碧留在太原 自己带着精锐部队 撤回到了领武 郭子仪走后 太原仅剩下一万多人的团练兵 这些团练兵是一群乌合之众 纵然是李光碧这样的名将 带着这群乌合之众 短时间内也难以形成战斗力 史诗明自然也知道 李光碧这边的情况 这一次他纠集十万大军 想来太原 唾手可得 到时候 以太原为跳板 就能指导朔方 何欣和隆佑 太原的将士们 在得知有十万叛军来围攻 都很害怕 想着要挡住这十万大军 只有把城墙修得更高大一些 才有可能 李光碧对主讲说 太原城墙四十里 汉军快到 现在去修城 那岂不是还没打仗 将士们就已经疲劳了吗 在否决掉修城那题以后 他让人在城外开造好沟 并制作了数十万块砖批 史诗明到了太原 挥兵攻城 因为城外有豪沟阻拦 延缓了攻城的势头 就像是有些地方 攻到了外城墙 李光碧这边 也能很快地 用已经制作好的砖批 修复被损坏的城墙 史诗明见攻城失利 先让攻城停下来 因为之前他在河北打仗 城墙都没有太原这么坚固 用不到大型的攻城器械 这次来太原自然也没有带 现在他建太原城 没有大型攻城器械 实在拿不下来 就派人到范阳去取 因为担心有人在半路上拦截 还特意地加派了 三千湖兵护卫 等他们取到了攻城器械 再回来的路上 还是被关军伏击了 攻城的器械全部被截 三千湖兵也被杀了个干干净净 史诗明没有攻城器械 拿太原城也没有办法 双方相识了一个多月 后来他想了一招 根据以往的经验 如果攻东门 那西门的防守 就会变得比较松弛 他利用这个特性 选了一批骁勇三战的 作为机动部队 高阶这支部队 如果自己攻打北面 他们就绕到南面 如果自己攻打东面 他们就绕到西面 找一找守舍军的漏洞 这一招 如果是放在其他人那里 也许会很容易得手 但他们面对的是李光碧 李光碧素来以阎军出名 部众对他很是畏惧 他要求军事们 不管敌人是不是在攻城 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不能有嗜好大意 军事们对李光碧的命令 那可是一点都不敢打折的去执行 就算史诗明 是百战将军经验丰富 在李光碧的指挥下 叛军还是找不到机会突破 城中的李光碧 在这一个月内也没有闲着 他在城中不断地募兵 好让守城力量有持续性 他募兵有个特点 只要是有一技之长的 不管其他条件能不能达到 都会被录用 他会根据这些人的特长 安排特定的工作给他们 这一次他在太原木兵 遭到了三个筑权的工匠 这三个人除了会筑权 还会挖地道 城外如果架云梯 或者堆土山来攻城 那地道就挖到云梯和土山下面 云梯和土山失去支撑 陷入地下 判军没话攻城 急得破口大骂 李光碧让人把地道挖到这些人的脚下 把他们全部拉到地道中杀掉 这样一来 判军连骂都不敢骂了 个个憋出了内伤 李光碧还让人做了石炮 加在城上 只要判军攻城 守军就扔石头猛砸 据说一炮 就能砸死二三十个人 而且这些石炮 还威胁到了判军的大营 史诗明无奈 只得把大营后撤了数十步 就算是这样 也改变不了 城内守军实力弱的现状 史诗明也清楚 既然攻不下来 那我就围死你 李光碧知道 这样被围下去也不是办法 他又想了一计 他派人到史诗明那边 表示自己愿意投降 史诗明大戏 以为自己的维生策略起了作用 很痛快地就同意了李光碧的投降 双方就约定好了出降的日子 这个时间是李光碧算好的 他让人把地道挖到了敌军大营的下面 地道顶部用木头顶住 免得地道塌陷 等到了日子 李光碧站在城上 派部将带兵三天出身投降 正在叛军兴高采烈地接收投降的时候 突然后面的军营发生了塌陷 顿时使了千余人 叛军大乱 李光碧军起一挥 城内城外的官军一起冲向叛军 斩杀 俘虏叛军万余人 李光碧真的是把地道战 用到了极致了呀 史诗明收拢残军 后撤一段距离继续围困太原 他心里想着 以后再也不能相信李光碧的鬼话了 不怕你围死 我就不罢休 哪知道 他刚在心里发完事 就接到了来自洛阳的命令 让他去范阳 史诗明这个憋屈呀 抓耳挠塞呀 但是没办法 还是听令回了范阳 留蔡希德继续围攻太原 那为啥洛阳会突然让史诗明回去呢 原来呀 这个命令不是安禄山下的 而是安禄山的儿子安清旭下的 此时的安禄山可惨了 安禄山的体重很不正常 重达三百多斤 太胖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他自从起兵造反以来 眼睛越来越不好 到最后身子直接失明了 而且他在身上还长了很多毒疮 这估计是因为他坏事做劲 连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想要提前受他吧 身体的变化让安禄山脾气越来越暴躁 只要他稍不如意 就用鞭子抽打身边的官吏 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杀掉 安禄山称帝后 身居宫中不再出来 将领们很难见他一面 大家都就通过盐庄来传话 盐庄虽然是安禄山的智囊 但也挨了不少鞭打 他算是比较好的 挨得比较少 有一个叫李卓尔的宦官 那才是真的惨 他是挨打比赛的冠军 安禄山每天不打打几次 都吃不下去饭 安禄山的大儿子安庆忠 之前被李龙基杀了 老二安庆旭就成为了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但这个安庆旭不受安禄山的待见 安禄山更喜欢爱切断食生的安庆恩 安庆旭担心 自己不知道哪天就被杀了 恍恍不可终日 盐庄看懂了安庆旭的恐惧 加上安庆旭性格懦弱 正好是他计划的最佳人选 他就找到安庆旭 暗示他只有杀了安禄山 他才能彻底的安全 安庆旭在生死现场徘徊 精神上早就绷不住了 现在听盐庄有办法自然同意 盐庄又找到了挨打冠军李卓尔 对他说 你挨得打还数得清吗 如果再不做点大事 恐怕早晚会被打死 李卓尔早就恨头了安禄山 现在见盐庄也要杀安禄山 他知道盐庄可是安禄山手下 最有权力的人 他说的主意定然不会错 就同意参与盐庄的计划 盐庄见动手的人有了 接班的人也有了 自己又手握大圈 除掉安禄山的机会已经成熟 于是在大年初一的夜里 他和安庆旭带兵围住了安禄山的住所 李卓尔带刀进入房间 看向安禄山 安禄山眼睛看不到 被李卓尔一刀砍中了腹部 左右之人被吓得都不敢动 安禄山自己摸着去拿枕头下面的刀 但一直摸不到 此时的他肠子都流出来了 他抓着撑杖子的杆子大声喊道 这一定是家贼干的 说完 弃绝而死 盐庄 安清旭 李卓尔等人 就地挖了一个大坑 把安禄山用被子裹住 埋了进去 并告诫工人不许都外宣扬 看过我上部作品 《舞台演义》的老观众 都知道 这个场景在160年后 再次重现 有知道是什么事件的 请弹幕或评论区提示下 还没看过的小伙伴 第二天 盐庄对外宣布 说安禄山病重 立安清旭为太子 没多久 安清旭即位为帝 尊安禄山为太上皇 再过几天 才对外宣布 安禄山缺失的消息 当然是说病死的 燕国第一任皇帝 和第二任皇帝的交接 就在盐庄的导演下完成了 安清旭性格懦弱 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利索 盐庄怕众人不服 就不让安清旭出来见人 安清旭也乐得自在 每天在宫中以饮酒为乐 任命盐庄为御史大夫 封平义王 军政大小事 全部交给盐庄负责 另外为了拉拢其他将领们 给他们都加分了爵位 叛军将领以史诗明为首 那自然要首先拉拢他 于是受史诗明为泛杨基督使 监领亨阳军事 封鬼传王 让他带兵回征泛杨 史诗明回去后 蔡奇德等人根本不是李光碧的对手 李光碧招募了一批史诗 组成干死队 出城和蔡奇德死拼 狭路相逢勇者胜 蔡奇德不敌 叛军大败 被官军斩杀了七万多人 加上之前杀的 十万围城之兵几乎全军覆灭 蔡奇德仅以身幸免 太原保卫战在围城长达五十多天后 终于官军大获全胜 这是李光碧的封神之战 以一万乌合之众 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 斩杀敌军近十万人 扭转了当时官军不断失败的趋势 保住了太原 维护了朔黄的安全 让李毕郭子怡能痛快地实施各种战略 自得二载的正月 对唐宁来说算是天顺开局 安禄山的非正常死亡 叛军变得群龙无首 从此就进入了不断内耗的魔咒当中 你看回到范阳的史诗明 仗着范阳前桌兵墙 已经不把安兴旭放在眼里了 虽然安兴旭给他封了王 但还是挽回不了他的心 叛军逐渐地分裂成两股势力 其实此时不仅只有叛军 有内斗和分裂 就连唐廷皇室也出现了内斗和分裂 在短短的两个月内 先后促使了两个王爷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唐朝有个奇怪现象 老皇帝终想让长子继位 但好像总会出现能力很强 或者自认为能力很强的其他儿子出来夺权 成功了 老皇帝变成了太上皇 失败了 皇室跌血 就算是二死之乱这么危机的时刻 李唐皇室还是出现了这样的人间悲剧 被公认为能力出众的剑阴王李唐 就是死在这样的内斗中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终晚谈风云 我是杨丽辉 李恒里有个妃子 名叫张良娣 这个女人不一般 不仅家世显赫 而且还特别会演戏 她的家世有多显赫呢 张良娣的奶奶斗士 是李隆基的姨妈 李隆基年幼的时候 母亲就被捂着天杀了 李隆基的父亲是出了名的软蛋 质保尚显不足 哪里还过得上李隆基 李隆基就被寄养在他姨妈家 那李隆基自然和他姨妈家的兄弟们 感情要深厚一些 李隆基当上皇帝后 他姨妈家的兄弟们 个个封了大官 张良娣就是李隆基一帝的女儿 天宝年间 他被选入太子宫中 成为了李恒的妃子 他性格乖巧灵慧 很得李恒的喜欢 通过后面他的所作所为 我总觉得 他在李恒面前表现的乖巧 实际上是装出来的 不信 咱们就接着相下讲 李隆基出逃的时候 张良娣也在逃跑的队伍中 马维义之变后 李恒前往05 一路上几乎能不休息就不休息 之所以感到这么着急 大部分的原因是来自恐惧 担心叛军随时过来抓住他 张良娣看懂了李恒的心事 但他一个弱女子能做什么呢 更何况他已经身怀六甲 马上就要临场了 他也不能真的像李谭那样 带兵护驾 他能想到的 还是在床上下功夫 只不过 他在这个床上功夫 和其他人不一样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总是睡在李恒的外侧 李恒问他为何这样做 他回答道 殿下远行艰难 卫兵也不多 万一有个闪失 臣妾一身抵挡 还能为殿下后撤争取片刻时间 大家听听这话 不论是哪个男人听了 都不会不感动的 李恒到了05的第三天 张良娣就生产了 生完孩子后 他在床上 仅仅休息了三天就下床了 大家猜 他是要干什么呢 他竟然是去给战士们缝制衣服 这样的操作 我真的是佩服自己 就算当时人力很紧缺 但也没有惨到 战士们的衣服 需要刚生产的皇妃 来缝制他提补 李恒劝他多休息休息 他回答道 局势为难 皇上的大事重要 现在并非臣妾休养的时间 李恒听后 又被大大的感动了一波 还别说 他的作秀 坏了的成果也很显著 李恒刚当上皇帝 就册封他为苏妃 苏妃的唐朝 仅次于皇后和贵妃 在没有皇后和贵妃的情况下 苏妃就是后宫之主 李恒真的太喜欢这个丈量地了 不管得了什么好东西 都想伤给他 有一次 李恒想伤给他一个 像有宝石的旗宝安 这个事情被李恒指导后 李恒特意的来劝阻 现在天下大乱 圣上应该以简约使人 苏妃不宜用这么好的东西 应该把上面的宝石拆下来 赏赐给有功的将士们 赞良力指导后 有点不愉快了 李恒对他说 先生也是为了设计着想呀 于是就听到李毕的建议 把七宝安上的宝石 全部拆了下来 这件事出动了建议王李谈 他竟然忍不住的痛哭了起来 李恒听到李谈的哭声 召见询问 李谈说道 臣一直担心祸恶难平 现在看到陛家如此从见如流 看来不日即可平定天下 要不多久就能迎太上皇 徽长安 因此喜极而泣 李谈的这番话 被张良帝听到了 原本这番话完全没有提及到他 但他觉得 这是李谈故意复合李毕 显得他自己是一个 不懂大道理的人 因此就记恒起了李谈 后来 李恒想撤立张良帝为皇后 询问李毕的意见 李毕说道 陛下在零武继位为帝 是因为群臣希望能跟随陛下 建功立业 并非陛下有私心 至于陛下的家事 理应征求上皇的意见 等上皇回京 也不过是晚几天而已 其实李毕的这个说法 是很中肯的 他不建议李恒在紧要关头 过分地考虑家事 应该以国事为重 李隆基作为李恒的父亲 他们的家事理应秉明 并征得李隆基的同意 不光是撤封皇后 就连撤封太子 李毕也是这个意见 并没有针对张良帝的意思 但张良帝知道这个事情后 那可不得了了 毕竟对于张良帝来说 当上皇后 才是他最大的目的 李毕这样一说 那就等于国难不平 自己永远当不上皇后 让他自然更加的憎恨李毕 但他也清楚 李毕不是他能斗得过的 他需要和人结盟 身在后宫 最方便结盟的 就是宦官 还别说 李恒身边 还真有一位 位高权重的宦官 这个人 就是李甫国 听名字就知道 李甫国 是后来皇帝恩赐的 他原名的李靖忠 这个不重要 以后咱们就称呼他为李甫国就行了 他年少入宫 据说相貌 特别的丑陋 粗略的 认识一些智 刚开始 是侍奉高丽氏的 负责宫中 马丘仗策 天宝年间 他因管理马丘的才能出众 推荐到了东宫 成为了李恒的侍从 在东宫 他逐渐的获得了李恒的信任 西桃路上 马为一分兵北上 领武 面南成尊 他在中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因此 李恒把他看成了心腹 受他为元帅府 行军司马 赐名 李甫国 他见张良帝得宠 就暗中巴结张良帝 张良帝也需要更多的盟友 去对付李弊 两人一拍即合 开始构陷李弊 李弹知道他们暗中死坏 就对李弊说 先生举荐我 让我得以尽臣子之职 无以为报 请让我为先生除害 李弊 询问他说的害 指的是谁 李弊直言不讳的 说是张良帝 李弊说道 此非人子所言 希望您能暂时放置 切勿以此为要 李弊性格直爽 不肯委屈求全 并没有听李弊的 多次在李弊面前 揭露张礼的恶行 张礼自然转向矛头 要先除掉李弊 自得二载 公元757年 正月 张良帝和李弊国 收了一条毒计 他们知道 李弊不同意 此时涉立太子 如果现在股东李恒 立李玉为太子 李弊必然反对 到时候 李玉肯定会记恨李弊 这个计则看起来 是针对李弊的 但实际上 是针对李弊的 为啥这样说呢 看完后面就清楚了 果然 李恒在张礼的鼓动下 找来了李弊 再次和他讨论 立处之事 李恒说道 广平王当元帅 也过了一年了 现在我想让 贱平王当元帅 专门负责评判 但又担心 他会分了广平王的势力 你看现在 就立广平王为太子 怎么样 李弊回答道 战事胶着才是最急的事情 至于立太子 那是陛下的家事 应当等上皇回京再办 要不然后代如何辩命 陛下在领武继位 是为公还是为私呢 陛下此时和臣谈立处之事 一定是有人想让我和广平王之间产生间隙 臣请求对广平王说清臣的态度 想来广平王也必然不敢当太子 李弊退出后 当面给李弊说清自己的想法 李弊赶紧来到宫中 坚决推辞太子之位 李恒搞清了李弊和李弊的想法后 甚是欣慰 心想还好李弊提醒了自己 否则自己就被利用了 他不知道的是 其实他现在还坐在别人的算计之中呢 张良帝和李弗国 见事情果然安于想中的那样发展 又找机会对李恒说 李弊没有得到元帅之位 正涉及谋害广平王呢 李恒一听 这很符合逻辑 一定是真的 虽然他很喜欢李弊 但他更讨厌兄弟相残 为了李玉能坐满江山 他下令处死了李弊 可怜李弊疑是英明 最终却做了个糊涂鬼 大家看一看 张良帝和李弗国的这个计策 多么的阴险 如果李弊是不破第一层 那李玉也许真的有可能记恨李弊 聪明如李弊 看破了第一层 但没有看透第二层 虽然解除了自己和李弊的危机 却没想到李弊会因此伤命 如果他提前给李恒打一个预防针 想来李弊也不会死 也正是这个事件 让李弊觉得 虽然自己才知过人 但也不可能完全不失误 他内心里也有点害怕张力二人 这也是他后面劝李弊 不要和张力正面对抗 还有自己功成隐退的最重要的原因 李弊知道真相后 也吓得不轻 他找到李弊 说自己想要除掉张力二人 李弊说道 此事不可 您看不到剑宁王的结局吗 李弊说道 我是为先生担心呀 李弊超难道 我和圣上有过约定 等收复京师就退隐山林 自然能免除祸患 李弊一听大惊 先生如果走了 那我岂不是更加危险了 李弊叹息一声 只要您尽心尽孝 对张小弟这个妇人 多多顺从 想来他也没办法害你 可叹天才李弊 面对权力 也只能常叹一声 李弊给李弊的这个建议 也是李弊后来能成功 除掉张良帝和李弗国的 战略指导思想 其实张良帝之所以 没有对李弊下杀手 一方面是李弊性格温和 对他很顺从 另外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 是因为张良帝的儿子 一个早家 一个年龄太小 短时间无法和李弊竞争 皇储之位 这次权力斗争 虽然智商含量很高 但因为是一个 隐藏在暗处的权力斗争 绝大多少人并不知情 此时格外引人关注的 是另外一个王爷 明火执杖的闹独立 勇王李林 去年六月 被李隆基受为 岭南 乾中 山南东道 和江南西道节度时 成为了李隆基 平衡李恒的一个棋子 这个李林 完全没有明白自己的地位 还以为自己要被父皇重用 屁叠屁叠的 就跑去上任去了 其实这个李林 他是最应该站在李恒一边的 他年幼的时候 失去了母亲 是李恒抚养他长大的 李恒非常疼这个弟弟 常常抱着他睡觉 李林长大后 不甘心做一个配角 心事越来越活 这次他能够得封市政节度时 对他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山南东道节度时 驻地是江陵 是当时江淮诸穗 转运到凤翔的地精之地 李林来到江陵 见到堆积如山的诸穗 顿时自行心爆棚 加上他的儿子 乡称王李扬 和布下薛刘的鼓动 想着自己现在掌握 四道兵马千良 就算是割据之力 也是完全可行的 在和李扬血流商议后 觉得还是效仿东晋 依托长江 占据金陵这个方案 更加可行 于是他们就密谋 如何拿下金陵 江陵张使李县 不愿意和他们通流合污 称并请假离开江陵 快马加鞭的赶赴零武 向李恒禁报了此事 李恒召来建议大夫高氏 询问他如何处理 这个高氏 之前在李隆基要封儿子们 到各处为节度使的时候 就觉得这样的安排 后患无穷 他向李隆基谏言 但李隆基不听 现在李恒找他 肯定是知道 他早就关注了这个情况 想来应该有对策 高氏见到李恒 向李恒分析了江东的情况 断言李林必败 李恒不愿意杀李林 就下仗让李林 还回到蜀地 事奉上皇 李林不听 李恒见李林 铁了心想造反 只得预先准备 他受高氏为淮南节度使 韦治为江南东道节度使 令设淮南西道 让莱真为节度使 大家看一看地图 这三道 就等于把李林包围了 李林依旧认为 这几个人不是他的对手 当年12月25 也就是智德远载 公元756年的12月25 李林觉得自己准备妥当了 就集结大军 沿江而下 假装是正常的军事调动 吴军太守 兼江南东道采访时 李希言写信给李林 责问他为何要 擅自发兵攻下 李林知道自己瞒不住了 派部将魂为明 带领义军攻打吴军 派姬广称带义军攻打广 李希言派部将 袁京耀和严靖之 广陵太守李成事派部将李成庆 带兵抵挡 魂为明和纪广称走到当途 吴军和广陵的兵已经在等候他们了 但两军的守军打不过他们 严靖之被杀 其他的人全部投降 高氏 莱真 伟治他们 以为李林成功了气候 觉得两军的兵力足够拿下李林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打败了 都大惊不已 这才重视了起来 三方集合大军 分别屯兵在杨子和瓜布 各路军为彰显气势 沿江展开旗帜 远远地看起来 军容雄壮 2月20 两军再次碰面 李林借官军如此阵容 有了惧怕之意 主帅都害怕了 那下面的人自然也就没了信心 部将姬广称 对将士们说 我们跟随勇王到此 天命为己 人某以挥 不如趁现在还没交战 赶快寻找出路 否则就算是战死 也会被打上逆臣贼子的名头 仲将士一听有道理 一哄而散 很多人都脱离了队伍 李林借一下子 少了这么多人 心里更加恐惧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当晚 他们和官军在江上发生了战斗 李林不敌 和李扬血流一起逃往颇阳 想通过颇阳南下到岭南 谁知道 他们在颇阳 被江西山王使方复生抓住了 这个方复生挺机灵的 知道就算把李林送给李恒 李恒也不好杀他 干脆自己就做个恶人 替皇帝分忧吧 于是他暗中找机会杀了李林和薛流 李扬也在抓捕过程中被乱军杀死 这一天是2月25 勇王之乱就这样虎头舍尾的结束了 方复生把李林的家属送到了属地 李恒是真没打算杀李林 以为李林被捉后肯定会送给他处置 没想到竟然有人直接杀了他 大怒 撤掉了方复生的官职 不再录用 前后两个月 李恒失去了最喜欢的弟弟和最优秀的儿子 不得不说皇帝真的不好打呀 就算是这样 李恒还要打起精神去评判 虽然安禄山死了 但剩下的叛军也不简单 尤其是河北丢了这么多地盘 想完全收复 真的不容易 而且河南也岌岌可危 如果一旦河南像河北一样 全面崩盘的话 那江淮的租税就没法送到硕方了 没有粮草资源 别说平叛了 自保都可能出问题 但李恒一心只想到收复两斤 以至于河南的战事特别惨烈 特别是张勋和徐远是个随扬 那张勋和徐远在随扬 创造了什么神话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公元756年 6月到年底 河北全面沦陷 河南好一些 张勋在雍秋挡住了叛军的公司 但还是有多军沦陷 如果河南崩溃 江淮就成为了前线 那以后很难这项塑防输送千粮 势必影响到全国的战局 此时的河南急需一场胜利 来鼓舞士气 按此之乱中 最悲壮的一幕 发生在此时的河南道 随阳俊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中晚堂风云 我是杨丽辉 叛军里负责河南战事的 是陈刘太守河南基督使李廷旺 在同关之战后 他和史诗明几乎同时开始了扩张 但因为张勋守的雍秋 就像钉子一样 让他的战绩远远比不上史诗明 之前在河北配合史诗明的银子齐 现在已经到了河南 还轻松地拿下了北海军 燕国新任皇帝安清旭 受银子齐为河南截斗使 让他代替李廷旺 主持河南的战事 智德二载 公元757年 正月25 银子齐带领归州 潭州等地的百战之师 另外加上铜锣 西等部落的藩兵 共计13万人马 浩浩荡荡地杀向随阳 随阳太守区 随阳连忙向住所在宁陵的 张勋救援 张勋带着宁陵三千守军 赶赴随阳 就算是加上张勋的兵 此时的随阳 也仅仅只有6800人 张勋和虚远 之前在宁陵的时候有过合作 那是去年的12月份 当时叛军派大军两万 来攻纳宁陵 张勋和虚远在宁陵 和叛军殊死搏斗 奋战数十个昼夜 斩杀了叛军万余人 吓得叛军连夜逃跑 当时的河南截图使 李聚屯兵在蓬城 宁陵保卫战 他不但不发兵支援 就连战后应该给将士们的封赏 他也不批 宁陵胜利后 张勋被受为了河南截图赴使 张勋派人到李聚那边 请求给将士们封赏 李聚只给了30个伪认状 物质上的东西一点都没给 大家要知道五代打仗一般情况下 主帅都会被授予很多空白的伪认状 以方便随时加奖有功的将士 张勋事后才向李聚要名额 其实已经是比较谦逊的了 这个李聚不知道怎么想的 他竟然在这个方面给张勋穿小鞋 张勋气不过 又写了一封书信 责备李聚 李聚置之理亏 没有给张勋回信 如果是一般人 遇到上师之让对待自己 要么火冒三丈的去理论 要么心灰意冷 消极代工 但张勋不是的 他依旧出心不改 现在见隋阳有难 毫不时宜的就带兵前来支援 张勋来到隋阳 激励将士们奋战 虽然城外有十几万大军在攻城 城内的守军也没有巨异 一天交战多达20回合 在古代 特别是大炮发明之前 想攻下一个防守完备的城池 是比较难的 所以很多战力中 攻城方喜欢围城 城内断绝两岛后 自然不攻自破 张勋和徐远守在隋阳城 虽然人手不多 但做到严密防守 还是绰绰有余的 张勋之前拥求守城的经验和战果 让军事们对守住城池 有很足的信心 所以就算城外有十几万大军 一时半分也拿不下隋阳 而且 张勋的守城方法 和别人还不太一样 他不光光是死守 见到机会 他还带兵主动出击 双方在相持的16天内 他竟然侵入了敌将六十余人 杀敌两万人 徐远见张勋如此勇猛 心中佩服不已 他找到张勋 对他说 我性格软弱 不适合带兵 而您 智勇双全 以后 您负责指挥作战 我负责后勤守城 张勋听后也不客气 自此之后 徐远只负责 调集粮草 修理兵甲 迎来送往 这样的事情 战斗指挥 一切 听张勋的 叛军围攻 虽然是六日 不但 曾没有攻下来 还伤亡了这么多人 于是就撤兵了 一个月后 三月十三 尹指挥带大军 再次来攻打孙杨 张勋鼓舞将士们 我神受国恩 要死守此城 但想到大军 为国捐躯 血染大地 得到的赏赐 却难以酬劳 诸位的功勋 我就痛心不已 众将士听后 群情激愤 纷纷请战 张勋让人杀牛设宴 靠牢将士 然后率全军出战 叛军见张勋人少 都争相嘲笑 可等到张勋 带兵来了进前的时候 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只见张勋 军起一挥 官军将领们 身先士卒 率先杀入敌军之中 叛军被这么一波冲击 顿时大乱 全军溃败 官军追击叛军数十里 斩杀了叛军三千余人 这中间还包括三十多个将领 第二天 银子鸡收拢残军 再次来了城下 张勋依旧是这样的豪迈 带兵出城迎战 一天之内交战数十个回合 这一次 叛军学聪明了 他们不和张勋硬碰硬 只是为而不打 张勋无奈 只得退回城中 这一围又是一个月 4月17 张勋想了一计 夜里 他让军事们击鼓整队 一副准备夜席的样子 叛军只得整夜防备 到了天亮 张勋圈上军事们 掩其息鼓 毫无动静 叛军以为冠军不会再来了 就卸甲休息 张勋在城上看到叛军松懈了 自己和部将南济云 雷万春等十余人 各带五十骑兵 冲出城门 撒向敌营 叛军毫无防备 大乱 再一波冲击 斩杀敌将五十余人 四足五千余人 银子齐被气得 嗷嗷直叫 杀了这么多叛军 张勋还不过瘾 想着要是能杀死银子齐 就好了 他又不认识银子齐 怎么才能一击逼中呢 再次站在城上的张勋 看到城下的叛军 人头传动 又想了一招 他先让南济云 拉弓搭箭 隐藏在一旁 然后让军事们 用薅草做弓箭 撒向叛军 中了薅草箭的 很是奇怪 拿着箭 就去禀报银子齐 张勋在城上 看得清清楚楚 帽的人必然就是银子齐 他给南济云 使了一个眼射 南济云毫无犹豫 手一松 弓箭就射向了银子齐 还别说 南济云射箭功力真不错 一箭就射中了银子齐的左眼 银子齐也算命大 这一箭并没有射穿头颅 但也吓得他一身冷汗 连忙下令车兵 银子齐下了一只眼 对张勋那个恨呢 不论如何 也要打败张勋 拿下碎养 两个多月后 六月初七 银子齐养好伤 又带了苏万大军 来攻打隋阳 这一次 银子齐是抱着 不死不休的决心来的 隋阳原本囤积了六万弹粮食 支撑一段时间 应该没啥问题 可惜 河南节度使李聚 又来瞎搅活 他命令徐远 运一半粮食 支援寄阴和浦阳 这两个郡 中间短暂的归附了朝廷 徐远坚决反对 但李聚就是不听 徐远无奈 只得照办 可恨的是 继阴和浦阳得了粮食 转眼又投靠了盘军 隋阳的粮食很快见底了 先是定量配挤 后来掺扎树皮 日子越来越艰难 而城外的守军 粮道顺畅 兵源充足 大有把隋阳围到 天荒地老的架势 隋阳的守军得不到补给 人数越来越少 有的是战斗减员 有的是没吃的饿死了 到现在 仅仅剩下了1600多人 就算是剩下的 因为疾病和饥饿 也没有多少战斗力 情况如此困难 张寻依旧能守住城池 后来 叛军发明了一种工程的梯子 这种梯子很高大 不需要靠在城墙上 也能爬人 等爬到顶端的时候 直接跳入城内就行了 张寻发现了这个情况 就在城墙上 对着梯子 上中下 各开三个洞 从下面的洞 冒出一个钩子 勾入梯子 不能后退 从上面的洞 用木头 顶住不能前进 从中间的洞 向梯子里扔火把 这些梯子就这样 被从中间烧断 梯子上的士兵 自然的也是 烧死烧伤 摔死 不计其数 后来张寻随机应变 又用铁水和鸣火 烧掉了敌人 暗中修建的工事 叛军觉得 和张寻斗智斗勇 都不是他的对手 还是继续围城 比较省心 于是 在城外挖了三道壕沟 双方打起了消耗战 隋扬的守军 越耗越少 仅仅剩下了六百多人 张寻和隋远一合计 二人各带一半人 分手在东北和西南 每天都和士族们 同吃同住 遇到有叛军来攻城 他们就在城上 做宣传工作 叛军中 先后有两百多人 入城投靠了他们 其实 这时候 虽然周边的乔郡 彭城郡 和林淮郡 都有官军驻杀 可就是没有一个人 来救他们 其中 住所在林淮的 就是贺兰晋明 他之前是北海太守 后来被李恒 遭到朔方 原打算让他去领南 做南海太守 可惜宰相皇冠不喜欢他 并没有按李恒的意思 让贺兰晋明去南海 李恒遭到后 有点和防管赌气的意思 受贺兰晋明 为贺兰截斗使 接替李聚 贺兰晋明来到贺兰 对贺兰的战事 基本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李恒另派建议大夫 同名张氏张稿 为贺兰截斗使 接替贺兰晋明 随扬这边 张勋和薛远 等不来援军 决定派人主动求援 南继云 是张勋手下 最得力的战长之一 智勇双全 深得张勋的信任 张勋派他 去向荷兰晋明求援 荷兰晋明不肯出兵 他对南继云说 现在随扬 不知是否已经失手 发兵 还有何意 南继云说 我以死向您担保 随扬肯定还没沦陷 再说 如果随扬沦陷 叛军不日即可抵达林怀 两地皮毛相依 怎么能见死不救 贺兰晋明 爱惜南继云的勇猛 想把他强留在自己身边 于是 试验招待南继云 南继云 慷慨激扬地 哭着说 我突围而出的时候 随扬将士们 已经一个多月 没有粮食吃了 我虽然想在这里吃饭 但实在难以下咽 你左拥强兵 眼看着随扬沦陷 却没有丝毫救援之意 这难道是忠臣一事的 所作所为吗 说着 咬下来自己的一个手指头 给赫兰晋明看 又说道 我既然不能完成 主将给我的任务 就留下这根手指 表示自己已经来过 以回报主将 这句话说着 赫兰晋明满座大惊 众人掩气 说完就离开了灵槐 据说南继云离开灵槐的时候 转身弯弓搭箭 射中了灵槐城中的一个佛塔 并说了一句 我打败叛军之后 一定回来 灭掉赫兰晋明 这支箭就是凭正 说吧 扬仓而去 他心里很清楚 随阳的处境 没有援军 那随阳肯定保不住 他从灵槐回来后 转道到了宁陵 在宁陵守将的协助下 凑了三千人支援随阳 润八月出山 南继云带着 从宁陵凑的兵马 突入到叛军的包围圈 试图从外面冲入随阳 这个南继云的确勇猛 三千人就敢突击 数万人的大营 而且一路打过来 还毁坏了很多敌军大营 可惜自己的伤亡也很大 三千人到最后 只有一千人得以入城 加上城内的几百人 这一千多人 又守了一个多月 十月初八 银子齐死死为助随阳 已经长达四个月 城中的粮草已经完全没了 渐渐的城内就有了 七成的声音 张勋和徐远商议道 虽然乃江淮之保障 如果放弃 贼兵必然长驱难下 到时候江淮之地必然丢失 而且现在我军饥饿劳累 撤退也走不远 战国时候的诸侯尚且相互救援 何况我们周围 还有很多朝廷的军队呢 不如坚守 等待他们支援 于是决定坚守 城内的茶 纸全部作为食物 茶纸吃完后 杀马 然后捕鸟 抓鼠 这些东西全部吃干净后 张勋把自己的爱妾也杀了 租给将士们吃 徐远也把自己的仆人杀了 再后来城中的富人 老弱 南丁 逐个逐个的全部被吃掉 仅仅剩下了守城士兵400人 实在无力守城 隋阳城最终在十月初九被攻破 将士们饿得没法向战 全部被扶 张勋知道自己已经回天华树 向西拜了一拜 大喊一声 臣密结疑 活着的时候无以报答陛下 此后就算化为厉鬼 也要继续杀贼 银子齐抓住了张勋 问道 我听说你每次出战 牙齿都能咬碎 不知道是为什么的 张勋说道 我发誓要灭掉你们这些叛贼 只恨我力不从心 银子齐用刀撬开张勋的嘴巴 发现里面真的只有三十颗牙了 他被张勋的忠意感动 本不想杀他 但不暇劝他 说像张勋这样的人 是劝强不了的 他在军中威望太高 留着后患无穷 于是银子齐就把张勋 南纪云 雷万春 等三十六名将领 全部斩杀 张勋致死 面不改色 徐远被送到了洛阳 走在半路 正好遇到叛军 从两京撤退 也被乱军所杀 张勋和徐远 以不到一万人的兵力 前后 大小四百余战 杀敌十二万人 拖住叛军河南主力 长达十个多月 为中央军收复两京 签字了大量的敌人 同时还保障了 江淮珠水能够平稳地运到西部战场 隋阳保卫战 到最后虽然依旧失败了 但这一万人 在这十个月的所作所为 于时 于是 功不可没 新任河南截斗士张搞 得知隋阳危机后 被盗击刑赶来支援 同时还发文 让浙东 浙西 淮南等地兵马 迁往救援 可惜 还是晚了一步 等他们到了隋阳 隋阳城破 已经三日了 张搞大怒之下 杀了做事不管的 乔军太守 吕秋晓 后来 有人议论 说张勋 死守隋阳 杀人而死 不如弃城 还能保全人命 对他的做法 颇有争议 张勋的好友李汉 为他做传记 并上周李恒 为张勋证明 李恒认可李汉的说法 才消除了众人的非议 大家认可张勋 杀人而死 死守隋阳的做法吗 弹幕或者评论区 留下你的想法 后来 唐廷收复两斤后 李恒追证了张勋 等一批功臣 子孙后代 得到了妥善安置 这也算高位了 以张勋为代表的 万鱼英灵了 有人会好奇 隋阳坚守十个月 为啥中央军 没去救援呢 那是因为 李恒收复两斤 迎欢上皇的执念太重 完全不顾 其他地方的感受 才致使隋阳 长达十个月 都没有得到外援 那收复两斤的过程 很艰难吗 咱们下一讲 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李光碧守太原 张勋守隋阳 打得如此激烈 都没有得到 李恒中央军的救援 这就有点奇怪了 这么重要的战场 为啥李恒 却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 自生自灭呢 与其说李恒 不去救援 不如说 他力不从心 因为这段时间 李恒在做 他认为更加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要收复两斤 而收复两斤的过程 并不顺利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 终管长风云 我是杨立辉 咱们前面交代过 李恒当上皇帝后 他和李毙 李玉等人 几乎连轴转 在两个月内 稳定了 硕方的局势 收拢了近十万大军 在李毙的建议下 李恒离开零五 南下到前线 指挥作战 公元756年 智德元载的十月初三 李恒南下 来到了彭源 原本的计划是 在彭源等待西北援军 和东南的粮草 等他们都到了 就南下到凤翔 正式开始进攻长岸 但偏偏有格子大的 觉得自己能够逆天改命 他上周给李恒 说自己就能收复两斤 不用等其他人了 这个人就是房管 这个房管 之前因为说话比较有激情 被李恒重用 但李恒不知道的是 他说的话 大多是又假又大的空话 实际上 他是一个秩序清高 孤民钓鱼之辈 之前咱们提过 他因为看不起赫兰静明 给赫兰静明穿小鞋 赫兰静明恼怒 就把房管在属地 劝李隆基大逢儿子 以制衡李恒的做法 报告给了李恒 李恒听了 心里自然不快 但又不能明着发作 暗中慢慢地疏远了房管 虽然李恒疏远了他 但对他的能力还是认可的 这次他主动请婴 自然要给他一个机会 于是李恒受房管 回夕金刀托使 让他自己选将领 带兵攻打长安 这是李恒第一次反攻长安 房管选的人 都是平时和自己高谈扩论的书生 根本不懂军事 他们把大军分为了三个部分 南陆军走疑兽 中陆军走武功 北陆军走奉天 10月20 房管以中陆军和北陆军为前锋 先行一步来到了咸阳附近的殿桥 叛军守将安守忠 直到官军来攻打长安 带兵出长安低档 10月21 双方相遇 房管保读古籍 排兵布阵也都是效仿古法 他用牛车2000辆 组成车阵冲在前面 让骑兵步兵跟随其后 安守忠一见这个阵势 不禁冷笑 想来对方主将不是个傻子吧 竟然用这样老掉牙的打法 他不慌不忙的 让军事们把战鼓摆在阵前 开始雷鼓 牛听到鼓声受到惊吓 吓得乱窜 叛军见牛阵乱了 又重火焚烧战车 这一下就更乱了 牛阵回头冲击了跟着来的步兵和骑兵 顿时全军大乱 叛军趁机掩杀 官军伤亡高达四万多人 仅仅生还了数千人 防管收拢残军 又来到了南陆军 两天后 他带到南陆军再次攻打叛军 以他指上谈兵的本领自然不是叛军的对手 再次搭败 甚至还有几员将领投降了叛军 李恒得知防管大败 真怒不已 就要杀了防管 好在 李毕等人听伤和防管关系不错 大家出面求情 李恒才赦免了他 表面上 李恒对他依旧如初 但以后估计再也不敢交给他重要的事情了 防管自己心里也清楚 于是称命不再上朝 每日只是和一些高谈扩论之辈 大谈盗国去了 就这样 官军的一打长安 因为防管的纸上谈兵 失败了 有人该疑惑 为啥李恒放着郭子怡不用 反而要用防管这个文人呢 那是因为郭子怡现在有自己的任务呢 朔方北部边境 有阿什纳军里的通罗兵在作乱 如果不先除掉他们 那朔方就不得安宁 时刻要防备着他们从后面突击 李恒派郭子怡带兵北上 在配合上挥合兵 争取一鼓作气拿下通罗 11月初八 郭子怡和挥合兵 会合在戴汉谷 三天后 联军在淤林发起了对通罗的猛攻 联军大破通罗军 斩首三万 俘虏一万 这一战彻底的平定了通罗之乱 核区之地恢复了平静 得胜后 郭子怡带兵来到洛娇郡 准备落实下一步计划 李恒这边 本来他对平定叛乱还挺有信心的 防管这一败 让他也忐忑了起来 他找来李毕 对他说 盼军如此强大 不知道何时才能够平定啊 李毕回答道 居臣观察 汉军把抢掠的钱财都运到了泛养 这岂是雄居天下的志向吗 现在真心为安禄山卖命的 除了胡人 汉人中只有高尚等寥寥几人 其余的都是被裹挟的 以臣所料 不出两年 叛乱就可以平定了 李恒听了还是不懂 李毕接着说 汉军中骁勇善战的 不过史思明 安守忠 田前真 张忠志 阿史纳 成庆几人而已 如果让李光毕出警刑官 郭子怡再从平义进入河东 那史思明 张忠志 就不敢离开泛阳长山 安守忠 田前真 就不敢离开长安 用两军 就能牵制住叛军的四元大将 安禄山能用的 也只上阿史纳 成庆了 让郭子怡先不要攻取华音 叛军就能在两军之间救援 等陛下所照的军队到了凤翔 咱们和郭子怡 交替进攻叛军的两头 叛军救援这头 就去攻击那头 叛军救援那头 就来攻击这头 让叛军来回折腾 咱们不攻城 不掠地 也不切断他们的道路 等过了年 在任命建宁王李 谈为泛阳戒毒时 从塞北出发 和李光碧形成夹击之势 指导泛阳 摧毁叛军的老巢 到那时 叛军没了退路 军心自然不稳 咱们各路大军在四面合击 一定能平定叛军 李恒听后 叹服不已 心中大喜 李碧的这番安排 的确挺犀利的 可惜他没有算到 刚过完年 李谭就被杀了 严庄也意识到了李碧的战略 安禄山死后 他就积极地把史诗明 调到了泛阳 不管怎么样 李碧的这个战略 整体上还是可行的 郭子怡也是按照他这个战略 去执行的 二月初十 郭子怡从落交出发 前往河东郡 期间分了一部分兵力 先收复了平易 二月十一 河东四户参军 韩敏得知郭子怡 要来收河东 当夜兵变 杀死叛军迁余人 叛军主将崔贤右 跳墙逃出城外 他来到城外 召集城北的叛军 再来攻打河东城 正在他攻打河东城的时候 郭子怡的大军也赶到了 崔贤右父辈受敌 支持不住向南退去 郭子怡带兵追击 斩杀叛军四千人 俘虏五千人 崔贤右带着残兵 来到了安邑县 安邑守军打开城门 接纳他们入城 就在崔贤右以为 自己可以缓一口气的时候 突然安邑城门又关闭了 此时进入城中的 仅仅只有一半人马 崔贤右大惊 原来安邑守军早就投靠了官军 他们用一扇城门 就把崔贤右军分为了两半 进入城中的那一半 自然被城内守军绞杀 而崔贤右还算幸运 他是在魏入城的那一半 也因此侥幸逃了一命 崔贤右见中计了 穿入了白镜岭 逃出升天 至此河东郡归了官军所有 郭子怡拿下河东后 等待李恒的下一步指示 李恒这边 他得知农佑 河西 安西 西域的兵快到了 江怀的朱岁也到了阳川 于是从彭源启程 前往凤翔 2月初十 也就是郭子怡动身去河东的那天 李恒来到了凤翔 十几天后 钱梁兵马集合在了凤翔 长安百姓听到皇帝亲自来了 越来越多的人自发的逃离叛军统治 投奔冠军 李必见万事俱备 就奏请李恒按之前的策略 把安西西域的兵马 调往塞北 咨取范阳 李恒之前答应好好的 现在见长安 唾手可得 又不愿意这样做了 果然 是捐一百万可以 捐两头牛 不行呀 李恒说道 现在大军集合 钱梁到位 应当指导叛军心腹 为何要行军数千里去打范阳呢 这不是很迂腐吗 李必回答道 现在直接攻打两斤 肯定能够收复 但是叛军还会卷土重来 我们还会再次陷入困境 这不是长久之策 零不解 李必继续解释 我们现在倚仗的 是西北各阵的守军 和西域的胡炳 他们颇能忍受严寒 却害怕炎热 大军心道 锐气正盛 拿下两斤自然容易 可现在已经是春天 如果叛军逃回范阳 咱们再去围攻 只要天一热 将士们必然想要吸回 到那时 叛军自然卷土重来 不如先趁严寒的时候 拿下他们的老巢 这样叛军就无处可逃 可一举彻底歼灭他们 李恒听了 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 但还是说 正着急接太上皇回来 实在等不了 这一次就不能听你的了 于是决定先打长安 他派王司礼 郭英义 王南德等人 各带一路军 围攻长安 叛军自然也得到了 冠军围攻的消息 安守中带兵主动进攻 郭英义和叛军交锋 被乱剑射中了脸颊 只得败走 王南德见郭英义失利 并没有前来救援 而是三四六计逃跑为上 官军大乱 王司礼也抵挡不住 率军后退 一直退到了浮风县 才稳住了阵脚 叛军在后面追击 甚至达到了距离凤翔 仅仅只有五十里的地方 李恒吓得不清 连忙戒严 好在他这一次并没有被吓跑 就这样二打长安 也彻底失败 郭子怡这边 他配合中央军 发动了对同关的进攻 2月22 他派自己的儿子郭干 兵马使李少光 大将军王作 五峰使 蒲古怀恩等人 带兵渡河去攻打同关 同关派军没有防备 被官军一举拿下 安庆旭连忙派兵 支援同关 官军不敌 又被派军打败 伤亡万余人 李少光 王作战士 蒲古怀恩抱着码头 渡河逃回到了河东 两地战场都失利 官军元气大伤 也给李恒泼了一盆冷水 不敢再贸然出击 好在郭子怡在后来 击退了叛将安守中 围攻河东的大军 保住了河东 4月 从河北撤退的颜真青 辗转了一大圈 终于来到了凤翔 李恒受他为 宪部尚书 也就是刑部尚书 李恒这一次 没有拿下长安 还是不甘心 他把郭子怡从河东 招了回来 准备合兵 再次攻打长安 叛军也得到了 郭子怡回员的消息 派李归人带领贴旗五千 去拦截郭子怡 4月13 李归人在三元北 和郭子怡碰面了 郭子怡派普顾怀恩 王仲生 魂士之等人 提前埋伏了起来 自己带兵也由叛军 李归人不知是计 中了埋伏 叛军几乎全军覆灭 李归人潜水逃跑了 郭子怡大白叛军 在西伟桥和王思里 成功会师 两军会合后就驻扎在渭水边 准备找机会进攻长安 长安这边 李归人逃回去后 说清了郭子怡的厉害 安守忠之前虽然了败官军 但也不敢轻视郭子怡 整军出城后 和官军相似了起来 谁也不肯先动手 两军相似了七日 五月初六 安守忠想了一计 他带兵假装后撤 引诱官军追击 郭子怡探知叛军并没有埋伏 就率领全军进行追击 叛军撤退的时候 摆的是一字昌石阵 这样行军是兵家大计 一旦被人从中间切断 那首尾就无法相顾 但安守忠摆成这样的阵势 就是反其道而行 故意引诱官军 从中间截断他们 郭子怡并没有意识到危险 自然的率军突击叛军中间 叛军被截成了两截 正在郭子怡自觉要胜利的时候 被截断的两截叛军突然变证 两截各自成军包围了官军 局势立马逆转 官军溃败 军之军械全部抛弃 郭子怡退到武功 三打长安再次失败 长盛将军郭子怡 竟然遭了安守忠的道 可见叛军中也是人权积极 稳定好局势后 郭子怡亲自来敬见李恒 请求贬官谢罪 李恒把郭子怡从司空贬为了卓普业 郭子怡离开河东的时候 让河东探守 马成光留守 叛军将领天天忍 带兵攻打河东 马成光丝号不拒 带兵迎战 但敌我双方力量悬殊 就在马成光快守不住的时候 突然来了帮手 陕军叛将杨武钦 早就有了贵乡官军的想法 他见河东危急 知道这是一个带罪立功的好机会 就杀了成都不愿意跪降的将领 然后带兵去支援河东 天天真见官军突然来了援军 抵挡不住 带兵撤退 河东得以保全 后来 叛军为了报复杨武钦 发兵攻打散军 杨武钦不敌 战时 叛军突成 公元756年10月 到757年的5月 大半年的时间 官军三次尝试收复长安 都被叛军挫败 尤其是第三次的进攻 丢了大量的军需 这让李恒李毕 只得另想其他办法 在郭子仪的建议下 李恒再次向回合借兵 只等回合兵到了 想办法再攻长安 其实这段时间 其他的一些地方 也发生了剧烈的对战 山南东岛节路时 卢炯 也是抗击叛军的急先锋 一直守在南洋 叛军将领田成士 多次率军攻打 始终拿不下来 后来田成士 也采取了随扬的战法 为而不打 卢炯困在孤城 无人救援 渐渐的城中的粮食 就吃完了 城内到处都是饿死的人 就连一只老鼠 也卖到了数百钱之多 李恒得知南洋的困局后 就让襄阳的官军 想办法支援 原本襄阳太守魏忠锡 认为南洋没有守的必要 不想枉费精力救援 正好从河北来到襄阳的 颜真卿 得知了此事 力劝魏仲西支援 在襄阳冠军的努力下 还是运了一些粮食 到了南洋 但南洋被围时间太久 实在难以支持 卢炯只得放弃南洋 带着剩余的数千名守城将士 冲出包围圈 逃往襄阳 田成士带兵追击两天 多次交锋 但还是没有拦住卢炯 卢炯顺顺利的到了襄阳 卢炯坚守南洋一年多 使得叛军始终无法侵扰江汉 为保障运输线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上党截斗使 陈天理 之前收名为陆州长使 和汪承业一起进入的河东 上党这个地方 是重要的战略位置 北上威胁太原 南下又能攻打洛阳 加上陈天理手上有数万大军 所以他一直是叛军的防范重点 叛军也一直想拿下此地 多次派兵围攻陆州 陈天理也不是吃素的 戳败了叛军的一次次的进攻 后来朝廷在陆州 泽州等地设置了上党截斗使 让陈天理担任 八月底 叛军将领蔡西德 再次来攻打陆州 陈天理坚守不出 蔡西德每日带领清洗兵 在城下骂战 陈天理见蔡西德人少 想要勤住他 九月初二 陈天理突然带领百余人冲出城 勤拿蔡西德 蔡西德赶来骂战 也不是什么准备都没有 叛军大军就在后面 叛军见陈天理出来 一窝蜂地围了上来 陈天理连忙 想返回城内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城门口的桥突然坏了 陈天理掉到了护城河中 被叛军捉住 陈天理被捉的时候 还向随心的骑兵喊了一声 我不幸被捉 这是天意 你们回去之后 告诉诸位守城将领 让他们好好守城 宁可失去主帅 也万万不能失去城池 果然陆洲城虽然主帅背擒 但依旧顽强地坚守了下来 蔡西德拿不下陆洲 只好把城天理送到洛阳 听安清旭发落 安清旭得了城天理 先是右翔 右翔不成囚禁了起来 此时的凤翔 李恒终于等到了回合兵 他大宴诸将 准备再次进攻长安 那这一次 能否顺利地拿下长安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回合在唐廷收复两斤的过程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回合兵骁勇善战 李恒继维后 就派人联络上了回合 双方结为了同盟关系 敦煌王李成菜 还做了回合可汗的女婿 后来回合出兵 和郭子怡一起 平定了铜锣之乱 李恒三打长安势力后 在郭子怡的建议下 再次前史向回合戒兵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 中晚堂风云 我是杨立辉 回合怀仁可汗 接到李恒的戒兵信息后 讨价还价一番 派儿子叶护和大将军帝德 带领精兵四千来到了凤乡 大家不要觉得四千人很少 当时唐廷的官军 除了边防军外 其他的都是临时招募的兵 战斗力和边防兵 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四千骁勇三战的精兵 真的可以改变战场的胜负 李恒见回合兵 顺利的到了凤翔 设宴招待了叶护等人 对叶护的要求无所不从 好在叶护也失去 并没有在魏力攻前 就提太过分的要求 大家你好我好的亲切了一番 公元757年 智德二载 9月12 李恒见科鲁军都到齐了 就让天下兵马元帅李恒亲自做祖帅 把朔坊等阵西域各国和回合兵 全部交给了李恒 共计15万人 对外号称20万 李恒从凤翔出发 带着叶护向扶风而去 其他的各路军也约好了在扶风集合 路上李恒对叶护特别的好 还和他结为了兄弟 到了扶风后 郭子怡又宴请了三天 9月25 各路大军同时从扶风出发 9月27 大军抵达了长安城西 叛军自然也知道官军的动向 于是清朝而出 共计十万大军 列阵迎敌 双方相似在相亲是北 两军队员 我先来介绍一下阵容 官军这边 郭子怡居中 李四叶在前 王思李在后 叛军这边 安守中压阵 李归人当先 一边是五万大军 一边十万之众 大家看看这阵容 明显就是要决战了 首先有动作的是叛军 李归人带兵出阵挑战 李四叶迎敌 李归人和李四叶一结束 李归人不敌后退 官军弃胜 追赶叛军 一直追到了叛军大军前 这时候 叛军万箭齐发 官军不得不后退 其实 这就是李归人耍的伎俩 他故意引诱官军前锋脱离队伍 官军退却 叛军自然要追杀 这次反追和刚才不一样 刚才是有预谋的后退 叛军军士们心里有底 不会溃散 现在官军后退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很容易引起全面的溃败 如果前军带中军 中军连后军 一窝蜂的全部溃败了 那官军这次清朝出动 真的就成为了最后一战 就在官军前锋要溃散的关键时刻 前锋主将李四叶大声喊道 现在不拼死抵抗 官军就彻底没了 说着他解开上衣 赤裸上身拿起大刀冲到前线 一口气斩杀叛军数十人 叛军打惊不敢上前 这才稳住了官军的针脚 然后李四叶又让前军将士 全部换成大刀并排向前推进 索向披靡 叛军抵挡不住 纷纷后撤 都知兵马死王南德这一次也应勇了一把 他为了救自己的部将 被叛军射中了眼眉 垂下的皮肉遮住了眼镜 他一咬牙拔掉剑头 扯掉皮肉 顿时血流满面 但他依旧奋勇作战 原本叛军在附近还射了埋伏 这一次官军很幸运 探子发现了埋伏 蒲顾怀恩带着回合兵直奔扶兵而来 叛军大惊 叛军将士得知后手被迫 士气大跌 解决扶兵后 李四叶 蒲顾怀恩和回合兵 绕到了叛军后面 和官军主力甲级叛军 叛军大乱 白刃战打了近四个时辰 叛军被斩杀近六万人 其余的人溃败逃入了长岸城中 这时候的叛军已经完全没了斗志 在城中喧哗不已 随时要弃生而逃 蒲顾怀恩对大元帅李玉说 贼军马上就要弃城而逃了 给我两百骑兵 我去把安守中李贵人捉回来 没想到李玉却说 将士们作战已经很疲劳了 暂且休息休息 等到明天再说吧 蒲顾怀恩继续争取 李贵人安守中 都是贼军中萧将 此乃天赐良机 为何要放过他们 他们以后再掌兵权 依旧是我们的心腹大患 到时后悔就完了 战场瞬息万变 为何要等到明天呢 李玉听了不为所动 坚持不肯作兵 还让蒲顾怀恩先回营休息 蒲顾怀恩回去后 怎么都想不明白 觉得如此良机浪费了 实在可惜一晚上又跑了四五次 到李玉这边请站 但李玉就是不肯 等到了天亮探者回报 说安守中 李贵人 张通如 天前真等人已经逃跑了 其实关于李玉 为啥不肯派蒲顾怀恩 去捉拿叛将 我也没找到合理的解释 大家有知道的 请弹幕或者评论 给我解议一下 既然叛军已经逃跑了 那就收拾收拾 去接手长安吧 于是李玉下令 官军进入长安 当初李恒为了得到 回合的支持 和回合约定 只要拿下长安 土地和男子会打糖 钱财和女人会回合 现在拿下了长安 回合王子叶护 就要按约定办事 李玉连忙走到叶护马前 拜了一拜 说道 现在刚刚拿下西京 如果大肆抢掠 那东京的百姓 就会替叛军死守 咱们很难再攻克 希望你到了东京 才履行约定 叶护见李玉 给自己下拜 赶紧下马回拜 并跪下来 对李玉说 我当率军 为殿下 拿下东京 说完 就带兵 会同蒲骨海恩 还有西域兵马 绕过长安 驻扎在城外 随时准备东征 百姓 军事 包括胡人 见李玉这样做 都纷纷称赞李玉 是华谊共主 甚至李恒 遮到了此事 也感叹自己 比不上李玉 李玉打军 在长安三天 稳定好长安的局势后 开拔 杀乡洛阳 捷报传到凤翔 李恒很激动 立马派人到蜀地 向李隆基 禀明此事 请李隆基回京 另派左朴叶 再平免到长安 告慰祖宗 并安抚百姓 李弊此时 还在李玉军中 李恒派人 接李弊 回了凤翔 并说明 自己已经派人 去接上皇了 李弊询问李恒 是如何说的 李恒回答道 朕请上皇回京 自然要还朕于上皇 朕自己回东宫 做太子 李弊说 上皇肯定不会回来了 李恒惊问为何 李弊说道 于情 于礼于时 上皇都不会回来 现在让群臣 给上皇上贺表 就说自从 马为义之别后 圣上无日不再 思念上皇 现在收复西京 请上皇回京 以便陛下能奉养左右 这里面欠测的 还是李恒 扇子登基 怎么面对李隆基的问题 李恒 想直接还政于李隆基 自己继续做太子 这样的话 李隆基就等于 夺到李恒的胜利成果 正常人都不想被夺权 李隆基自然 也就不能真的回京 如果只是说 作为儿子 想宵禁父亲 和权力完全不三边 那二人之间 最敏感的问题 就绕过去了 李隆基自然 也乐得回京 由此可见 李弊为了李恒 真是操碎了心 当夜 李恒又和李弊 对他而眠 李弊对李恒说 福克西京 臣已经报答了 陛下的知遇之恩 请陛下准许我 做回贤人 还有什么 比这更高兴的事情呢 李恒不解的问道 镇宇先生多年来 共历患难 现在镇时到了 享乐的时候 为何要离开镇呢 李弊回答道 臣有五步可留 请陛下让臣离去 可免臣于死地 李恒不解 李弊继续说道 臣于到陛下的时间太早 陛下誓臣太重 宠臣太深 臣的功劳太大 事迹太奇特 此五条 就是臣不能留下的原因 李恒听后 默然很久 才张口对李弊说 现在很晚了 先睡觉吧 明天再说 李弊不肯 继续说道 陛下和臣同床而卧 都不能同意我的请求 何况以后在大殿上呢 陛下不答应我离开朝廷 实际上就是在杀我呀 李恒见李弊这样坚持 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没想到你对阵 没想到你对阵有这么大的疑心 难道你以为我是阅王勾剑吗 李弊回答道 要杀臣的不是陛下 而是臣刚才说的五个理由 现在陛下代臣如此之好 尚且还有不敢明言的事情 等天下安定了 臣哪儿还敢再说呀 李恒听了许久 问道 你说的是朕没有同意你的北伐策略吗 李弊说道 不是的 臣所不敢说的 是剑宁王李谈的事情 李恒说道 剑宁是我的爱子 英勇果断 立有大功 朕岂能不知 但他受小人教唆 想要谋害兄长 图谋太子之位 正为射击大忌 不得不除掉他 请难道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吗 李弊答道 如果他真的有此居心 广平王应该怨恨他才对 但广平王每次和臣言及此事 乌颜流涕 称剑宁王是被冤枉的 我现在决心离开 才敢说这件事 李恒说道 剑宁曾夜里摸广平的门 就是想要害死广平 李弊说道 这都是谗言哪 剑宁王孝顺有爱 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再说 陛下之前想让剑宁王为元帅 是臣请求改认为广平王 剑宁王如果有谋害广平王至今 应该深恨臣才对 而他却认为臣是中心 对臣更加亲密友善 以此可以看出他的心意啊 李恒听后 伤心地说 先生所言极是 既往不咎 朕不想再听闻此事了 李弊的这一番话 看似是给李谈翻案 实际上是给李恒打玉方针 之后他又介于武则天杀子之事 劝李恒以后不要对李玉下手 李恒听了表示同意 李玉评判立了大功 张良帝和李甫国 已经暗中散布谣言 准备对李玉动手 李弊的这一番话 实际上是给了李玉一张附身符 解决了李玉的后患 李弊再次请求归隐 李恒无奈 只得同意了 李弊在李堂最危急的时候 力挽狂澜 现在局势已经明朗 他能激流勇退 真的让人钦佩 大家不要以为 李弊的历史使命就这样结束了 后面还有他大显神威的时候 咱们到时候再详细地给大家介绍 好 说完李弊 咱们把目光转到东部战场 十月初 郭子怡带着反汗联军 追击叛军来到同关 之前咱们说过 同关向西防守能力 完全没有向东防守能力强 郭子怡很快地就拿下了同关 斩杀叛军五千人 之后 官军很顺利地 又攻克了华英和红农二军 郭子怡把抓住的俘虏 送到了凤翔 李恒本想全部杀了了士 但在监察御史李勉的圈奸下 还是赦免了这些俘虏 十月初八 官军又收复了上洛军 叛军这边 从长安逃离的张通乳 收拢残军 守在了散军 安庆旭也调集了洛阳全部的兵力 在盐庄的带领下 到散军和张通乳会合 共有十五万人 十月十五 李狱到了散军 他让主力驻扎在山北 夜户带着回合兵 到山南搜索叛军 没想到竟然是主力部队 先和叛军相遇 叛军一三列阵 郭子怡带兵出击 但此次出击并不顺利 反而被叛军追赶了一阵 正在这时 回合兵从山南绕了过来 攻击叛军后背 叛军转头一看 发现来的竟然是回合兵 下的后退 可见回合兵战斗力有多强 郭子怡趁势 带着官军夹击 叛军在前后的夹击下 大败 失衡遍野 严庄和张通如放弃散军 向东逃去 李玉和郭子怡 不顾怀恩等人 分兵追击叛军 严庄逃回洛阳 告诉安清旭兵败的消息 并劝他放弃洛阳 安清旭本来就是一个 没有组件的人 一切听严庄的安排 现在严庄说守不住了 那他自然的要赶紧逃命 10月16 安清旭杀了囚禁在洛阳的 唐将格苏汉成千里 等三十余人后 逃出洛阳 逃往河北 10月18 李玉摔大军 进入洛阳 回洛兵按约定 在洛阳城中大肆抢掠 李玉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最后 洛阳百姓凑了一万匹裸紧 贿赂回洛兵 回洛兵才放弃抢掠 10月21 郭子怡派左兵马使张庸记 又武红使焚世之 带兵攻打河阳和河内 岩庄打不过 主动来降 安清旭没了岩庄 就等于没了主心骨 畅皇的逃到了夜城 到达夜城的时候 仅仅剩余三百骑兵 一千步兵 阿史纳成庆等将领 分散的逃到了 长山 赵郡 范阳等地 好在攻打上党的蔡西德 攻打尹川的田城市 和驻守洛阳的武令群等人 撤兵回到了夜城 安清旭才穿在夜城 站稳脑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守在陈流的银子棋 被陈流人杀了 此时 距离他空或碎阳 仅仅十余一天 如果张寻他们 能够再多坚持十几天 结局就完全不一样了 至此 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 收归唐庭所有 李恒收复两斤的梦想 得以实现 李玉和郭子怡 带兵回到长安 回合兵也在 得到李恒的赏赐后 返回了回合 但收复两斤 只是评判的阶段性胜利 面对逃到河北的 叛军各部 作为后人的我们都知道 官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辉 唐主李恒用了近一年的时间 先后四次发兵长安 最后还是在回合兵的帮助下 才收复了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 完成了他心目中最重要的评判任务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中晚唐风云 我是杨丽辉 公元757年 智德二载十月 官军赐福洛阳后 李恒一边从凤祥赶往长安 一边派人接李隆基回京 远在蜀地的李隆基 一共收到了两轮上表 第一轮就一表是李恒写的 意思是让李隆基回来继续做皇帝 自己滚回东宫做太子 李毕知道后 断言李隆基看到表文一定不会回来 他给李恒出主意 让群臣再上一轮贺表 只说李恒很想念父亲 请李隆基回京 以便李恒尽孝 果然李隆基看到李恒的上表 表示不想回去 等他再看到群臣的上表后 才高兴了起来 甚至在吃饭的时候 还看了歌舞表演 吃完饭就定下了回京的日子 由此可见 李隆基是真心想回去的 李恒这边 十月二十三 他进入长安 城中百姓出城二十里迎接李恒 一路上百姓连绵不绝 兴高采烈的高扑万岁 有些有才的还跳起了舞蹈 李恒来到大明宫 遇使忠诚吹气 把当时投降叛军 做了伪职的官员们 全部截下头巾 光照脚丫的带到了宫门前 让他们垂胸顿足 痛哭流涕的向李恒谢罪 并组织了百姓为官 洛阳这边 李玉抓住了以陈希烈 张继为首的投降叛军的官员 三百多人 这些人心里清楚 被官军捉住 除了求饶 别无生路 各个身穿束缚 痛哭谢罪 李玉性格人厚 再加上这群人 大多是被裹挟在一起的 觉得没有必要杀他们 就上表给李恒 请求放了他们 但李恒并没有直接同意 而是让李玉 把他们全部押送到了长安 这些人被押送到长安后 吹气让这群人又表演了一遍 之前长安委职 表演过的节目 然后把他们全部押送到了 大理事和经兆府的大狱中 除了长安和洛阳的相关 其他郡县投降的官员 也全部关进了大牢之中 等待进一步的发落 11月初 广平王李玉和郭子怡 带兵返回长安 李恒对郭子怡说 吴之家国 由亲再造 李玉和郭子怡回京前 派河南截斗使张稿 带领卢 莱田 李之 李世叶 李焕等人继续清扫叛军 此时的叛军兵败如山倒 河南河东的叛军纷纷投降 河南河东只有北海军和大同军没有收复 11月22日 李隆基从蜀地来到了凤翔 跟随他一起来的还有600多军事 李隆基让军事们把武器全部交到了凤翔的武器库中 李恒另派了3000惊奇兵来迎接李隆基 12月初三 李隆基抵达了咸阳 李恒带着皇帝遗仗来接李隆基 咸阳有个望贤公 在这里 李隆基李恒父子 时隔一年半再次见面 短短的一年半发生了太多的事 对于李隆基来说 一切都已经是灼热黄花 就算心里有再多的不甘 他还是要配合李恒 完成面子上的谦让之礼 我来和大家详细的描述一下 他们是如何谦让的 李隆基站在望贤公的南楼上 李恒在跨到南楼的时候 脱下自己的黄袍 改穿纸袍 然后下马 小步快走的来到楼下 扶地叩拜 李隆基下楼 扶摸着跪在地上的李恒 哭泣不已 趴在地上的李恒 双手捧着李隆基的双脚 也是乌业不止 父子痛哭一番后 李隆基要来了李恒的黄袍 亲自给李恒穿上 李恒推迟不肯接受 李隆基表示 自己回京后 只想安度晚年 再三给李恒穿衣服 李恒推迟不过 只好穿上了黄袍 这一番父持指效的场景 引得围观的百姓 点点喝彩 之后 李恒亲自尝菜 父子签让正殿 我就不一一描述了 第二天 李恒陪照李隆基 从咸阳出发 李恒先是给李隆基签马 走了几步后 李隆基制止了他 让他也骑上马 李恒骑在马上 不敢走路正中间 在李恒一路小心翼翼的陪伴下 李隆基回到了长安 回到了他荣耀了近五十年的地方 击败完祖宗后 李隆基住进了新庆宫 大家注意一下 李隆基现在住的是新庆宫 后文中 他的这个住处 差点给他转来了杀身之祸 到时候咱们再详细地说 之后李隆基正式将传国宝 送给了李恒 虽然李恒早就拿到了传国宝 但他之前一直是供起来的 并没有真正地接受 此时李隆基亲传 他这才开心地收下了传国宝 处理好皇位的事情后 李恒要履行他做皇帝的职责了 首先 大赦天下 这次大赦 有些特例 和安禄山一起造反的 李林府的子孙 杨国宗的子孙不再大赦之列 然后大封功臣 封全国兵马元帅 广平王李裕为楚王 加郭子怡为师徒 李光碧为师空 其余有功之人 君按需进阶 嗜觉 不再一一表述 已经殉国的 比如李承 卢毅 严稿青 袁履谦 徐远 张寻 张继然等人 全部追封 子孙封官 普通阵王的军事 家里免除 赴税摇役两年 这里面有一个人 我专门的提议一下 上党节度是 成千里 因为他是被生情的 就算是后来被杀了 但他也没有得到追封 其实我觉得 李恒欠成千里一个公道 现在咱们给他补上 弹幕和评论区 打上成功千古 奖励完功臣们 李恒还做了一项 重要的改革 那就是把李隆基在天保年间改的地名 全部改了回来 就是说 短暂存在的郡 再次被废除 全部改成为周 郡探守 改为了周刺史 这真是一个 洗大谱门的决定 之后 咱们表述地名 就可以完全统一称 某某周了 但因为改革谱级 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会出现 郡名和周名混用的情况 另外 之前的文部 武部 县部 也全部改回了 吏部 兵部和刑部 接下来就是要处理 之前投降判决的官员了 李恒 让李部上书 李县 兵部是狼 吕尹 玉室中成吹气 殿中是玉室 李希云 组成了一个审判团 讨论如何处置这些相关 这里面的李县 就是之前告密李林造反的 江陵长使 李希云 就是之前咱们提到的安息行军司马 这四个人 对相关的态度 分成了两波 李县和李希云 建议从宽处理 而吕尹和吹气 则希望严惩 双方争执不下 最后 李恒取了中间职 让李县等人 把这些人分为了六等 最严重的 拉到菜市口 轻一点的 吃自尽 再轻一点的 张一百 再之后的 流放 点官 像袁河南尹 达西云一样 主动投降的 被判为一等 直接斩首示众 向袁宰相 陈希烈 在乘破后 归降叛军的 判二等 是致尽 其他官员 均按实际操刑 进行归类 一一处理 这里面有个特例 就是和陈希烈 一起投降的张继 他应该被归为二等 但因为他和李恒 关系比较好 加上他是老宰相 张月的儿子 李恒想要赦免他 但李隆基觉得 张继作为皇亲国戚 危难之时 完全不考虑国家 不能轻易赦免 最后 二人又取了中间职 把张继 回放到领园去了 其实 李恒杀降官的这个决定 不能算错 但他太着急了 应该等天下平定之后 再去做这件事 现在匆匆忙忙的 把降官杀了 你让那些 还没有归降的官员 怎么办 他们是不是会跟着叛军 一路走到底 果然 跟随安清旭 逃到河北的官员们 再也不幻想 得到朝廷的特色 和叛军一起 顽强的抵抗官军 李恒对降官挺狠 可对于投降的叛军 却异常的好 叛军中最大的罪人 严装 反而被李恒 视为了私隆卿 其实站在李恒的角度 也好理解 他希望让叛军的将领们 看到朝廷是给他们 留后路的 不用舒适抵抗 这个方法 如果只是作为叛军看的 也还不错 但李恒坐着坐着 就把自己也带入了 他收复两斤后 竟然幻想通过朝安 来平定叛军 也正是他这个想法 给大唐带来了 无尽的后患 安清旭北逃 部下大将 被他奉为北平王的李归人 带着自己的部众和胡兵 共计万余人 逃往泛阳 他们回泛阳的这一路上 实行三光政策 所过之处 寸嘲不生 可怜河北 被史诗明 强掠一番后 又被李归人 清洗了一遍 范阳 是史诗明的地盘 他担心李归人 会宣兵夺主 就派了重兵 防范这一支 白抢之师 好在李归人 并没有和史诗明 较量的意思 在史诗明的招服下 大部分的人 都投靠了史诗明 胡兵中 只有通罗兵 不肯归附史诗明 史诗明 败兵就打 通罗兵不敌 逃回北方 一路上 所抢财物 全部被史诗明夺走 真的是当了一手 好快递员呀 史诗明的壮大 让安清旭 很没有安全感 安清旭想了一招 他派阿斯拉成庆 和安守中 到范阳征兵 让他们暗中 除掉史诗明 史诗明的部下 判官耿仁志 看懂了安清旭的阴谋 对史诗明说 您竭力为安氏效力 是因为受到了他们的胁迫 现在唐氏复兴 天子仁厚 您如果能率领部下 归顺朝廷 实在是一条 转祸为福的出路呀 另一个部下 吴成诗 也跟着 劝说诗明 唐氏复兴 安清旭 就好像树叶上的露水一样 难以长久 您为何 要跟着他一起灭亡呢 如果归顺朝廷 就能很轻易地 戏刷掉之前的过错 吴成诗 就是之前他们提到的 吴成恩的足弟 史诗明听后 觉得很有道理 等阿斯拉成庆 和安守中来到范阳 史诗明带领 数万大军出门迎接 而阿斯拉成庆 带的不过五千人 双方相聚一礼的时候 史诗明对阿斯拉成庆说 相公远道而来 范阳的将士们 很是高兴 但边缘地区的士兵 素来怯懦 相公带来这么多的人 士兵们都很害怕 不敢让你们进城 希望你们能够收起武器 这样才能让士兵们放心呀 阿斯拉成庆等人一看 这不听也不行呀 于是就按照史诗明的要求 放下武器才得以入城 史诗明引着阿斯拉成庆 安守中等人来到内厅 设宴招待 就在阿斯拉成庆和安守中 喝得真高兴的时候 史诗明派人给他们的部下 送粮食就地遣散 愿意留在范阳的重重赏赐 全部编入了自己的军中 第二天 阿斯拉成庆和安守中 酒醒后 发现自己的部众 竟然神奇地消失了 方才知道中了史诗明的计 果然没等多久 史诗明就把他们囚禁了起来 史诗明处理了阿斯拉成庆后 派人到长安上降书 表示自己愿意带领 所侠的一十三郡和八万士兵 归降朝廷 并说自己可以要求高秀岩 也一起投降 李恒接到史诗明的降表后 自然大喜 封史诗明为归翼王 泛阳节度使 朝廷为了取信史诗明 就让已经投靠史诗明的吴承恩 前往泛阳安抚史诗明 吴承恩在一路上没有受到阻碍 他一路走 一路宣读圣旨 恒州 赵州 济州 博州 昌州 盈州 定州 申州 德州 帝州 再加上史诗明所辖的 幽州等地 全部归顺了朝廷 除了向州和周边地区 还被安清序占据 河北再次归附了朝廷 河北的归附 算是为智德二载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时间来到了年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这两年 朝廷新设了 新平 上党 北海 河中 东川 西川 京黎 奎侠等节度使 过老年 李恒下召 改元千元 同时 爸已经喊了十余年的载 恢复成了年 所以新的一年 就是千元元年 大家看看地图 在这个时间点 全国除了安清序 在向州狗言参喘外 明面上 叛乱已经平定 的确 千元元年的前半年 基本上没有暂时发生 一切显得那么的和谐 既然没有大事发生 那咱们就选一些重要的事情 给大家快速的过一下这半年 正月 李恒停止了 搜查散落民间的国库财务 二月 李辅国兼任太普卿 他和张良帝勾结在一起 慢慢地开始 全清朝野 北海军的叛军坚持不下去了 也归附了朝廷 三月 李恒改红为成王 张良帝 如愿以偿地 被封为了皇后 正西节斗使 北庭节斗使 李世叶 平定了北庭兵馆 正西节斗使 就是以前的安息节斗使 五月 取消道采坊使 改处置使 为观察使 立成王李玉 为太子 其实 立太子的过程并不顺利 张良帝想让李恒 撤离他年仅几岁的儿子 为太子 就在李玉犹豫的时候 经过大臣们的劝谏 李恒还是立了李玉 为太子 七月 在第五期的建议下 发行千元重宝 一枚千元重宝 相当于十枚旧币 同时 他还主持了研发改革 稳定了当时的经济 大大的提高了财政收入 这一切看起来 好像已经恢复了正常 那李恒就要着手 消灭安清旭了 为了彻底的孤立安清旭 首先还是要处理好 范洋的史诗明 虽然他归向了朝廷 但实际上 他依旧割据一方 并不受朝廷节制 李恒的做法 是让人架空史诗明 然而就在李恒觉得 万无一失 拿下史诗明的时候 架空行动出了意外 使得史诗明和安清旭 再次联合了起来 这次联合可不得了了 直接爆发了 历史上著名的 叶城之战 也正是因为叶城之战 让原本已经消停的叛乱 再次乱了起来 那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呢 叶城之战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 拿下两京 收复河南河东 史诗明归乡 公元757年的最后两个月 被叛军占据的大部分军县 回到了唐廷的手中 给人一种马上就要天下太平的感觉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中晚唐风云 我是杨立辉 从地图上看 评判速度之所以这么快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史诗明的主动归降 唐主李亨得了这么大的便宜 自然要重重的赏赐史诗明 但他也清楚 自己是调不动他的 于是李亨封史诗明 为归义王 泛阳节度史 依旧镇守在幽州 河东节度史 评判大功臣李光碧 之前被史诗明围困在太原 自然对史诗明怀恨在心 他听说史诗明主动归降朝廷 就上奏给李亨 让李亨早做除掉史诗明的打算 李亨也觉得史诗明待在泛阳太危险 随时可能再次叛乱 就同意了李光碧的奏庭 史诗明手下有一员大将 名叫吴承恩 他的父亲名叫吴之义 曾经是史诗明的领导 对史诗明很不错 吴承恩原本是信毒太守 在史诗明攻打河北的时候 丝毫没有反抗 就投降了史诗明 史诗明固念旧情 对吴承恩很不错 其实吴承恩并不是真心想做叛军 和朝廷保持着藕断失联的关系 李亨根据李光碧的建议 决定把除掉史诗明的任务 交给吴承恩 他受吴承恩为泛阳节度赴死 明面上让他带圣子去撤逢史诗明 暗地里给了他一张免死铁券 让他以此拉拢被囚禁在泛阳的阿斯纳成庆 想办法联手除掉史诗明 吴承恩到了泛阳 并没有立马联系阿斯纳成庆 而是暗中鼓动军事和他一起除掉史诗明 军事中总有些人是史诗明的亲信 就把吴承恩的所作所为告诉了史诗明 史诗明刚开始还不相信 但他也觉得有必要试一试吴承恩 他以吴承恩是宣子特使 一路辛苦为由 把吴承恩留在了自己府中休息 他在吴承恩床下藏了两个人 让他们偷偷观察吴承恩 为了尽快让吴承恩暴露 史诗明又让吴承恩在泛阳的儿子去看望吴承恩 到了夜里 吴承恩对他儿子说了自己的真实来意 床下的两个人听得清清楚楚 他们大呼一声从床下跳楼出来 抓住了吴承恩 在吴承恩身上收出了棉石铁券和李光碧的密信 又收出来一本厚厚的名册 上面全部都是和史诗明一起造反的将士名字 史诗明见吴承恩果然是朝廷的密使 大怒责备吴承恩 吴承恩把责任全部推到了李光碧的身上 史诗明清楚 朝廷是无法再相信了 决定再次反叛 他召集三军 哭着对大家说 我以十三万之众归降朝廷 有何辜负陛下之处 陛下却要杀我 说完就杀了吴承恩父子 并租联了两百多人 吴承恩的弟弟吴承车 得知事情败露很机灵的逃出了范阳 投奔李光碧去了 史诗明上昼责问李亨 李亨派人去宽慰史诗明 把责任又推到了吴承恩的身上 正在这时 范阳收到了朝廷诛杀 打西群陈希列等判官的信息 史诗明对部讲说 陈希列等人都是朝廷重臣 上皇西陶之时弃之不顾 现在他们依旧难逃一死 更何况我等本来就是跟随安禄山造反的人呢 朱将听后心中也是不安 出主意让史诗明上表 要求诛杀李光碧 史诗明之前被李光碧屡屡打败 早就哼透了他 如果能借机除掉李光碧也是极好的 于是他就让耿仁智来起草表文 耿仁智就是之前劝史诗明归降朝廷的人 他本心是不想造反的 所以一直设法从中周旋 现在他得知史诗明要上表诛杀李光碧 知道这封表文真的传上去 那朝廷和史诗明就再无回转的可能 所以他就把诛杀李光碧的要求 偷偷地删掉了 史诗明得知此事后大怒乱棍打死了他 虽然史诗明没有明面上起兵 但大家都知道史诗明已经和朝廷决裂了 安清旭这边 他逃到叶郡的时候 步众虽然被打得分崩离析 但还是守住了以叶郡为中心的书郡之地 兵甲粮草上算充足 但他却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人 就算河南河东河北纷纷归降朝廷 就算自己被孤立了 依旧阻止不了他的享乐打击 他热衷大兴土木 每天只是以饮酒为乐 不管军政之事 跟在他身边的 也只剩下了蔡希德 张通汝 崔潜佑等人 蔡希德颇有才略 他的部队是安静旭手下最精锐的部队 但他性格刚正 情商太低 惹怒了张通汝 张通汝本来就是个小人 哪管什么大局 进餐 害死了蔡希德 蔡希德的部众吓得逃离了叶俊 其他各部也有兔子乎贵的感觉 不肯再卖力 安静旭见状任命崔潜佑为天下兵马使 中览兵权 但崔潜佑这个人力气太重 完全没法聚拢将士 所以此时叶俊的部队可以说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但令人不解的是 李恒在收复两斤后并没有穷追猛打 这使得安静旭在叶俊又多存活了一年 公元758年 前缘元年9月21 李恒终于要收拾安静旭了 他派说坊截斗使郭子怡 淮西截斗使卢炯 星平截斗使李焕 华浦截斗使徐书记 镇西北平截斗使李世叶 郑蔡截斗使纪广称 河南截斗使崔光远等七个截斗使 外加上平鲁兵马使董秦 共计二十万马步军 去攻打魏州夜军 又命河东截斗使李光碧 关内折禄截斗使 王司李二人带兵驻战 一共九截斗一兵马使 阵容不可谓不强大 但李恒却没有给这个庞大的队伍设置主帅 反而设置了一个总的军容官家使 也就是之前的监军 这个监军是个太监 名叫于朝恩 大家估计好奇 为啥李恒不设主帅呢 原因让人啼笑皆非 竟然是因为 他觉得郭子怡和李光碧 都是国之名将 让一个管另一个 另一个肯定不服 所以干脆不设主帅 李恒的脑回路实在清奇 一来大军没有主帅 肯定不能统一调度 二来李光碧原本就是郭子怡的部下 根本不存在服气不服气的问题 然来就算他二人功劳相当不好分个高下 那至少可以设两路军 让他们各带一路 不设元帅那其他的几路大军也没了统一的指挥 更重要的是 不设元帅却设了总的监军 那这个监军就没人制衡 岂不是要让这个太监来统筹全局了 不管怎么样 既然是皇帝这样安排的 那各路军自然也不会说什么 于是各路大军也就稀里糊涂的出发了 九节度里面有两个人 我特意说明一下 一个是华谱节度使纪广称 他在勇皇之乱中 关键时刻投降了冠军 自然得到了重用 另外一个是河南节度使崔光远 他在收复两斤过程中也立了一些功劳 被受为了节度使 监军于朝恩本来就是一个弄称 只是受到李恒的宠信 才得以掌握大权 讲到这儿 我想吐槽一句 李恒并不是救世圣人 他任人为亲 和李隆基后期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朝廷里面充斥的 全是溜须拍马的小人 而像严真卿张寻这样的 只能在外地做个小官 言归正传 十路大军兵分十路 向向州进发 郭子怡这一路 十月初五 从杏元渡河来到霍家县 驻守霍家的叛军将领是安太清 郭子怡在霍家大破叛军 斩首四千余人 安太清退守魏州 郭子怡继续进兵 围攻魏州 卢炯 纪广称 崔光远 李世叶等人 也渡过了黄河 在魏州和郭子怡会师 安庆去这边 他得知魏州危机 派了七万大军兵分三路前来救援 上路军由崔前又带领 下路军由天宗寺带领 自己亲率中路军 双方在魏州城外碰了面 郭子怡埋伏了三千工农手 在军营墙壁的后面 自己带兵去挑战安庆去 两军接触 郭子怡假装不敌 相互退去 等叛军追到军营前 三千工农手突然站出来 向叛军猛射 叛军自然后退 郭子怡带兵回杀 叛军大败 俘虏了安庆旭的弟弟安庆和 郭子怡没有二话 直接斩杀了安庆和 安庆旭兵败向向州逃去 官军们收复魏州后 一路追赶安庆旭 到了叶城 叶城是历史名城 位置随着时间不同 也略有不同 唐朝时期的叶城 其实就是安阳 这时候 徐书记 董秦 王思李 和李光碧 也陆续赶到了叶城 基本上各路军算是到齐了 安庆旭收拢残军 和官军在仇四岗又打了一仗 结果还是惨败 前后被斩首三万多人 安庆旭知道自己不是官军的对手 就退入城中 坚守不出 郭子怡等人 见安庆旭一直不肯出战 就分了崔光远这一路军 去攻打魏州 其余的人继续围困叶城 10月15 魏州被崔光远拿下 叶城这边 城内的安庆旭无计可施 派人向十十名求援 承诺只要十十名来救他 他就把皇位让给十十名 十十名一看 还有这样的好事 于是 进发泛洋兵一十三万 来救援叶城 十十名是百战将军 行军调度 有章有度 他并没有一窝空的 全部来到叶城 而是先派李贵人 带兵一万 驻扎在府洋 远远的为安庆旭造势 先稳定住安静区的军心 而史诗明 把剩下的兵 又分了三路 一路走行州明州 一路走记州贝州 自己轻率一路 前往魏州 他想趁崔光远 在魏州立足不稳之际 能打下魏州 崔光远部下 有一员猛将 名叫李初音 他算是崔光远 这一路军 最能打的一个 史诗明来封打魏州 崔光远 让李初音 前往迎战 因为叛军人说众多 李初音连战连败 只得退回城中 叛军追到城下 对城上的守军喊话 说自己是李初音 领过来的 想要离间冠军 崔光远果然中计 将李初音腰斩了 李初音作战勇猛 深得军心 他一死 四起大爹 军心涣散 崔光远 抵挡不住叛军的进攻 孤身逃回到了汴州 十月二十九 史诗明攻克魏州 斩杀官军三万人 史诗明拿下魏州后 并没有继续进兵 去救援夜城 反而在魏州 住了下来 一个月后 正月初一 史诗明在魏州城 修建祭坛 自奉为大胜燕王 官军这边 他们搞不清史诗明的想法 也不敢贸然进攻 但这样一直掉着 也不是办法 李光碧建议 史诗明得魏州 却按兵不动 就是要等我等松懈 然后用精兵突袭 不如我和朔方兵 一起进逼魏州 主动向他挑战 之前我们在家山 曾大败他 想来他一定有所忌惮 不敢贸然出击 我们只需要在魏州 拖住他 那夜城肯定守不多久 等安庆旭死了 他也就失去号召力 没理由再去指挥 其他叛军 这个计策其实挺好的 叛军之所以 还能凝聚在一起 安庆旭这个皇帝名头 挺重要的 如果安庆旭死了 那叛军想必会 土崩瓦解 没想到这么好的建议 监军于草恩 却觉得不好 直接反对 众人只好作罢 时间就这样 一天一天的过去 官军力行攻城 叛军坚守不出 双方继续的消耗着 正月28 正习截斗使李世叶 在攻城的时候 被刘剑射中 不至身亡 正习兵马使 立飞远礼 接替他指挥部队 除了立飞远礼外 正习军中 还有几人 也值得说一下 那就是之前 咱们提到的端秀石 他被李世叶 表为了淮州长使 负责正习的 梁朝后勤 此时各路军 因长时间的用兵 后勤都一点跟不上了 只有正习军的补给 源源不断 到了二月 郭子怡等人 想了一招 他们把张河的水 引入到了夜城 为了彻底 淹死夜城 他们还在夜城外 修筑了两圈墙壁 夜城的水位 据说高的 连水井都向外冒水 夜城内的人 只能修筑高脚屋来住 到了此时 夜城已经被围了 长达五个月 城内的粮食早就吃完了 一只老鼠都卖到了四千钱 而官军这边 所有人都知道 夜城肯定支持不住 但因为没有统一的指挥 各自行事 就算是城内的守军想投降 也找不到出来的路 因为购路官军都在忙着放水呢 时间一长 官军也疲惫至极 士气低落 这五个月 安静旭苦苦之称 就是在等史诚明的救援 史诚明真是个高手 也不说不救 也不真的来救 就这样远远地看着 而夜城攻守双方 都在这样的对峙中 消耗着 看来史诚明要把渔翁捉到底了 直到2月15 史诚明见官军和夜城军 都到了临界值了 才带兵从魏州出发 前往夜城 他走到距离夜城五十里的地方 又停了下来 他让军事们击鼓 给夜城守军希望 让他们不要轻易投降 史诚明又选了精气兵五百人 每天到官军各营前抢掠 官军如果出战 这群人就会赢 官军退了 他们再来抢掠 这样一弄 官军打财的 运良的都不敢出来了 弄得官军繁不胜翻 史诚明另派了一些人 穿上官军的衣服 到官军的聊闹中 劫服军粮 对于运良的人又打又骂 不高兴的时候还杀几个人 弄得玉良的人也怨气冲天 官军被他们这样一搅和 缺一小时军心换散 史诚明见官军被折腾得差不多了 终于拔营来到了城下 和官军约定决战的时间 三月初六 官军步兵骑兵 共计六十万人 列阵在安阳河北 史诚明带精兵五万前来交战 官军没想到史诚明 只带了这么点人 还以为是一群闪兵游泳 就没有太在意 等到快接近的时候 官军发现这支部队 是史诚明亲自带队 这才确信 这就是史诚明的阻力 史诚明也没有废话 带兵就打 李光碧 王思李 徐书记 和卢炯等人 带兵迎战 双方杀了起来 卢炯被乱军射中 郭子怡肩打了起来 连忙率兵支援 还没等郭子怡赶到战场 突然狂轰大作 杀石树木 漫天飞舞 顿时天昏地暗 不变方向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打风 把两边的人都吓了一跳 都以为自己踪迹了 各自后退 官军向南 叛军向北 武器铠甲 军用武之丢得满地都是 此时打乱 谁也说不清楚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郭子怡也搞不清楚情况 他以为其他地方的叛军 会趁机攻打洛阳 手足洛阳才是当武之急 于是他命令部队 赶紧向和阳方向撤退 企图早一点 占领和阳桥 郭子怡为了加快行军速度 一万战马跑到和阳的时候 只剩三千了 武器开甲也基本上 一事殆尽 洛阳的官民 见官军如此狼狈的后撤 都以为前线大败 纷纷逃离了洛阳 东都留守崔元 河南引苏正等洛阳官员 直接放弃了洛阳 逃到了邓州 湘州 除了郭子怡 其他各阵也带着本部人马 撤回到了本镇 这些部队的军事 一路上和叛军没有两样 也是大肆强掠 忽若辉辉 将领们和当地的官员 完全控制不住 一直乱了十几天才安定了下来 十路大军只有李光碧和王思里的部队 曾建制的安安稳稳地撤回到了本镇 郭子怡来到河阳 想要守住河阳城 但被后来的友军相互惊扰 也不敢一直留在河阳 又向后撤到了阙门 在这里 他收拢残兵清点人数 仅仅只得了几万人 纵将建议放弃洛阳 改退到浦州和陕州 都于侯张庸记说道 浦州和陕州连年饥荒 不如坚守河阳 如果叛军来攻 全力坚守就是了 郭子怡也认同他的观点 于是又带兵回到了河阳 此时史诗明已经反应过来了 派人来夺河阳 幸亏郭子怡他们先赶到了 才保住了河阳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夜城之战 除了前期双方消耗外 真正的大仗刚开打 双方都败给了一股妖风 真是起哉怪哉 夜城之战 妖风吹飞的不仅仅是人和装备 还吹飞了大唐的几粮 这一战的势力影响特别深远 那具体有什么影响呢 被妖风吹跑的叛军去了哪呢 叛军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 安史之乱的第二阶段 是以夜城之战的惨败开始的 官军六十万大军 七个月拿不下夜城 反而被拖得疲惫至极 夜城援军史诗明 原而不救 直到官军和夜城守军都快撑不住的时候 他才出来和官军决战 双方刚开打 一股妖风把官军吹得大败向南而逃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中晚堂风云 我是杨立辉 其实这股妖风吹跑的不仅仅是官军 叛军也被吓了一跳向北逃去 史诗明一直逃到了沙河县 才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意外 连忙制止住了溃逃 而官军因为没有统一指挥 你带我 我带他 完全制止不住溃逃的事态 所以整体上来看 官军的损失更大一些 史诗明收拢好善兵后 反过来追击官军 看看能不能再捞点好处 幸好郭子怡早就意识到了 叛军会趁乱进攻 所以他在河阳做好了防御 史诗明得知郭子怡已经做好了准备 直到短时间内 进攻官军已经没了意义 就不再派人追击官军 他现在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 他带兵回到了叶城 但却没有进城 而是屯兵的城南 叶城的守军在官军溃败后 出来打扫战场 竟然得到了粮食六七万弹 这一下可怕安静旭高兴坏了 城内断粮已经好几个月 就连老鼠都吃完了 现在突然得到这么多粮食 别提有多幸福了 有了粮就有了底气 原本承诺把皇位 让给史诗明的安静旭反悔了 可现在史诗明就囤兵在城外 如果不让位 一言不合就可能打过来 安静旭找来了崔弦佑等一众将领 商议该如何处理 诸将心里都明白 跟着安静旭没有前途 大多数人心里想的还是跟着史诗明 于是就有人站出来 提醒安静旭不能忘记之前对史诗明的承诺 此时的史诗明 一不和城内通信 二不追击冠军 每天只是在军中宴请将士 城内的人坐不住了 终于有人站出来 表示想迎接史诗明 安静旭一看 果然不出自己的所料 站出来的就是那个眼皮最活的张通如 但他也清楚自己拦是拦不住了 白白手就随他们去了 史诗明见了张通如等人 痛哭流涕 重重的赏赐了他们 然后让他们回城回禀安静旭 史诗明在城外 一直等了三天 始终不见安静旭有任何的表态 他有点生气 觉得安静旭太不知道好歹 但皇位如果名字抢 肯定没有别人乖乖的送给自己好 于是他又秘密的找到了安静旭 让他想办法把安静旭弄出来 在没有谈好条件前 安静旭是不敢出现在史诗明面前的 万一史诗明来个寿心大发 那自己岂不是就要一年早逝了 可现在安静旭来逼自己 那他只得表态 他写了一封表文 让安静旭带给史诗明 说自己愿意称臣 并说等史诗明入城安顿好后 就奉上皇帝的应洗 史诗明见了这封让位的表文 心中大喜 但他还是要假装客气客气 他先把表文拿给将士们看 引得将士们高估万岁 然后他回写了一封表文给安静旭 说道 我愿意和你结为兄弟之国 顶足而立 相互援助 你我之间地位平等 你向我称臣 我万万不敢接受啊 安静旭看了表文大喜 还以为这是史诗明的真心话 立马同意了这个建议 并要求和史诗明 煞血为蒙 史诗明同意后 安静旭带着三百骑兵 来到了史诗明的大营 等他到了地方 才发现史诗明竟然是让军事 全副武装地接待他 心中暗道不妙 但到了此时 跑也没地方跑了 他集中生智 连忙地来到史诗明面前 边磕头边说 臣有负众望 不仅丢了两镜 还身陷重围之中 幸亏大王 看在太上皇的面子上 远道而来 就臣于危难 使得臣死而复生 如此大恩 臣无以为报 言外之意 就是要向史诗明称臣 史诗明听后 不惜反怒 丢失两斤 不足挂齿 你身为仁子 却杀父夺位 天理难容 今天我要替太上皇 除掉你这个逆贼 怎么会接受 你的谄媚之言呢 说完 当机闽人 把安庆旭 和他的四个弟弟 再加上崔贤佑 孙孝泽 高尚等人 全部杀掉 其他人 自然不敢有任何异议 纷纷表示 愿意归父 则是明霸张通如 李廷旺等人 全部受了官职 在城内城外的将领 一致拥戴下 史诗明接管了叶城 燕国最高权力的交接 就这样完成了 史诗明整顿好叶城后 派安太清 带兵五千 去攻打淮州 此时的官军 哪里过得上淮州 被安太清 轻松地拿下 史诗明本想一股作气 积蓄向西 但考虑到自己的后方 还不稳固 就留下自己的儿子 史曹毅 守在向州 自己带兵返回到了泛阳 一个月后 四月初八 史诗明在泛阳称帝 改元顺天 改泛阳为燕京 依旧使用大燕 作为括号 同时 他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改革 就是把周改为了郡 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唐廷称周 燕国称郡 周郡混用的情况 特别的严重 为了大家阅读更加流畅 我后面在遇到地名的时候 尽可能的称呼周明 必须称呼郡明的 才称呼郡明 就在史诗明整合叛军 和准备称帝的这段时间 唐廷这边 也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咱们先说说 败退的官军 实陆大军 李光碧和王思理 全身而退 郭子怡守在了河阳 正西军 在断秀石的接应下 渡过黄河 来到了河清 崔光远这一路 早在魏州 就全军覆灭了 其余的五路军 都是想着发的 往自己的驻地逃 逃跑的路上 和土匪没有区别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其中最严重的一路 是卢炯的淮西军 后来 卢炯听闻 郭子怡 李光碧 在撤退路上的所作所为 和他们比起来 自己真不是个东西 惭愧至极 羞愧之下 服毒自杀了 哥鲁军安顿好后 上表请罪 李恒竟然没有问责一人 只是把河南偷跑的官员 崔元和苏正 贬了官 从这一点看 李恒就不是一个英主 缺乏该有的果决 给人一种得过且过的感觉 也正是因为他这个性格 朝廷中书也慢慢变老味 变成了小人得知的乐土 自从收复两斤后 李弼走了 危机没了 李恒的伤进心也消失了 李辅国是他最新人的宦官 他在领悟的时候 就很器重他 任命他为元帅府 行军司马 但当时李弼还在 李辅国还翻不出什么话来 李弼走后 李恒更加的器重李辅国 每天让他侍奉在自己的身边 向宣子传命 应洗祈福 四方咒书 陈锡君号等一应事务 全部交给了他来处理 甚至到了后来 连京城的禁军 也都交给了他 李辅国和皇后张良帝 一应表里相互勾结 外朝内功几乎都把控在他们的手中 李恒对他们特别的信任 慢慢的就连李恒颁发的致辞 都要李辅国签化后才能实行 宰相百官需要紧急上咒 也是要通过李辅国才能传到李恒这边 李辅国为了工作方便 他还在银台门外设了自己的办公室 一切政务都在这里处理 李辅国说的话就是圣旨 他定下来的事能直接外发实行 只需要等事情办完后 给李恒禀报以下即可 权力大的令人折舌 这还不算 李辅国还负责渔情管理工作 他找了擅长侦查的人数十个 给他们封了查室的官职 让他们潜入民间打探密室 他们打探到的内容 可以直接作为证据影响司法 如果这些人要追查什么案子 各部门都不敢阻挠 俨然就是后来的锦衣卫 李辅国葬着皇帝的宠信 御史台大理事的重犯 或者还没有审理完毕的药案 只要李辅国想插手 就能把犯人要到银台门 至于是杀是放 全凭他来发落 这样一来 一个案件是什么结果 完全都是李辅国说了算 所以后来不管是山师 还是地方案件 都要先报给李辅国 听他的意见 按他的想法来判 只要有人提出异议 他就说这是皇上的意思 其他人也就不敢再说什么 再后来 大家连李辅国的官职 都不敢称呼了 只是称呼他为武郎 大家听听 这个武郎是不是特别的熟悉 没错 李林辅全清朝野的时候 大家称呼他为师郎 可见现在的李辅国 隐隐的已经可以和李林辅比见了 更有甚者 中苏师郎李逵 为了巴结他 见了李辅国 竟然行弟子之礼 口口声声地和他为武父 也就是武爸爸的意思 他这样的专权 难道就没有人站出来反对他吗 当然有 之前咱们提到的 李不尚书李宪 现在已经做了 吏不尚书同评张士 也就是宰相 他对李辅国的专权很不满意 他让机会面见李恒 论述了皇帝的志士 应该由中苏省来起草 并一一陈述了李辅国 专权乱政的事实 李恒听后恍然醒悟 称赞李宪为人正直 在听取建议这一点 李恒做得还算不错 如果讲的有道理 他还是愿意听的 他的弱点 是过于重视感情 对身边的人过于重容 不舍得重罚自己熟悉的人 也就是和现在 很多不好意思说不的人 差不多是一个感觉 李辅国早就对他的这个性格 了然有凶 他得知李宪 告自己的状 也不辩解 直接向李恒认错 主动撤掉了那些茶室 并请辞元帅府行军司马之职 说是要老老实实的 做一个扶持人的太监 李恒见李辅国这样说 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 不同意李辅国的请辞 但李恒还是把李辅国 做的那些不符合规矩的改动 全部改了回来 大家不要以为 李辅国甘心的就此作罢 他的心意来并不大 在李谈知识那一讲里面 咱们已经领略到了他的阴险 李现在这次告状 基本上是把李辅国打回了原形 那李辅国岂有不恨李县之力 没多久 李辅国就找到了 整治李县的机会 凤翔有个小官 只是负责管理麻烦 他为官不正 竟然干起了抢劫的勾当 有一次 他在翻书的时候 被天心献卫 谢一辅抓了个正招 抢劫罪那可是大罪 官差抓捕的时候 甚至可以直接斩杀 谢一辅早就听闻了这个麻烦 押官的恶名 抓住他后 直接就杀了他 押官老婆并不知情 他还以为自己的丈夫是被冤杀的 到处为他的丈夫申冤 李辅国出身亚马系统 他内心是同情这个麻烦 押官的 于是就让监察御史 孙莹去复查此案 孙莹复查的结果显示 这并不是冤案 李辅国又让御史忠诚 崔伯扬 刑部侍郎李业 大理事卿 权献 再次审问 三堂会审 结果还是一样 并没有冤情在里面 两次复审的结果 还是没有让这个 押官夫人心服 继续申冤 李辅国又找来了 施育使毛若虚 再一次的复查 到了此时 大家已经明白了 李辅国的意思 如果搁在以前 他一句话就返案了 但他现在没了职权 只能通过这样 弯弯绕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毛若虚很机灵 他按李辅国的意思 说麻烦牙关是被冤杀的 并逮捕了 姓平县位谢乙甫 御史忠诚 崔伯扬之前审理过此案 非常清楚 中间发生了什么 他得知毛若虚 不管真相 违心断案 不由大怒 直接找到毛若虚 斥责了他一顿 并说自己要上咒 弹劾他 没想到 这个毛若虚 竟然恶人先告状 先一步把情况 说给了李恒听 李恒不知道 是怎么想的 竟然要包庇他 李恒把他藏到了 莲子后面 崔伯扬到了之后 大谈毛若虚 依附宦官 断案不公 希望皇帝能处理他 李恒听崔伯扬说完 直接把崔伯扬 喝彻了出去 并贬为了高药县位 同时把之前审理过 此案的权县 李恶 全部贬为了县位 甚至还牵连到了 凤翔县令 第一次复杀此案的 孙迎更惨 直接出名 流放到了波州 这个事件 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 也觉得十分不可思议 如果李恒是这样的人 那说李恒是个大魂军 也不为过 但根据咱们之前 对李恒的了解 就算他不是明君 也不至于昏庸到如此地步 他之所以能够做出 如此荒唐的事情 估计是李恒国从中蛊惑 毛若虚有胆去见李恒 一定是李恒国在后面撑腰 就连毛若虚向李恒求饶的时候 估计李恒国就站在一旁 甚至他还可能 罢是非黑白颠倒后 说给李恒听 所以李恒才觉得崔伯扬等人 都是天心县位 谢伊甫的通道 因而把一众金属的官员 全部扁为了县位 那李恒国为啥要替这个 麻烦压官出头呢 难道真是因为 他曾经养过马吗 我觉得史书给的这个理由 太过牵强 我个人猜测 他这样做 其实就是故意电到黑白 以此试一试 哪些人是自己人 和赵高直路威马的说法 是一样的 宰相李献 得知皇帝 一下子处理了这么多的官员 赶紧的来向皇帝求情 直言崔伯扬等人无罪 如此惩罚太过严厉 没想到他的求情 不但没有起到作用 还把自己搭了进去 李恒觉得 李献也是崔伯扬一党 把李献也贬了 贬到了蜀州 做赤死去了 后来有人询问李恒 为啥要贬李献 李恒的回答 竟然是他觉得李献要赚权 可见他被李甫国蒙蔽成什么样子了 李甫国还真是不得了 他竟然用李献告他的罪名 反过来又用到了李献的身上 心机之身可见一斑 没多久 事与是毛若虚 升任了御史忠诚 这次任命朝廷大震 李甫国通过这一次颠倒黑白的案件 不仅打压了李献 还梳立了他在朝廷中的绝对权威 这样的朝廷 这样的君主 这样的权臣 大家能想象到 离开了李弊的李恒一朝 有多么无言仗气了吧 所以李恒致死也没有完全平定调叛乱 有李甫国在朝堂 发生任何肮脏恶心的事情都不为过 于朝恩也是个宦官 他之前被设为了十路大军的总监军 也正是因为他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失误 才造成十路大军的全面溃败 他回来后也来了个恶人相告状 把叶城之败的责任推到了郭子怡的身上 郭子怡守住河阳 使得叛军不敢趁乱西进 算是功劳一见 而且李恒是很信任郭子怡的 叶城之败后 还受郭子怡为东京留守 截至山东多地兵马 像郭子怡这样的功劳大 人低调 又得到皇帝信任 按道理应该稳如泰山才对 奸臣当道 昏君无能 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终于 李恒在于朝恩的不断进禅下 还是把郭子怡召回到了京师 让李光碧担任硕帮节度使 全国兵马元帅 统领各军 抵抗叛军 郭子怡离开大军的时候 军事们都不愿意放郭子怡走 甚至拦住了传达圣旨的宦官 郭子怡当然不是那种脑袋发热的人 他很清醒 知道自己必须要听命回京 但他也不忍心强行推开军事门 他想了一下 说道 我先去送下传旨的宦官 不是真的要离开 军事们一听 让开了一条路 郭子怡纵身一跃 骑到马上直奔惊丝而去 这一去 郭子怡就被血糖了起来 直到数年后 才再次掌握大兵权 这都是后话了 咱们暂且按下不表 李光碧得了命令 前来赴任 而此时 史诗明也把后皇整顿好了 准备大军来攻打洛阳 那史诗明和李光碧的这一次较量 又发生了什么神奇的事情呢 感人自身的丝毫力 记录的极硬和洋溢 是怎么一回事呢 咱们下一节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辉 世中更无人 唯有辱下孙 有孙母未去 初入无完全 老玉历虽衰 倾从立夜归 即应和洋溢 由得被沉吹 公元759年 6月 大唐评判名将郭子怡 遭小人诬陷 被赵若金丝 待用 抵御判军的重任 交给了李光碧 李恒受李光碧 为天下兵马元帅 率方截斗使 截至评判的各路兵马 为了保卫东都洛阳 李光碧和史诗明 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 河阳之战 也就是师生杜甫 师毫力中提及的 即应和洋溢的这场战役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 中晚唐风云 我是杨立辉 天下兵马元帅 这个职务 在唐朝一般情况下 都是皇子担任的 是战时的最高官职 伴随这个官职的 通常还有一个副元帅 都是很有威望的大将来担任 李光碧听闻朝廷 受他的官职是兵马元帅 吓了一跳 联盟上咒 请求改成为副元帅 元帅 还是让一个亲王担任比较好 之前的兵马元帅 是李玉 现在他已经是太子了 李恒改收老儿赵王李系 为兵马元帅 受李光碧为副元帅 继续让他截至各军 7月17 李光碧带了500级兵 从河东来到了洛阳 到了洛阳的时候 正好是天黑 他也没有等到天亮 搞个迎接仪式 而是直接在夜里 就来到了军中 他一到任 就大力的整治军容军纪 李光碧的自军风格 是特别的严格 和郭子怡的宽厚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这一整治 让军事们有点声音不了 对他颇有畏惧之意 李光碧收手完洛阳的部队后 又发文让住所在河阳的 左乡兵马使张庸继 来洛阳述职 张庸继很不服李光碧 他召集驻将 说自己想要带着金瑞去洛阳 赶走李光碧 请郭子怡回来 正在他整军出发的时候 都知兵马使 蒲固怀恩 站出来劝阻道 夜城之百 郭公先走 所以 朝廷才免去了郭公的兵权 现在如果赶走李将军 强行请郭公回来 那就是违抗朝命 公然造反 怎么能这样做呢 又五封死 康元宝也站出来 说道 你带兵 请郭公回来 那朝廷 必然怀疑是郭公 暗中指示 岂不是 要他家破人亡吗 郭公一家 有何对不起你的地方 张庸记听了二人之言 才知道自己的形势 鲁莽了 李光碧等不来张庸记 就带着数千骑兵 来看看情况 走到四水县的时候 见到了单枪匹马而来的张庸记 李光碧责怪他 没有及时赶来 违反了军令 就下令斩杀了他 没等多久 普顾怀恩也到了 李光碧请他入座 正在二人说话的时候 突然有人报告 说外面来了五百骑兵 看起来好像是 普顾怀恩的部下 李光碧一听 脸色大变 普顾怀恩走出来 责备来军的将领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不要跟过来 为什么要违抗我的命令 李光碧看 普顾怀恩也不相作秀 不想为了这件小事 和普顾怀恩脑僵 就打着哈哈说道 哈哈哈哈 军士们追随自己的将军 也算不上什么过错 说完还让人设宴 招待了这群军士 普顾怀恩对李光碧的做法 还是感动 过了几天 朝廷册封普顾怀恩的命令来了 因他战功卓著 勇冠三军 受他为朔皇截图赴使 并加封了大宁郡王 大家要知道 此时的李光碧和郭子怡 都还没有封王呢 反而是普顾怀恩先封的王 一来呢 普顾怀恩功劳的确很大 尤其是初始回合 顺利的接到兵 二来呢 因为战乱 唐廷军非紧张 对有功的将士 无法给足够的物质赏赐 只能多给官爵 也因此造成了官爵泛滥 据说有人用打将军的告身 才患得大罪一场 虽然李光碧 没有封王 但他依然是普顾怀恩的上级 一个月后 朝廷收李光碧 为河北截图使 言外之意 是让他主动收复河北 但李光碧并没有轻举妄动 他继续固守在河南 史诗明这边 此时的他 已经做好了准备 决心南下 他留自己另外的一个儿子 是朝清守在范阳 下令让各郡 各出三千兵马 跟随自己南下 大军集结后 他把部队分为了四路 从华州浦州一带渡过黄河 准备合击汴州 9月24 叛军渡过黄河 此时的李光碧正在寻查河安各营 他得知叛军要围攻汴州 连忙来到汴州 找到变化截团使徐书记对他说 您要坚守汴州15日 到时我自会带兵来救 徐书记听后点头许诺 李光碧返回洛阳做东远准备 李光碧刚走 史诗明的大军就来到了 徐书记代名应迪 但他不是史诗明的对手 战败 他和董秦 刘崇健 天神功等人投降了史诗明 这里面的董秦 就是之前的平鲁兵马史 他现在任浦州四史 史诗明对徐书记和董秦等人 很是厚重 受徐书记为中书令 让他和自己的部下李强 继续守在汴州 对董秦也很不错 但怕董秦的老婆孩子 安置在了河北作为人质 之后史诗明把大军兵分两路 自己带阻力向西攻打郑州 让部下南德信 会同刘崇健 田神功等人继续南下 侵扰江淮 咱们先说说南德信这一路 他们向南没走多久 田神功突然发难 杀死了南德信 刘崇健搞不清情况 只身逃走 田神功带着布重 又跪向了汤亭 田神功守在江淮 不仅挡住了史诗明的叛军 他还参与了另外一场叛乱的平定 这件事咱们后门智慧祥述 现在咱们把目光转到李光碧这边 他得知汴州已经失守 就算自己带兵救援 已经没了意义 就留在了洛阳 他早来东都留守为志 说道 贼兵乘胜而来 咱们已按兵不动 不能匆忙应战 洛阳城难以坚守 功有何良策 伟志想了想 觉得还是退兵到陕州 固守通关比较保险 也可以错一错判军的锐气 就提议退守通关 他的这个想法 和之前的风长青高签制的做法 如出一辙 李光碧可不愿意 走他们的老路 说道 两军对战 跪在近而不再退 现在无辜放弃五百里之地 那岂不是助长敌军的嚣张气焰 不如以军合仰 行事有利就进攻 不利就退守 表里相应 贼军不敢轻易吸进 此乃圆毙之事 论朝廷礼仪 我不如你 但如果论军旅之事 公不如我 伟智被他说的 无话可说 判官伟损问道 东京乃皇帝主宰 不知公 为何不守 李光碧回答道 如果要守东京 那就必须在四水 鄂陵 龙门等地设置兵马 你是兵马判官 觉得能守住吗 伟损自然也无话可说 于是李光碧下令 让东东留守伟治 带着洛阳官员和家属 向西退出通关 让河南引李洛忧 带领百姓出城躲避 把洛阳变成了一座空城 而李光碧则带着军事 把油铁等军用物资 运到了河阳 军事们浩浩荡荡荡地运输物资 李光碧亲自带兵 殿后都军 此时 史实名的先锋部队 已经到了洛阳北的四桥 众人询问李光碧 是绕过去 还是硬过四桥 李光碧看了看 见叛军来的人数并不多 就下令强行过桥 等到天黑 李光碧让军事们 点起火把 集结成阵 缓慢地向前撵了过去 叛军见状 也不敢应来 只能远远地吊着 眼睁睁地看官军过了桥 到了半夜 官军到了河阳 排列下人数 仅仅有两万人 更糟糕的是 河阳城中的粮食 只能够十天吃的 李光碧自军严格 虽然形势严峻 但军事们不敢有丝毫的怨言 史实名这边 9月27 他带兵来到了洛阳 发现洛阳 已经成为了一座空城 进城搜索了一番 也没有得到什么好东西 另外担心李光碧另有诡计 连城里都不敢住 退军到了白马寺以南 并在河阳城以南 另修建了岳城 防备李光碧 李光碧退走河阳 那郑州华州 自然也守不住 归了叛军 长安这边 李亨得知叛军 又打到了洛阳 气急败坏 下令要亲征 但全城知道李恒的水平 还是把希望寄托在李光碧身上 比较合适 于是大家伙一起上咒 李恒才打消了亲征的念头 史实名想要继续西进 必须拿下河阳 要不然李光碧 趁自己西进的时候 绕过来偷袭自己 那自己岂不是要互备受敌 他等岳城修筑好后 就派部将刘龙仙 去河阳城下挑战 刘龙仙来到城下 谩骂李光碧 李光碧转头询问猪将 谁敢出战 扶顾怀恩战了出来 李光碧说 这等小事 还用不到你这样的大将出马 这时候 有人推荐白孝德 李光碧找了白孝德 白孝德当即请命出战 李光碧询问他 要带多少兵 白孝德豪气地回答道 我一人即可 李光碧称赞他的勇敢 但还是坚持要他带一些兵 白孝德最终选了五十个骑兵 出门而去 他让这五十个骑兵 在后方掠阵 自己单枪匹马 杀向刘龙仙 刘龙仙 见他只有一个人 有了轻视之意 双方相聚十来步的时候 白孝德想和刘龙仙 说上几句话 但刘龙仙依旧谩骂不止 白孝德就马上休息了一会儿 突然冲了过来 刘龙仙是个攻守 还没来得及射箭 白孝德就冲到了近处 刘龙仙连忙后撤 但很快就被追上 白孝德收起刀落 一刀就砍到刘龙仙 这时候 白孝德所在的五十骑兵 也从后面冲了过来 叛军军事 见将领都死了 列马后撤 双方第一轮较量 官军获胜 史诗明有两马牵匹 为了向官军炫耀 他每天都把这些马 拉出来洗刷 李光碧看在眼里 十分的不爽 他想了一招 让军事们 把军中的母马全部集合在一起 一共得到了五百匹 然后把这群母马的小马鞠 关在城内 把母马放出去 母马找不到小马鞠 失明不断 史诗明的战马听到后 纷纷过来追赶母马 李光碧乘势 让军事们把这些马 全部抓了起来 史诗明大怒 想要教训李光碧 但河阳城临河修建 实在不好攻打 就想着能不能用火 先把福桥给烧了 此时的河阳城 已经扩建成了南北两城 一城在河北 一城在河南 两城隔阂相望 中间用福桥相连 所以福桥对于河阳来说 很重要 史诗明找了数百艘战船 在船队的前面 再摆上一排火船 想顺流而下 烧毁福桥 李光碧见状 让人准备了数百根 百尺长的木杆 后面用军木抵住 前面按上铁叉 尖头全部朝向来船 船队被这些木杆抵住 无法继续前行 没过多久 前面的火船就被烧毁了 后面的战船露了出来 冠军用铁叉插出战船 然后用石炮猛砸 被击中的战船 自然的很快就沉了下去 其余的战船只得赶紧后撤 第二轮交锋 还是冠军获胜 史诗明眼珠一转 又打起了冠军粮道的主意 当时冠军的军粮都要途径合清线 叛军就发兵合清 李光碧知道后 自己亲自带人驻扎在野水渡 来抵挡叛军 李光碧一直守到夜里 他担心在这里耽误下去 河阳城那边万一有个闪失就麻烦了 于是他留下部长庸熙昊 带领千余人守在这里 并对庸熙昊说 贼兵中高亭运 李日月等人 都是骁勇善战的将领 十四名定会派他们其中之一 来接大营 我先回去 你们在这里等着 如果叛军来了 不要和他们交战 他们如果来投降 就带他们一起回来 游戏号搞不懂 为他前来接营的叛军会投降 但他还是听从了李光碧之言 十四名这边 他得知李光碧亲自出城 守在野水渡 就找来了李日月 对他说 李光碧善于守城 现在他出兵在野外 正是打败他的好机会 你带领金骑兵连夜前往 抓住李光碧 如果抓不住 就不要回来见真 李日月领命 带领五百骑兵 在第二天早晨的时候 赶到了野水渡的冠军打赢 用信号坚守不肯出战 当李日月得知李光碧已经回去的消息 心中暗自盘算 看来这次 说什么也抓不住李光碧了 如果就此回去 估计也难逃十十名的军纪处罚 还是投降了吧 于是就对庸熙号表明了投降之意 庸熙号大喜 这才明白李光碧走之前所说的话 叹服不已 李光碧见到李日月 很是高兴 待他厚重 设为心腹 高廷辉听回了此事 也来投降了冠军 有人好奇 问李光碧为啥这么轻易的 就召向了叛军两员大将 李光碧说道 这其实就是人情而已 十四名自负在野外 一定能打败我 当他得知我出城了 一定很有信心的抓住我 所以才会对他们下这样的命令 可李日月抓不住我 定然也不敢回去 高廷运的才智勇力在了一日月之上 听说了一日月都受了重用 那他觉得投降官军后 待遇一定会超过了一日月 第三轮对抗 官军依旧占了上风 史诗明吃了大亏 这一次他也不绕弯子了 亲自带兵来攻打河阳城 要攻打河阳 自然要先打南城 李光碧对南城守将 正臣节度使李鲍玉说道 将军您能够为我 守南城两日吗 李鲍玉问道 两日以后怎么办 李光碧说道 国旗如果没有救援 任而弃成 李鲍玉许诺 整兵坚守 史诗明攻势猛烈 李鲍玉守不住 但他还是要想办法 完成两日之约 于是他想了一个反兵之计 他对史诗明说城中已经无良 明早就出城投降 史诗明听后十分高兴 就撤兵等待 李鲍玉趁这个空档 连忙让人修缠城防 然后又设了一骑兵在城外 到了第六天 叛军等不来城中出降 这才知道中纪了 又来攻城 这时候 李鲍玉的骑兵绕到了敌后 在官军的两面夹击下 叛军损失惨重 之前投降叛军的董秦 被派去攻打两城中间的河滩 这个河滩被官军埋上了栅栏 栅栏外又挖了壕沟 李光碧就再次作证 让史诗明想不到的是 到了晚上 董秦带到军事500人 直接投降了李光碧 这样看来 当时在汴州投降的几个人 并不是真心想投降叛军 史诗明把攻打南城的周治 调过去攻打中滩 李光碧让丽肥原理带领精兵 在栅栏外的矮墙处迎击叛军 自己在东北角的高地 树了一面红旗 居高指挥 叛军很快的就抵达到了中滩 一方面填埋好沟 另一方面加上器械准备攻打 而立肥原理却一直没有出战 李光碧派人询问立肥原理 为何不出战 立肥原理反问 司空是想要坚守呢 还是想出战呢 李光碧的官职是司空 李光碧回答道 当然是想出战 立肥原理说道 想出战 那叛军不正在给咱们填战好吗 李光碧听后 觉得也很有道理 还勉励了一番 立肥原理等叛军攻到砸烂门的时候 带领干死队冲入叛军之中 硬生生地把敌人逼退了数百步 但他知道叛军刚来 实习正胜 还是先拖一拖比较好 于是他带兵又退了回来 李光碧站在高处 见立肥原理退了回来 大怒 派人来找他过去 想要斩杀他 立肥原理知道后 说道 现在是紧急时刻 照我何事 还是坚持退守在栅栏内 过了许久 他见叛军士气有所下降 再次击鼓杀出栅栏 叛军不敌 向后退去 周智见中滩实在不好攻打 就放弃中滩 转头去攻打北城 李光碧率领中将士也进入了北城 他登城观望 发现叛军军容不整 觉得立战就可以得胜 于是就下令出城应战 但一直打到中午 还是分不出胜负 李光碧把诸将召集到了一起 询问诸将 敌军哪个方向最强 重将回答 是西北方向 李光碧把最能打的豪廷玉 派去了西北方向 豪廷玉请求要500骑兵 但李光碧只给了他300 李光碧又问 哪个方向是第二枪 众人又回是东南方向 李光碧派部将 论维珍去东南 论维珍要了300人马 但李光碧只给了200 然后李光碧对其他人说 你等看我令旗行事 如果令旗挥得慢 任凭你等择机行事 如果我急速挥动令旗三次 你等必须全军出击 稍有后退 斩杀不论 说着 他取了一把短刀 放在了自己的靴子中 接着说 此战凶险 我身家三公 绝不能死于叛军之手 万一战事不利 我当自稳于此 绝不会只让大家战死 纵将领命出战 过了一会儿 豪廷玉那边不敌 退了下来 李光碧见状大惊 啊 豪廷玉后退 这是要耽误大事啊 说着就让人去斩杀豪廷玉 豪廷玉连忙说 这是战马受惊了 不是我想退 说完换了一匹马 再次冲了上去 蒲固怀恩和他的儿子蒲固羊 在混战中慢慢的也打不过了 向后退了一点 李光碧看到了 又派人要斩杀他父子 蒲固怀恩见李光碧派人带刀过来了 连忙重新上阵 就这样 冠军们在李光碧强硬的指挥下 个个死战不退 战场上喊杀声惊天动地 软的怕硬的 硬的怕不要命的 在官军不要命的攻势下 叛军慢慢的支撑不住了 开始溃败 叛军战死数千人 周日后逃 北城取得了胜利 而此时的南城 史诗民还不知道 北城失败的消息 直到李光碧把叛军俘虏 带过来给史诗民看 史诗民才带兵撤退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河阳之战 此战扭转了至叶城之战 官军败退的局面 从此 官军和叛军就进入了一个 相对稳定的相识阶段 虽然此战 官军胜利了 但官军和百姓也付出了 很大的代价 杜甫的四豪里 从一个侧面 描述了战争的残酷 木头十豪村 有利夜捉人 老翁鱼抢走 老妇出门看 李护亦和怒 妇提亦和苦 听妇前至词 三难夜成树 一难妇书至 二难心战死 存者且偷生 死者常依依 世中更无人 唯有辱下孙 有孙母未去 出入无完群 老玉历虽衰 倾从历夜归 吉应何阳历 由得被沉吹 夜久雨生觉 如闻气 有燕 天明登前途 独于老翁别 何阳之大成立后 按道理 官军应该 蹭蹭追击 扩大战果 但事实上 官军并没有这样做 那这是为什么呢 咱们下一讲 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 唐明皇李隆基 自打被儿子从蜀地 接回长安 基本上不再过问正事 悠闲地过着他太上皇的日子 但谁知道 这个曾掌管大唐近五十年 把大唐推向顶峰的男人 却被自己最瞧不起的太监 欺负得无处说理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 中晚唐风云 我是杨立辉 李隆基 自从蜀地回来后 一直住在他心爱的新庆宫 新庆宫是长安三大内之一 位处大明宫和太极宫以南 也被称为南内 李隆基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 这里仅仅是一个方 他在位期间不断地扩建 最终成为了三内之一 是李隆基最喜欢的地方 龙武大将军陈宣礼 内侍高丽侍也住在这里 保卫李隆基 李隆基的退休生活特别的惬意 他特别喜欢听戏 在宫内还设了戏曲班子 再加上他妹妹玉真公主 等一众人想着发地讨好他 这让李隆基过得无比赎心 高兴的时候 他还登上长庆楼 接受百姓们的朝拜 地方官来京城 也会到长庆楼下参拜 偶尔李隆基还请他们吃饭 按说李隆基在新庆宫 一点也影响不到 住在大明宫的李亨 李亨作为儿子 经常来新庆宫问安 李隆基也偶尔到大明宫 看看李亨 多么令人羡慕的 一个父子子孝的和谐场面 可好日子却因为一个人发生了逆转 这个人就是李辅国 随着他权力越来越大 胆子也越来越大 他把内功外朝欺负了一遍后 有了高手的寂寞 他想起来了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的人 李辅国出身低微 就算后来发达了李隆基身边的人 还是瞧不起他 他越想越气愤 决心要做点事情来树立自己的权威 公元760年上元元年6月 他对李亨说 太上皇住在新庆宫 每日都和外人结交 特别是陈玄礼和高丽氏 他们正在谋划不利于陛下之事 现在的六军将士 都是在领悟拥立陛下的功臣 他们暗中议论都忐忑不安 虽然臣多次给他们开解 但他们听不进去 所以臣不敢不向陛下报告 李亨听说李隆基 只让对待自己觉得十分委屈 哭着说 父皇仁慈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李辅国回答道 太上皇 固然不会有这种想法 但他周围那些小人就难说了 陛下是天下之主 当为天下设计着想 怎么能为了凡夫俗子的孝顺 而耽误了国家大事呢 请把隐患消除在萌芽中 再说 新庆宫和仿氏相邻 共强低矮 不该是太上皇住的地方 大内戒备森严 太上皇住在这里 和新庆宫有什么区别 不如把太上皇迎入大内 还能杜绝那些小人 蛊惑太上皇 若此一来 太上皇可以安享终身 陛下也能每日看望 岂不是美事 李辅国的计策 依旧保持到他的一贯风格 表面上看起来风轻云淡 实际上狠毒至极 一旦把李隆基接到大内 那陈轩李高丽氏 等围绕李隆基身边的人 就失去了李隆基的庇护 想怎么捏就可以怎么捏 最重要的是 李隆基进入大内后 就要任由李辅国摆布 彻底的断绝了这一支的崛起 这就叫做整吵又出根 李亨也不傻 他当然明白李辅国的用意 但就算他心里认同 也肯定不能明明白白的同意 要不然不孝的帽子 马上就会被眼光们 扣在自己的脑袋上 所以他并没有同意 李辅国的提议 不知道李辅国 是猜中了李恒的心事 还是说他大胆欺足 就算没有得到李恒的啃手 他还是动手了 第一步 他假传圣旨 把兴庆功的300匹马 全部牵手 仅仅留下了11匹 供日常使用 大家要明白这是啥意思 马匹在当时 就是武力的象征 我先把你的武器搅下来 那接下来才好办事 李隆基知道了此事 对高历史说 我儿被李辅国所获 看来不能静笑了 第二步 李辅国为了逼迫李恒 同意把李隆基迁入太极宫 他让六军将士 跪在李恒面前苦苦哀嚎 但李恒就是不同意 李辅国见自己的第二步计策 无法实行 担心李隆基身边的人反扑 有了巨异 到了七月 李恒身体有恙 需要卧床休息 李辅国眼珠一转 响了一个大胆的计策 他狡躁说奉李恒之命 去接李隆基到西内 也就是太极宫去游玩 李隆基不知有诈 很高兴地去了 等李隆基一行人出了兴进宫 李辅国带着早就准备好的 五百骑射手 首次白刃拦在了路上 他骑在马上 晃晃悠悠地来到李隆基的面前 说道 黄上说 新庆宫狭小 让我们来迎太上皇 移居到大内中 李隆基此时已经六十七岁 年迈体衰 突然见到这么多人围了过来 吓得 差点从马上摔了下来 高丽氏一看情况不对 连忙站出来 对李辅国说 李辅国 你怎么能如此无礼 喝斥他下马 李辅国不得已 只得下马 接着 高丽氏对重将士 传李隆基的口语 中尉将士 大家安好啊 将士们听后 见李辅国都下马了 个个也都收起了 外路的白刃 下马参败 高夫万岁 高丽氏见局面控制住了 他又赫使李辅国过来和他一起 为李隆基牵马 李辅国无奈 只得和高丽氏一起 护送李隆基来到了西内甘露殿 虽然过程出了点意外 但结果还是达到了自己的设想 李辅国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 就带人退了出来 只给李隆基留下了老弱数十人 并把高丽氏 陈玄礼和旧工人 全部赶拉出来 高丽氏虽然能控制住局面 但整奈手上武兵 只得也跟着退了出来 独自留在甘露殿的李隆基 自言自语地说道 新庆宫 本是我封王之时的住所 我曾经多次让给皇帝 但皇帝一直不肯接受 现在迁出来 也算是随了我的心愿了 大家听听这句话有多么的心酸 李辅国这边 他带领六军将士们换上素衣 来到李恒这边请罪 李恒迫于诸将的压力 只得原谅他们 宽慰地说道 新庆宫 太极宫 有什么区别呢 你等担心小人蛊惑人心 防危杜剑 也是为了设计朝想 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没过多久 这件事被外官们知道了 刑部上书 颜真卿带着百官 来给李隆基请安 李辅国看不过眼 把颜真卿 扁到彭州 去做长使去了 哎 颜真卿在暗示入乱前 就是平原太守 相当于德州辞使 他为了评判 几乎赔上了全家的姓名 没想到小人的一句话 竟然可以把他的功劳 全部勾销 官职甚至比评判前 还低了一击 十天后 高丽氏被流放到了乌州 陈旋里被勒令之士 玉真公主 幼金在了玉真冠 其他一应清醒之人 也都贬到了 波州 珍州 瑰州 等偏远地区 李亨后来选了百余工人 去侍奉李隆基 四皇贡献的 奇珍异宝 珍修美味 也都是先拿给李隆基享用 但李隆基 自从住进了太极宫 心情越来越差 再加上他借了婚姓 修炼壁谷方术 身体越来越差 最后 身染疾病 刚开始的时候 李亨还时不时的来问安 但到后来 李亨的身体也越来越差 只能派人来问安 关于李亨是不是真的孝顺 历史上颇有争论 有人说 李亨如果是真心孝顺 他完全有能力 让李隆基恢复之前的生活 但他偏偏一直 不肯把李隆基放出来 也有人说 他是李辅国和六军将士们逼迫的 不得已而行 而且史书上还明确说 他因为聚内 也就是害怕张良帝 都敢聚心内问安 大家说一说 李亨是真孝顺 还是装出来的孝顺 弹幕或者评论区 发表你的观点 李隆基被李辅国欺负的这件事 发生在公元760年的农历七月 距离河阳之战 已经过了八个月了 那为啥咱们会一下子 挑这么长的时间呢 很简单 这八个月 史诗明的叛军和官军 虽然不断的摩擦 但没有发生大战 不过这八个月 也发生了不少有意思的事情 咱们倒回去说一说 公元759年 千元二年11月 林郑起义的董秦 被赐名为李忠臣 住所在陕州 从河阳撤退的14名 派李归人来攻打陕州 但被同样住所在陕州的 神策军兵马使魏伯玉 抵挡住了 李归人损失了600匹马后 撤退 后来李归人又和李忠臣 也就是董秦 在永宁一带 反复的拉锯 富有胜负 过老年 正月 李光碧因公 受为了太尉兼中书令 成为了打唐第一将 2月 李光碧主动出击淮州 史诗明带兵救援 双方在沁水边交战 李光碧打败史诗明 斩首三千余人 3月 李光碧在淮州城下 打败了淮州守将 安太清 4月 李光碧在河阳城附近的沙州上 再次打败史诗明 斩首1500人 润史语 李恒下诏 改元上元 大赦天下 前元三年 就变成了上元元年 虽然官军多次打败叛军 但并没有真的伤到叛军的元气 双方依旧在淮州 河阳一带拉锯 到了5月 史诗明放弃西进 他住进了洛阳城 把精力转向东南 6月 史诗明东区的路上 碰到了天神宫 天神宫在郑州 成功地狙击了史诗明 史诗明向西向东都不得进 只得暂时放弃了进攻 采取保守事态 等着新的机会 而唐廷这边 朝廷也在李府国不断弄拳中 丧失了平盘的锐气 李光碧的心态也变得逐渐保守 双方形成了微妙的平衡 大家会不会以为上元元年是一个太平之年呢 实际上这一年十分的不太平 除了史诗明的乱军外 同时期还发生了不止一起地方反叛事件 尤其是位于江淮的流斩之乱 对江淮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 估计大家都不太清楚 安史之乱时期的唐朝 并不是只有安禄山和史诗明在作乱 乡州的康楚元和江淮的流斩 也因各种原因起兵遭了反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中晚长风云 我是杨立辉 公元759年 前缘二年八月 就在李光碧严阵以待防范史诗明的时候 乡州的将领康楚元张家言突然发难 乡州次使王正逃到了荆州 康楚元占据乡州后 建立南楚政权 自称南楚霸王 李亨知道此事后 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派曹日生前往乡州去安抚康楚元 但奇怪的是 李亨并没有直接让康楚元做乡州赤死 而是另派了他人 大家想 康楚元这种以下欺丧的人 能上位 肯定是由一帮兄弟们支持 如果他被调离乡州 一来自己没了乙仗 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二来跟着他一起造反的人 别说荣华富贵了 还可能被新任的厕史排挤 甚至一个一个的收拾掉 所以不管是考虑自己 还是顾及自己的兄弟们 康楚元自然不肯就这样被造案 9月 康楚元让张家延带兵去攻打荆州 张家延得令后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偷袭到荆州 京南基督使杜宏建 弃城而逃 王正也只能再次逃跑 杜宏建就是那个在林伍 劝李亨称帝的说房流后 收复两斤后 他被外放 成为了京南基督使 荆州也就是江陵 之前他们提过 这个位置特别的重要 是这一带的政治 交通和经济中心 后来 唐廷甚至把此地设为了南都 重要性可见一斑 荆州一失守 周边震动 里州 朗州 迎州 霞州 贵州等地的官员 吓得纷纷逃入了山谷之中 没几天 河阳之战爆发 整个朝廷都在全力的应对史诗明 根本顾不上康处员 到了11月 康处员的部众达到了1万多人 此时 河阳之战也以官军获胜而告一段落 朝廷派桑州刺史伟伦 兼任京湘朱雍使 让他带兵去讨伐康处员 伟伦带兵来到了邓州边境 并没有贸然的进入乡州 而是派人再去招降康处员 对他们须以后代 这一次康处员有点动心 在防守上就游了松懈 伟伦见实际来了 立马发大军 突袭襄州 南楚军没有防备 全军溃败 康处员被活捉 接着 官军如秋风扫落叶般的清扫了南楚蚕鱼 收复乡州 京州全境 得到康处员囤积的钱粮 共计二百万贯 短暂的南楚闹剧 就此落下帷幕 后来 康处员送到了京城 被杀 759年的11月 对于唐廷来说 是一个好月份 何阳胜利 南楚被平 好一个太平盛世的前兆 的确 之后的一年 除了和史诗明有点小摩擦外 大唐境内几乎没了战事 历史给人们的唯一教训 就是人们从来学不到任何教训 局势稍微有一点起色 大唐的高级官员们 又开始了作妖 公元七百六十年 上元元年十一月 怀西节度父使 李希 刘斩 一个本是御史忠诚 一个兼任 宋州赐史 李希残报 不守法计 刘斩自父 刚毕自用 他两个行事风格 遭到了很多人的厌恶 尤其是节度使王仲生 和监君 行言恩 王仲生借由李希有罪 上证后 就把李希斩杀了 李希不守法计 被杀也是罪有应得 但他的死 却连累到了刘斩 按道理 刘斩如果只是赐负 怎么论都不可能被杀 可这些讨厌他的人 想要除掉刘斩 还怕没有借口吗 当时有童谣 守之金刀 启东方 意思就是有人要在东方 起兵造反 而刘斩的刘 正好暗含了金刀二字 所以王仲生等人 就以此说事 指责刘斩 就是童谣所说之人 并让监军 内佐常侍 刘斩 行严恩 入京面胜 行严恩 见到李亨 把刘斩又和李希 联系到了一起 他说道 刘斩和李希 本是一体之人 李希 福诸 刘斩 甚是不安 如果不出去 恐怕会生霍乱 李亨听后 觉得也有必要 除掉刘斩 行严恩 接着说 刘斩 手握重兵 最好设计出去 不如 守刘斩 为江淮都统 等趁他 交完兵权 走在半路的时候 随便找个人 就可以简单地 把他收拾掉了 李恒同意了 行严恩的建议 于是 受刘斩 为江淮都统 统领淮南东 江南西 浙江西 三道截斗使 又密子 给先任都统李桓 和淮东截斗使 邓景山 让他们找机会 除掉刘斩 行严恩的这个计策 有一个大问题 大家看出问题 在哪呢吗 行严恩回到淮西 把任命书给了刘斩 刘斩 心里就犯嘀咕了 他自己很清楚 在几年前 自己还只是 存留着一个 小小参军 几年时间做刀刺死 已经算是 飞速升迁了 江淮之地 是国家赋税重底 自己既没有 显赫的功劳 又不是皇亲国戚 为啥会当自己 担任如此重要的官职 想来一定是有人 在暗中陷害自己 想到这 不禁地痛哭了起来 边哭 边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行严恩听后 丝毫不慌 说道 龚素来有才望 圣上重视江淮 因此悦极重用 龚为何反生疑虑 刘斩也不傻 不会只听他 这么一句话 就相信了他 于是 他趁势 来了个将棘救济 对行严恩说道 如果不是在欺骗我 能否先把印信给我 行严恩一听 心想 如果不来点实在的 看来是骗不了他了 而且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不同意也不行 只得硬着头皮 答应了 他亲自来到广陵 也就是扬州 找到李桓 和李桓秘密商议一环后 就把江淮都统的印信 拿到了宋州 给了刘斩 刘斩得了印信 才上表献恩 然后 把自己在江淮的心信 为以重任 淮东 江西 浙东三道的官吏 也纷纷前世来贺 并抱上了户籍图色 刘斩等一切安排好后 自己把宋州所有的兵马 共计七千余人 待在身边 前往广陵上任 心严恩见刘斩如此安排 知道自己之前的计策 已经流产 连忙再次来了广陵 和李桓 邓鼎山等人 商议对策 三人决定 直接发兵 抵挡刘斩 于是 发西文 给各州县 说刘斩谋反 刘斩得到此事后 也发西文 给各州县 说李桓谋反 大家要知道 刘斩是有 江淮都统的印信的 而李桓却没有 他说 李桓谋反 那各州县 自然相信刘斩 但李桓这边 还有邓鼎山 等其他人的印信 所以发的西文 看起来也不像假的 这一下子 把各州县的 祖官们弄懵了 不知道该帮谁 一番适量后 大家几乎 都选择了 两部相邦 李桓南渡长江 会同润州赤士尾玄 泽西节度使侯令仪 屯兵在金口 邓鼎山 则带着一万人 屯兵在虚城县 刘斩 善于自君 树有威名 江淮各个州县 无人敢阻拦 刘斩背道即行 很快就来到虚城 见到了邓鼎山 他问邓鼎山 我奉赵夫人 你为何要率兵阻拦 邓鼎山被问得 无话可说 刘斩又在镇前高呼 如等都是我刘斩的子民 切勿妄动兵格 然后派部将 孙代风 张法雷带兵出击 邓鼎山的部队 四处无名 四气不振 被刘斩这一出击 立马溃败 邓鼎山和邓鼎山 逃往寿州 刘斩率兵进入广陵 然后分了两路兵 一路由驱途孝彪带领 去攻打楚州 豪州 另一路由王庚带领 去攻打淮西 自己带着剩下的兵 去攻打李桓 李桓这边 他列阵在北顾山 用巨木 阻塞了江口 刘斩来到江边 把大军囤着白沙 却在瓜州设置宜兵 让人点燃很多火把 每天击鼓 一户随时要攻打北顾山的样子 李桓严阵以待 刘斩见李桓中计了 从上游渡江 偷袭了下属镇 李桓军大惊 不战而愧 李桓逃到了宣城 11月初八 刘斩攻陷润州 这期截斗使侯令仪 住所在申州 申州就是江宁郡 两年前从润州划出 单独设立 侯令仪害怕 把军事托付给兵马使江昌群后 自己弃生逃走 江昌群见主帅都逃了 自己也就顺势投降了刘斩 11月初十 刘斩攻陷申州 李桓逃离润州的时候 副使李长用对李桓说 您身处高位 拿着朝廷奉务 危难之际却要逃走 这是不忠 手握数十州阳草 又有三江五湖之险 不发一剑就放弃 这是不忠 不忠不忠 怎能做好臣子 请允许我收拾残兵 我自当劫力抵抗 李桓就把后事交给了李长用 李长用收拢散兵 得到七百人 他带到这七百人 向东来到苏州 在苏州又招募到了两千人 修筑栅栏 准备抵挡刘斩 刘斩这边 他得了升州后 兵分两路 一路向南攻打宣州 一路向东攻打长州苏州 向南的这一路 是傅子昂带领 他带兵进入宣州 并没有受到抵抗 宣设节度使郑炯 弃乘而逃 李桓又逃到了洪州 傅子昂带兵驻扎在南陵县 打算继续进兵江州 向东这一路 是张景超和孙代风二人统领 他们这鱼也受到了李长用的抵抗 但李长用抵挡不住他们 兵败逃到了杭州 孙代风向南 拿下了福州 张景超向东 占了苏州 接着南下 进闭杭州 之前 刘斩派去攻打 楚州和豪州的 驱途小标 顺利地拿下了二州 派往海西的王根 拿下了 楚州 河州 卢州和苏州 但在寿州 遭到了寿州刺史 吹招的顽强抵抗 停止了西京的步伐 自此 刘斩的势力 遍布江淮之间 多达十数州 其实 刘斩的反叛 主要责任 并不能算到刘斩身上 说他是被逼反的 完全没问题 可惜 史书都是生理者写的 现在把他说成反贼 实在是有点冤枉他了 逃往寿州的 邓景山和行彦恩 上周给李亨 让李亨派遣 驻扎在 沿州任城的 天神宫 去平流斩 此时的天神宫 有精兵五千 这五千兵 因之前和史神明对战 算得上是精兵了 还没等李亨的 照令下达 邓景山二人等不及了 又失智的 派人去找到天神宫 要求天神宫 立马出兵 天神宫不同意 他们又许诺 只要天神宫出兵 就把怀南的钱财和女人 全部送给他 天神宫一听 哎 这个好处 挺有诱惑力的 就下令 全军南下 等他们走到 蓬城的时候 才接到李亨的照令 大家要知道 在没有接到李亨 新的指令前 天神宫驻扎的任城 是为了防犯史诗明 他为了钱财和女人 不顾自己的使命 就敢擅自南下 从这一点看 这时候已经出现了 地方军阀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听朝廷命令的描手了 再说刘展这边 他听说天神宫来攻打自己 心中有了巨异 天神宫和他之前 打的几个人不一样 他可是连死诗明 都能打败的人 刘展收拢兵力 亲自带领广陵兵八千人 向北来到怀河南岸 此时的天神宫 也到了怀河北岸 刘展主动出击 他先派两千人 渡过怀河 在都梁山和天神宫 大战了一场 但这一仗并没有打胜 刘展大惊 连忙退兵到了天长 天神宫一路追到了天长 刘展在天长 又和天神宫打了一仗 可惜 这一仗刘展还是败了 而且败的还很惨 他自己仅仅带着一名骑兵 逃出生天 逃到了江南 天神宫占领了楚州和广陵 天神宫来攻打刘展的第一目标 并不是要平定刘展 而是钱财和女人 他占领楚州和广陵后 重兵抢掠 为了寻宝 不仅杀了苏千胡商 还怕城内城外 决地三尺 此时正好是过年 楚州广陵两地的百姓 不知道这个年是怎么过的 过了年就是上元二年 公元761年 杭州这边 刘展部将张景超来到杭州后 在十一门击败了李长庸的部将李强 孙代风此时也从湖州来到了杭州 准备和张景超会合 李长庸另外一个部将温潮 驻守在渔航县 他在险要之处 伏击了孙代风 孙代风又逃回到了湖州 田生公这边 他抢完楚阳两州后 兵分两路 一路让杨慧元带领 向西攻打王庚 另一路继续向南 向南的这一路 又分为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由范之心带领 从白沙渡江 占领了夏树镇 第二部分 由邓景山带领 从海陵渡江 来到了长洲 长洲守将不战而降 第三部分 是田生公亲自带领 从瓜州渡江 直接去找刘斩 刘斩这边 他亲自带了一万人 在涮山布防 正月二十六的那天 大风 田生公的战船 行军困难 甚至还有五艘 不受控制的飘到了金山 刘斩带人 招成了三艘 火捉了两艘 田生公 见无法渡江 又退回到了瓜州 刘斩又带兵 去攻打夏树镇的 刘志鑫 但没想到 刘志鑫还是个猛人 硬生生的 挡住了刘斩 这时候 有人劝刘斩 下海逃命 刘斩却说 大事不成 何苦要连累他人 早死晚死 还不都一样 说完 又带人冲了上去 死战 刚冲上去 他就为官军将领 贾引林一剑 射中了眼镜 疼着他 倒在了地上 贾引林也不手软 一刀斩杀了刘斩 杨慧元这边 他打败了王庚 王庚一直逃到了长鼠 才肯投降 孙代风得知刘斩已死 主动向李长庸投降 张警超 把部众七千人 交给了副手张法雷 自己出海逃命去了 张法雷带兵攻打杭州 被李长庸击败 部众被权戒 自此 刘斩之乱 被彻底平定 有人会问 宣州的父子昂 最后去哪了 别问 问就是人间蒸发了 天生公平定流斩之乱后 继续他的抢田大业 重兵在各地 抢掠了十余天 原本以为天生公 挡住史诗明 是江淮的守护神 没想到 他成为了破坏江淮 最大的罪人 真是世事难料呀 天生公抢完钱后 干脆直接留在了广林 不回去了 还间接的造成了 眼轴和运轴的大乱 可见 在当时 叛军和官军 谁也说不上是正义 只有百姓 默默的承担了所有 公元761年 上元2年的上半年 真的是大肆频发 除了刘斩之乱被平定 史诗明那边 也出现了重大变故 他竟然走了安禄山的老路 被自己的儿子干掉了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咱们下一讲 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哦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 当上皇帝的史诗明 日子过得并不顺心 西进是厉 东进被主 家庭生活也不是很和谐 自己只能待在洛阳 长须短叹 就在他心灰意冷之际 突然 唐庭那边传来了 重大利好消息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 中晚堂风云 我是杨立辉 从前元二年年底 到上元二年年初 李光碧和史诗明 在河南拉锯 长达一年有余 慢慢的就有了 李光碧养酷之重的留言 公元761年 上元二年2月 陕州军人观察室 于朝恩 多次上咒给李亨 史诗明的步骤 大多是燕人 他们就离家乡 甚是思念 现在叛军离心离德 如果大军出击 定可一举攻破 李恒一听 觉得很有道理 与其让李光碧 甘吃军饷 不如主动出击 早点结束战争 就下诏 让李光碧 进攻洛阳 真的是 好了伤疤忘了疼 他完全忘记了 就在四年前 哥苏汉被逼上阵 惨白后 他和他老子 抛家气口狼狈逃跑的情形了 李光碧 可是很聪明的 他接到李恒的招令后 立马回咒 贼军世袭仍胜 不可轻举妄动呀 以李恒的性格 李光碧的建议 他还是能听进去的 但没有想到 此时 普顾和恩的一个做法 让事情复杂了起来 普顾和恩 虽然有勇有毛 但他也刚毙之用 他麾下的反汉军事 依仗有功 多情不法之事 之前 他一直跟随在郭子怡身边 郭子怡人后 再加上每次打仗 都要以仗普顾和恩 所以对他的做法 颇为包容 当主帅换成李光碧后 军队管理的风格 和郭子怡完全不一样 李光碧 是以盐军做成的 对军中不守法基的军事 一一绳之以法 毫不手软 因此 普顾和恩 心中十分震恨李光碧 但因害怕李光碧 所以表面上 一直不敢表现出来 此时 他听闻李恒 听了于朝恩的建议 逼着李光碧 去攻打东都 联盟上咒 复合于朝恩 称东都可以轻松拿下 李恒一看 军事专家都说可以拿下 那李光碧的上咒 就变成了 故意推迟 不肯出宫 于是 他接连派了好几包太监 去督促李光碧出师 李光碧无奈 只得听命行事 但李光碧 绝不会傻乎乎的 学各苏汉 他把李包玉 留在了何阳 自己带着普顾海恩 渡河南下 并要求于朝恩 以及神策军节徒使 魏伯玉 一起进攻洛阳 2月23 李光碧带着官军 在芒山列镇 他要求各部 要遗险布阵 但普顾海恩不听 坚持要在平原上布阵 李光碧知道后 对他说 一险布阵 进可攻退可守 列镇于平原 如果一战不利 那就全亡了 我们可不能小看史思明啊 然后下令 让普顾海恩 转移到险要之处 这时候的普顾海恩 也不知道为啥 不害怕李光碧了 对李光碧的命令 自若网门 还是坚持在平原布阵 洛阳这边 史思明得知官军来攻 自然整军应对 他趁官军立足未稳之际 果断发兵冲击 官军匆忙应战 大败 伤亡数千人 因为无险可守 只得渡过黄河 推到河北 守在文喜 军支器械全部丢弃 于曹恩和魏伯玉 逃往陕州 李鲍玉听闻前线大败 放弃何阳逃命去了 于是何阳陷入了叛军之首 李亨得知前线大败 心中大为恐惧 连忙向陕州征兵 史思明得胜 并拿下了自己 蒙蒙以求的何阳 那还等什么呢 自然要继续西进 他派自己的大儿子 使曹毅为先锋 从北路先行一步 去攻打陕州 自己这种难路接应 史思明的这两安排 明面上看起来挺正常的 实际上这里面包藏了 史思明的一个腹黑的阴谋 那究竟是什么阴谋呢 史思明长子史曹毅 在史思明称帝后 被封为了怀王 他谦虚谨慎 爱惜士卒 获得军心 但史思明并不喜欢这个儿子 他更喜欢小儿子史曹青 所以他把史曹经 留在老家泛阳 却让史曹毅一直在外带兵 就是想着找机会 除掉史曹毅 这一次西晋 故意让史曹毅 走南都攻大的北路 还是想借故除掉他 他料想史曹毅 定然无法取胜 如果战死沙场 那就省得自己动手了 如果战败逃回 或者窃战不前 正好以此杀了他 史曹毅也知道自己 威得旦夕 但他一时半分 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只得硬着头皮带兵而去 果然 三月初九 他走到江泽岭的时候 遇到了守在这里的魏伯玉 他数次带兵进攻江泽岭 都被魏伯玉击退 没办法 只得后退 没多久 史曹毅 带兵也到了 他以史曹毅 切战为名 就要按军法 斩杀史曹毅 但在诸位将领的劝阻下 暂时放了他一马 三月十三 他又让史曹毅带兵修建一个 囤积粮草的称池 限期一天完成 史曹毅领名后 马不停蹄的就干了起来 一天七千道 他总算把称池修建好了 但因为时间过于仓促 城墙上尚未来得及 抹泥 史诗明来检查成果 大骂史曹毅无能 然后亲自监督 一会儿就把泥抹好了 他说道 等正攻克陕州 定要斩杀此贼 大家听听 这话说的是多么的赤裸裸呀 史曹毅听后更加的恐惧 但还是思考没有办法 当夜 史诗明住在陆桥毅 而史曹毅却只能住在军营之中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史曹毅的部将洛月等人 来到史曹毅的住处 对史曹毅说道 我等和大王已经死到临头了 自古就有费力君主之事 请大王您找曹将军 一起来赏议此事吧 这个曹将军 是史诗明的警卫大队长 深得史诗明的信任 今晚负责保卫史诗明的 就是这个曹将军 史曹毅听后 并没有立马表态 低头不语 洛月继续说道 大王如果不同意的话 那我等只能去投奔礼事了 到那时 大王也难以保全 史曹毅听后 才哭泣着说道 诸位 务必要妥善处理 切勿惊扰的圣人 洛月等人 得了史曹毅的啃手后 就让徐书记的儿子 徐继长 把曹将军找来了 曹将军到了之后 洛月等人也不绕班子 直接把计划 告诉了曹将军 曹将军早就知道了 诸位将领 对史诗明的不满 担心自己 如果不听命行事的话 那自己也会跟着曹将 就同意了一起起事 搞定了曹将军 史诗明就很容易拿下 洛月等人毫不迟疑 带着三百军士 全副武装的来到了驿站 当时 负责守卫驿站的士兵们 很是奇怪 为啥半夜会有军队调动 但看了旁边 就有自己的领导 曹将军 也就不再说什么 直接放心 洛月等人 来到史诗明的卧室 发现卧室 竟然是空的 他连忙询问一旁的侍从 但侍从支支吾吾的 不肯说 洛月知道事情紧急 没有时间和这些人干耗 直接杀了好几个人 吓得其他人 连忙交代了实话 其实 并不是史诗明得知了他们的计划 只是很臭巧 史诗明突然肚子疼 上茅厕去了 洛月等人 连忙奔向茅厕 但他们在茅厕中 还是没有找到史诗明 此时的史诗明 已经听到了喧哗之声 暗道不好 肚子也不疼了 连忙翻墙来到了马厩 骑马就向外逃 洛月听到马厩有动静 赶紧的过来查看 果然发现了正在逃跑的史诗明 他见事情紧急 也顾不上史朝义 要他不要紧要史诗明的交代了 立马就让人放箭 史诗明手臂中箭 摔落马下 被洛月倾注 史诗明大声的问道 是谁在作乱 洛月回答道 我等是奉怀王之命 史诗明叹息道 早上朕诗言 就应该想到会有此下场 说到这儿 他突然变换语气 为何不等朕攻克长安以后再动手 现在看 大事难成了 洛月也没有接话 先把史诗明囚禁起来后 然后回报史诗义 说大事已经完成了 史诗义还询问了洛月 是否惊扰了他的父亲 在从洛月口中 得知史诗明安好后 他派人去通告了 还在后面的周智 和徐书记等人这个消息 周智是史诗明的爱将 他听闻史诗明被幽禁了 吓得摔倒在地 没多久 史诗义带到大军 折返了回来 周智和徐书记 连忙出来迎接 史诗义在洛月等人的劝说下 杀了周智 等大军走到柳全义的时候 军中慢慢就有了一些流言 洛月担心情况有变 就来死了史诗明 用毛毯裹住 这才回到了洛阳 安史之乱的两大巨头之一 叛军中最能打的一位将领 抢遍河北的史诗明 最后没得善终 真是应了那句话呀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史曹义回到洛阳后 登基为帝 改元显胜 然后他秘密的派人来到泛阳 策令张通汝 除掉史曹卿等一干不归附自己的人 张通汝得令后就要动手 但形势不密 被史曹卿提前知道了消息 史曹卿把不服史曹义的人 组织了起来 和张通汝在泛阳城中混战 这一场混战打了几个月 史上数千人才以史曹义这一方获胜 平定了下来 史曹义让李怀仙担任范阳尹 燕京留守 这样一来 史曹义就算掌握了燕国的大权 但燕军的将领 大部分还是安鲁山留下来的 和史诗明算是同辈人 史诗明因战功卓著 还能劫治这些人 现在史诗明死了 史曹义又没有什么威望 这群老将们各玩各的 丝毫不把史曹义放在眼里 燕国只是维持了表面上的议题 按道理 官军如果此时对叛军逐个击破 想来战乱也就很容易毗临下来 但没想到 反而是史曹义的燕军 世俗出击 咱们来看看 官军是如何应对史曹义的 李光碧这边 他战败后 上周坚决要求贬官 李亨就让他 以开辅一通三思 世忠的身份出任河中节度使 河中就是浦州 此时已经身为了河中府 没多久 李亨又改任李光碧 为河南副元帅 太尉兼世忠 让他都统河南 淮西 淮东 山南东 京南 江西 浙东 浙西 等八道节度使 出镇临怀 4月21 清密节度使上衡 击败史曹义军 斩首五千多人 4月23 演运节度使 能源号 再次击败史曹义军 5月14 平鲁节度使 侯兮义 击败了史曹义的 泛杨部队 这个侯兮义 有必要多讲两句 他本是原平鲁节度使 王炫志的部讲 王炫志 之前咱们提过 他曾和刘克奴 董秦 联合 严真卿 一起在平鲁起义 后来被设为了 平鲁节度使 王炫志 实在了任上 李亨派人去平鲁 慰问将士们 并想试探一下 看看军士们 想拥立谁 接任节度使 平鲁军中 有一个匹将 高丽人 名叫李怀玉 他见众人 有推举王炫志 儿子的意思 直接杀了 王炫志的儿子 拥立自己的表兄弟 侯兮义 为平鲁节度使 唐廷派的人 回报李亨 李亨得知 平鲁内部 已经统一了意见 就受侯兮义 为新任 平鲁节度使 这也是唐朝节度使 可以由军中将领 自行飞力的开端 好 侯兮义的事情 咱们插播这么多 继续讲 官军和史朝义的对战 6月初一 改任 清密节度使的 能源号 又打败了 十十名的部将 李元玉 一连串的失败 史朝义不敢在 梦浪出击 只能归缩在洛阳 五个多月后 11月18 神策局节度使 魏伯玉 主动出击 拿下了永宁 等四个县城 来年的正月 李光碧在许州 又抓住了 史朝义的部将 李春 并打败了 史朝义的援军 2月 怀西节度使 王仲生 在深州城下 和史朝义的部将 谢卿交战 这个王仲生 就是那个和 邢严恩一起 逼返流斩的 王仲生 王仲生 既不如人 被谢卿生擒 顿时怀西打阵 就在怀西 要失守的时候 侯兮义 天生公 能源号等人 联合进攻汴州 谢卿被史朝义 调回去 资源汴州 怀西得以保全 4月 改任 折州赤士的李鲍玉 在折州城下 击败了史朝义 大家通过 这一连串的战争 能比较清晰的 看美麦两点 一 史朝义在这一年 多次尝试新的机会 但又像 无头昌映一般 东一棒头 吸引狼翠的 毫无战略 二 叛军败多胜少 逐渐的 被官军包围 就在眼看着史朝义 要被彻底的平定的时候 唐廷又发生了 新的变故 评判的进程 再次被延误了下来 那唐廷这边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咱们下一讲 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 郭子怡 在夜城之战后 遭小人诬陷 被雪藏了起来 但他在军中的威望 可不是说 长就能藏得起来的 果然 后来军队乱了起来 还是要郭子怡出马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 中晚唐风云 我是杨立辉 公元761年 上元2年 是李恒在位的 第六个年头 这一年 安史乱军建立的 委员政权 第三任皇帝史诗明 被儿子所杀 叛军进攻的势头 大幅下跌 身为大唐皇帝的李恒 有点飘飘然了 他觉得自己的功绩 可比日月 要效仿古法 成为千古一帝 首先 他把自己的尊号 全部去掉 只称自己是皇帝 然后 把年号也去掉 把当年11月份 算作新的一年的开始 称作元年 再之后 把长安 洛阳 凤祥 太原 和江陵等地的京都名号 全部废除 大唐变成了一个 没有都城的 奇怪帝国 他这一系列做法 大家感觉 有没有点死皇帝的味道 类似这种 只给面子 不该理智的改革 唐朝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就在18年前 李亨的老字李隆基 为了表现自己是千古一帝 改年为载 改周为郡 给当时的百姓 和后来的我们 带来了诸多不便 这个李亨还真是一个 忌吃不忌打的主 前面 他就学习了他老爹 逼前仙将领 冒险出战的做法 后面 他又学习他老爹 来了个自欺欺人 看来他老爹的教训 他领悟的还不够深刻 殊不知 就在他自嗨的时候 内忧外患 正在不断的上演 恶化爆发中 江淮在刘斩之乱后 出现了严重的后遗症 各州各县 因被多轮抢掠 完全乱套了 尤其是仓库中的财物 账车数据和实际严重不符 朝廷下令 要各州县盘点仓库财物 其实 损失的财物 除了被乱军抢走的 还有一部分是各地将领 坚守之道 偷走的 朝廷下令全面清点 这让很多人忐忑不安 很多将领 都是编卖了自己的财产 来填补亏空 在刘斩之乱中 立了大功的李长用 此时被受为了楚州刺死 楚州是刘斩之乱的重灾区 李长用不愿意自己补贴损失 但又怕朝廷盘点的人 给自己麻烦 就对自己的部下 发了几句牢骚 说自己有点后悔 来楚州做事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恰巧这句话 被一个暗中震恨他的部将 听到了 这个部将名叫高干 高干一边秘密地派人 到江淮都统住地扬州 诬告李长用谋反 一边带人袭击李长用 李长用被打得措手不及 赶紧逃跑 高干穷追不舍 最终还是杀掉了李长用 此时的江淮都统 已经改认为了崔元 崔元得知此事后 自然要去核实高干的控告 是否属实 李长用的部下 因畏惧高干 都纷纷附和 说李长用 的确要谋反 但只有 刚刚归降在李长用麾下 原叛军将领 孙代风 说李长用 没有谋反 那为啥孙代风 要替李长用出头呢 还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孙代风的回答 不仅让我们肃然起敬 而且还会让我们感叹 命运弄人 孙代风是这样说的 我之前跟随刘斩 奉召上任 却被人说成谋反 李公消灭掉刘斩 立有打工 现在又被人说成谋反 我实在搞不懂 什么才不算谋反 这样下去 还有完没完 这一次 我就是死 也不想去诬告 无罪之人了 崔元可不知道 孙代风的想法 他见众人都说 李长用是毛反 只有孙代风 站在李长用这边 就以为他们是同党 下令 斩杀了孙代风 大家可能会奇怪 为啥朝廷不能体谅 江淮之苦 反而要严苛地盘点 江淮的仓库呢 答案很简单 深居高位的大老爷们 都还指望江淮能供养他们呢 御史中成元仔 就是大家在电视剧中 看到的那个元仔 因为很会做人 深得李恒和李富国的喜欢 李恒改授他为 户部侍郎 让他同管江淮 朝运等财政事务 这个元仔 是一个出了名的酷吏 他上任后 觉得就算江淮地区 经历战乱 那里的百姓应该还是比其他地方的百姓 要富裕一些 仍按旧例 对百姓进行征税 百姓们自然交不出来 元仔就选用了一批库吏作县令 强行征收 管你是真的没钱 还是假的没钱 只要欠税 就直接到家里来抢 刚开始是强征家中粮食了一半 后来甚至强征到九成 再加上当年江淮发生了饥荒 有些地区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百姓们被逼得无路可走 纷纷上山 做了强盗 地方周县 制止不了这种风气 江淮陷入了大危机中 时间来到元年四月 实际上就是元来的二月 李恒也感觉到了 天下没有京城的不变 右下诏 称京诏为上都 洛阳为东都 凤祥为西都 江陵为南都 太原为北都 恢复了之前的五都格局 北都太原 也是河东基督使的驻地 自从李光碧接替国子以后 河东基督使就改由王思礼担任 王思礼从跟着戈书汉守同关 一直到镇守河东 为评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不仅担任北都留守河东基督使 还被受为了时空 则是唐朝第一个非宰相 位列三公的人 他能位列三公 不是像国子以和李光碧那样 是国之良将 就是能人 他打仗水平也就那样 细心的小伙伴已经注意到了 他在战场上的表现 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屡战屡败 那他有什么过人之处 能让皇帝一次又一次地忠用他呢 答案很简单 忠心并且会做人 他镇守河东期间 储备了大量的物资 除了供养河东的军队外 还剩余了一百多万户两米 在当时的乱世 有钱就有人 有人就有话语权 但王思李并没有私藏这批货物 主动上咒 要求送五十万户给京师 大家想想 这样的人能不被忠用吗 后来王思李死在了刃上 接替他做河东截斗使的是管从事 管从事这个人 是个老好人 对待部下非常的宽松 他上任仅仅数月 河东的家底就被他的部下掏空了 仓库中仅仅只剩了一万户烂米 李亨得知死事后 连忙让邓景山去河东 接替管从事 并让他彻查死事 邓景山到任后 立马开始核查仓库的出入账目 很多将士隐匿了粮食 担心邓景山这一查 就把自己查出来了 个个担惊受怕 果然邓景山很快抓住了一个副将 他为了立威 下令要处死这个副将 中将士赶紧替这个副将求情 也许开了这个宽容的仙盒 自己也能逃过这一关 邓景山对众人的求情直之不理 不肯饶恕这个副将 后来副将的弟弟站出来 请求让自己替哥哥去死 邓景山还是不同意 这家人还不死心 他们又找来了一匹马送给邓景山 想以此换副将一命 没想到邓景山这一次竟然欣然的同意了 邓景山的反应激怒了其他的将士们 因为重将士觉得自己的命 还没有一匹马之前都愤怒不已 盛怒之下将士们起兵作乱 直接杀了邓景山 李亨为了安抚河东乱军 派人到河东 说此事主要是邓景山行事不当造成的 和众人无关 承诺不再追究将士们的罪过 另派新云经为河东解读使 本以为河东之乱就这样安抚了下去 谁知道又发生了新的意外 江州离太原不远 这个地方向来不是富饶之地 也一直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以囤积 这一年恰逢摘荒之年 百姓自己没有吃的 也就不可能再上交赋税 阵守在江州的部队自然也过得紧紧巴巴 现在坐针江州的是硕方行营都统李国珍 也就是之前咱们在和洋之战中提到的李若忧 他被赐名为李国珍 改任到硕方 李国珍把江州的情况上纸给了朝廷 希望朝廷能调一些粮食过来 以解燃眉之急 他等了很久 不见朝廷的答复 就再次上咒 但还是等不到答复 如此数次 他的咒表依旧像泥牛入海一般 始终得不到答复 时间一久 江州的将士们等不了了 江州有一个将领 名叫王元振 他对将士们谎称李国珍有令 要将士们去修李国珍的住宅 将士们一听立马就炸了 大家饿得肚子 就指望你这个领导解决问题呢 现在不仅问题没有解决 反而要把我们当民夫一样使唤 真是欺人太甚 王元振一看 立马鼓动将士们一起作乱 他们烧毁城门 直奔李国珍的住宿而来 李国珍吓得逃到了监狱中躲避 但还是没有逃掉 被王元振抓住了 王元振把军士们的食物 摆在李国珍面前 质问为何要给将士们吃这么差的东西 还让将士们去修住宅 李国珍连忙否认修建住宅之事 并说明自己已经再三请求掉粮 只是朝廷始终不给答复 他也没办法 众将士听后 觉得李国珍也挺无奈的 就有了退去的意识 王元振一看射头不对 直接拔刀杀了李国珍 将士们见李国珍被杀了 知道已经无路可退 只能继续作乱下去 其他人把同样住所在降州的 正西节度室力飞原理也杀了 然后推举白晓德为新的节度室 河东和降州先后作乱 而且两地相距不远 朝廷担心 两地乱军如果连成一片 那就麻烦了 李恒也知道 再派一个新统帅过去 也很难镇住这两地的乱军 想来想去 李恒决定启用郭子夷 公元762年2月21 李恒受郭子夷为焚羊王 任朔芳 河中 北亭 折禄截斗使 兼任兴平军和定国军副元帅 让他带着捐四万匹 布五万匹 米六万弹 去降州安抚乱军 郭子夷自从三年前被血肠后 这是第一次重新重用 还被加红为了焚羊王 郭焚羊的大名 也是从此叫开的 3月11 郭子夷准备好了一切 准备出发 出发前 他来向李恒辞行 但却接到了李恒病重 不见任何人的消息 敏感的郭子夷意识到 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 见李恒的机会了 就坚决要求见李恒一面 李恒把郭子夷 在赵州卧室 语重心长地说道 河东之事 就全倚仗爱卿了 果然 郭子夷这一去 真的就和李恒有别了 那李恒的病重 给唐婷带来了什么危机呢 郭子夷能顺利地 平定河东之乱吗 咱们下一讲 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谢谢大家 我是杨李恒 唐朝有四大 太监权力大 皇后野心大 将领脾气大 皇帝还特别喜欢自大 这四大奇观 在唐书宗里恒 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 表现得淋漓尽致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 中晚堂风云 我是杨李恒 宦官李恒国 因德宠权清朝野 后来竟然被任命为 兵部尚书 加授开府一通三思 把宦官的权力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得了失权的李恒国 屁颠屁颠地 就去兵部上任去了 百官们听闻李恒国 要走马上任 个个都去送行 就连宰将们也不例外 甚至宫里的御厨 也要奉上食品 专门负责中庙礼仪的 太常青 还安排了乐队 这阵仗 有排面 当上兵部尚书的李恒国 没开心几天 又不满足了 他竟然直接 要李恒 受他为宰相 李恒这时候才意识到 李恒国可能要脱疆了 如果真的随了他的愿 做了宰相 那自己以后 真的就管不了他了 他想了想 对李恒国说 李恒国听后 只得先退了出来 李恒见李恒国走了 连忙暗中找来了中苏使郎 同屏张氏 萧华 对他说 李恒国要求担任宰相 被我推掉了 如果公亲大臣们 在上表推荐的话 那我就没有理由再拒绝了 萧华听后 明白了李恒的意思 赶紧的出宫 找到了普叶裴免 此时的裴免 果然已经得到李恒国的暗示 让他联络群臣 推荐李恒国担任宰相 听了萧华如此一说 也明白了李恒的意思 当即表示 从无此事 就算是砍了我的胳膊 也不能让他得了宰相之位 萧华听后 反回宫中 秉明李恒 李恒很是满意 李恒国多牛呀 内宫有点啥事 还不是了如指掌 他知道此事后 不敢怨李恒 但把裴免和萧华 记恨在心里 护布侍郎袁仔 因成绩突出 李恒准备改任他为金兆尹 可袁仔有点不乐意 虽然金兆尹这个官职 前途无量 但对于此时 被李恒和李恒国 都气中的袁仔 觉得从护布侍郎 调金兆尹有点没意思 他暗中找到李恒国 极力地推迟金兆尹这个职务 李恒国明白了他的意思 就劝李恒改任了他人 为金兆尹 过了几天 李恒国又跑到李恒这边 无搞萧华专权 请求罢免他的宰相职务 李恒自然明白其中的原委 不同意换掉消化 咱们都知道 李恒的耳根是比较软的 李恒国那肯定比咱们更清楚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他时不时地就找到李恒 说消化的坏话 李恒最后实在推迟不过去了 勉强同意换掉消化 消化的空缺 被早就有所准备的 原载接替 李恒对李恒国的纵容 并没有换得李恒国 实大实的忠诚 反而最后吃了个大亏 公元762年 原年6月初五 也就是实际上的4月初五 被困在大内的李隆基 终于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 享年78岁 去世后的李隆基 背上妙号为玄中 李恒听到了这个消息 十分悲痛 病情更加的严重 于是他让太子李玉监国 自己专心守孝和养病 此时的他 估计也明白了 自己前一段时间的改革 并不能真的把他变为圣人 于是4月15 他下诏 把月份恢复成正常的月份 改元宝印 所以公元762年 就是宝印元年 再一次大色天下 高丽氏 之前被流放到了乌州 遇到李恒的大色天下 才有机会再回京师 但走到朗州的时候 听闻李隆基已经驾崩 再也崩不住了 放声大哭 殴雪身亡 他和李隆基 族谱感情之深 现在的我们 读到这一段 还为之动容 年少时 读到高丽氏 为李白脱缴的故事 那种文人战胜权力的感觉 大快人心 现在 再看这个故事 只能说当时太年轻 高丽氏和李白 完全是没法比较的两类人 好 咱们继续缩回宫内 李恒并重 就意味着天要变了 一贯专权的李甫国和张良帝 自然要考虑自己的未来 他二人原本是相互勾结的关系 但慢慢的 他们之间也有了嫌隙 李甫国和另外一个名叫 成元镇的太监 勾结到了一起 合力对付张良帝 张良帝不肯眼睁睁地 看着皇位落在李狱身上 就要想办法除掉李狱 再加上他对李甫国也心怀戒敌 如果能来个一四二鸟 那就更完美了 这个张良帝 是个聪明人 这个一四二鸟之计 果然被他想到了 4月16 他找来太子李狱 对他说 李甫国长期执掌进军 皇帝的智慈都是出自他手 之前他擅自做主 依太上皇千居太极公 实乃罪大恶极 现在他全亲朝野 唯一忌惮的就剩下 我和太子你了 主上弥留之际 估计李甫国和陈元镇 要图谋不轨 不能不杀呀 张良帝其实就是挑说 李狱和李甫国火兵 不管哪一方得胜 他只需要找到李恒 说他们擅自在宫中动武 想来祸送的一方 也不会有好果的支持 但没想到 他认为恨李甫国入股的李狱 却对他说 陛下病情严重 李甫国二人都是陛下的救训 不告诉陛下就杀了他二人 必然会让陛下震惊 恐怕陛下承受不住呀 言外之意 就是不肯配合张良帝 张良帝见一击不成 退而求其次 另声一计 他对李狱说 这样的话 那太子你先回去 容我再考虑考虑 等李狱走后 他找来了老二 越王李系 询问李系能否除掉李甫国 言语之间暗示着 如果他李系能掌控局势 就是夺下皇位 也是不无可能的 其实张良帝真实的想法 是借李系之手 把李甫国和李狱一起除掉 李系听后很是激动 没想到争来争去 皇位落到了自己的头上 立马表示听张良帝的安排 张良帝让他带人 藏在长生殿后 他会想办法把李甫国和李狱都喊过来 到时就可以一网打尽 这个安排的确挺狠的 如果李狱和李狱国没有防备 也许就真的着了道 可惜他的这个计划 竟然被陈元镇探知到了 陈元镇赶紧地告诉了李甫国 李甫国让他带兵守在宫门外 等太子来了 就想办法告知他真相 没等多久 果然见太子要入宫 陈元镇拦住李狱 告知了他真相 李狱说道 我侍奉陛下之命而来 想来是有重要事情 岂能因为怕死就不敢入宫了吗 陈元镇说道 设计是大 太子万万不可入宫 说着就让人把李狱送到了飞龙舅 当天夜里 李甫国和陈元镇带着禁军 冲入长生殿 现场捉住了李系和他的伏兵 然后以太子监国的名义 让张良帝移居到其他地方 这时候的李恒就住在长生殿 李甫国抓人也好 逼张良帝离开也好 都是当着李恒的面做的 工人们害怕 跑得到处都是 长生殿乱急了 全城都没有人和李恒说一句话 李恒受了惊吓 第三天 4月18就驾崩了 享年仅52岁 后来他被上妙号为诉中 李恒驾崩后 李甫国杀了张良帝 李系等一干人 然后待到李恒和宰相们会面 告知了这几天后宫发生的一系列变故 4月19 李恒正式为李恒发伤 4月20 李恒继位为帝 李恒的这个皇位 得来很是一波三折 如果最后不是张良帝作妖 也许李甫国也不会和李恒 站到同一个战号中 李恒能当上皇帝 再紧要关头 的确是得到李甫国的大力支持 要知道在李恒驾崩的前两天 张良帝 李恒 李玉 李系 都在李甫国的掌握之中 可以说 李甫国想怎么干 就能怎么干 所以继位后的李玉 就算心里万般讨厌李甫国 明面上还是很尊敬他 受他为司空 兼中书令 我没有细查 估计李甫国是唐朝 第一个位列三公 并当上中书令的太监 李甫国支持大公 越发的飞扬八户 他公然对李玉说 大家弹居宫中 外事听老母处分 大家是当时对皇帝的一种敬称 大家听听李甫国的这句话 有多么的嚣张 虽然李玉心中十分的不爽 但现在他只能忍气吞声 为了稳住李甫国 他甚至称呼他为上父 政务不论大小 都要咨询他 群臣入宫 都是先拜李甫国 再拜李玉 和李甫国一起立宫的成员阵 也被授为左监门卫将军 接管了宫中的守卫力量 李恒时期的内市省大小官员 不是李甫国一党的 全部被替换掉 可以说此时的李玉 就是一个傀儡 几乎就在宫廷发生巨变的同时 寿命前往河东的郭子怡 安抚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郭子怡在军中的威望 那可是不一般 何况这次闹事的军事们 都是他的朔方旧部 他来到向州 王元正远远的就迎了出来 王元正自以为立了大功 还屁颠屁颠的在邀功呢 哪知道郭子怡开口就说 大军位于前线 辱杀害主将 万一贼军趁机来攻 那将州就完蛋了 我身为宰相 怎么可能位于士族寻思呢 说完 就让人把王元正 以及他的同谋 四十多人抓了起来 直接斩杀 江还是老的辣 郭子怡来到江州后 乱军自动的就归附了 王元正到时也没有明白 为啥自己可以轻易地杀掉李国真 和立飞原理 却在郭子怡的手中 连一招都过不了 消息穿到李玉这边 李玉自然高兴得很 郭子怡可是他自己的老搭档 是自己完全可以信任的人 郭子怡在江州掌握的兵权 就是自己的坚强后盾 李恒临死前 启用郭子怡 真是神来之彼 李玉有了郭子怡这个依仗 那做事就能放得开了 虽然李玉在宫中 已经被李甫国架空了 但李玉并不是傻子 他在忍让是在等机会 李甫国和陈元正的组合 并不是铁板一块 张良帝活到的时候 他们有共同的敌人 所以可以团结在一起 现在大权在握 二人的矛盾开始凸显了出来 李玉利用他的矛盾 先让陈元正 接替了李甫国的行军司马 和兵部上书之之 然后又以李甫国 应该有独立的釜底为由 把他从皇宫搬了出来 这一招其实挺无解的 老磊就怕从内部攻破 陈元正接替李甫国 李甫国只能干瞪眼 长安的官吏百姓 得知李甫国被赶出宫 纷纷走上街头 相互庆贺 李甫国没了兵权 有了巨异 上表请求退休 李玉给出了他面子 先受他为伯禄王 才免去了他中书令的职务 虽然李甫国走的时候 还满嘴牢骚 但这都是无关痛痒的事情 李玉宽慰了他一番后 就把他送走了 这一天是五月十三 距离李亨驾崩 还不到一个月 李弊走后的这几年 李玉被李甫国欺负得 无处发泄 只能在心中愤愤不平 虽然李甫国下野了 但李玉还是想要杀掉他 又因李甫国 用力有功 不好在名面上动手 几个月后的一天 李甫国府邸中突然进了刺客 这个刺客目标非常明确 直直地进入了李甫国的卧室 砍了李甫国的头和一条手臂后 悄然而去 李玉知道后 一边下令让人追捕刺客 一边安抚李甫国的家人 让人用木头雕刻了一个脑袋 安葬了李甫国 追证他为太傅 至于刺客有没有抓住 史书上没有明确的交代 我想应该是没有抓住 要是抓住的话 脑袋应该找回来了 至于这个刺客是谁派的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是李玉派的 一种说是陈元正派的 你觉得呢 弹幕和评论区一起交流下 大家该有疑惑 李甫国下野又来了陈元正 那李玉不还是个傀儡吗 这样说其实也有点道理 但陈元正的根基比较浅 除掉他 比直接从李甫国手中夺权 要简单多了 7月 李玉受郭子怡 总领朔方 河东 北亭 折禄 郑晨等截斗使 原本他是想让郭子怡 当天下兵马副元帅 和自己的长子 已经被受为天下兵马元帅的 李阔一齐 彻底平定安时叛军 但却被新掌权的陈元正 和之前陷害郭子怡的 于朝恩从中阻挠 李玉指的再次欺用郭子怡 改用他人 那李玉选了谁做副元帅呢 没了郭子怡上阵 安时叛军会轻易的被铲除掉吗 这个新任副元帅的决策 又给唐婷带来了什么危害呢 咱们下一集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 公元762年 宝印元年 唐玄宗李隆基和唐树宗李亨 在半个月内先后去世 李亨的长子李玉 以皇太子的身份 继承了皇位 当上皇帝的李玉 在除掉全换李府国后 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平定乱军上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中万堂风云 我是杨立辉 李玉之前做过天下兵马元帅 也是他带兵收复的两经 当前的情况 叛军占据到洛阳 和当时的情况很像 如果复刻之前的配子 也许还能重现之前的辉煌 他想了想 总结出了当时军队的三要素 一 元帅是身为皇张子的自己 二 实际统帅 傅元帅 是威望超高的郭子一 三 有凶猛的回合兵相助 所以他认为 新的平叛军 应该也要有这样的要素 首先 他任命自己的长子 已经被封为云王的李阔 为天下兵马元帅 其次 他让郭子一担任副元帅 最后 他要把回合兵再请回来 让他想不到的是 这三条安排 除了第一条顺利达成外 其他两条都出现了意外 咱们先说说郭子一 郭子一在降州文定豪乱军后 被设为都支朔方河东等多地截斗使 一个月后 郭子一回到长安 新一任宦官扛把子 陈元正 妒忌郭子一功劳大 多次在李玉面前 诋毁郭子一 郭子一心中不安 尚没有请求解除君子 李玉目前还得罪不起陈元正 但他也不想伤了郭子一的心 只好好言宽慰郭子一 并没有解除他的职务 只是把他留在京师 不让他实际上去赴任 后来李玉决心要评判 就想让郭子一担任天下兵马副元帅 但这个决定遭到了陈元正和于朝恩的极力阻止 李玉只好作罢 另选他人 他选的这个人是谁呢 咱们先留个悬念 先说说李玉向回合借兵的事情 回合原本是唐庭的好朋友 特别是回合王子叶户 之前和李玉并肩战斗过 对李玉十分推崇 按说李玉去回合借兵 应该是很轻松的事情 实际上此时的回合和唐庭的关系并不好 这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还要倒一倒时间 从头说起 五年前 公元757年 回合兵在王子叶户的带领下 协助李玉收复长安和洛阳 临九时李玉受业户为司空中立王 赏赐了大量的钱财 并答应每年在馈赠捐两万匹给回合 第二年 公元758年 李玉策封回合可汗为鹦鹉可汗 并把自己亲生女儿宁国公主嫁给了他 鹦鹉可汗很高兴 策立宁国公主为可敦 也就是王后 并以温序之礼对待李玉 唐庭和回合进入了蜜月期 当年八月 唐庭发兵实录去攻打向州的安清旭 鹦鹉可汗还让帝德带兵三千来助阵 只不过夜城之战 官军战败 回合兵也就撤了回去 就在帝德撤回不久 公元759年农历四月 回合发生了重大变故 鹦鹉可汗病死 国人拥立他的小儿子为新的可汗 被称为登里可汗 那为啥夜户没有成为新的可汗呢 因为夜户在鹦鹉可汗死之前 已经被人暗杀了 新任的邓里可汗 要求宁国公主按当地风俗 为鹦鹉可汗殉葬 宁国公主说道 回合仰慕中国风俗 所以才会娶中国女子 如果还是要遵从原来的习俗 那为何要和万里之外的中国女子结婚呢 登里可汗听后 无言以对 宁国公主为了照顾登里可汗的面子 还是按回合的习惯行戈面礼 这个登里可汗对唐婷没啥亲密度 要不然也不可能比宁国公主殉葬 她的地位标志着回合和唐婷 友好同盟关系的破裂 几个月后 登里可汗以宁国公主无子为由 把她送回了长安 此后的两三年 回合基本上和唐婷断绝了往来 李玉这次向回合借兵 自然要先修复两国关系 所以她派宦官刘青潭 带着后礼出使回合 刘青潭来到回合可汗的驻地 得知登里可汗在史朝义的鼓动下 趁唐婷接连打伤 局势不稳之际 南下占点便宜 刘青潭连忙表明 昔日和叶户并肩作战的广平王 已经继位为帝 中原不存在无足混乱的情况 登里可汗此时带到回合兵 已经抵达了山手乡城 沿途看到周县皆为废墟 心中对唐婷十分的轻视 自然不信刘青潭之言 不仅侮辱了她 还把她关了起来 这个刘青潭还算机灵 她见情况不对 联盟派人回到长安 告知了回合大军南下的消息 李玉听后大惊 赶紧地派殿中神主官 殿中间要子昂到新州靠军 希望能改变登里可汗的想法 登里可汗见唐婷来靠军 伸手也打不了笑脸人 有了和唐婷和好的想法 但她信不过其他人 就提出来要唐婷派 李亨求亲 李亨把朴古凯恩的女儿 嫁给了登里 现在登里可汗的王后 就是朴古凯恩的女儿 朴古凯恩现在驻扎在分州 李玉听了 朴古凯恩的要求 立马下令 让朴古凯恩去见登里 朴古凯恩见了登里 表达了唐婷绝不会孤父回合 也提醒登里 应该感念唐婷之前的恩德 登里见老让人果然来了 对唐婷的信任度直线上升 上表给李玉 同意助政唐军 讨伐史朝义 殿中间耀子昂 在指导登里同意协助唐婷后 出面对登里说 希望登里能够直接出兵向州卫州 从叛军地盘上 抢掠财务作为军支 但登里也不傻 这样行军 就等于自己直面燕军 而且完全没有接应 经过和耀子昂一番博弈后 最终采用了南下散州 和唐军会合的方案 这个方案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 回合不用单独面对燕军 另一个是补给全部来自唐廷 不用自己费身来抢掠 耀子昂和登里商议好后 回到了长安 此时的李玉 已经接到了登里的上表 非常高兴 他下令让各道兵马 到陕州集合 并让兵马元帅李阔 带到耀子昂等人 前往陕州和回合兵会师 同时他任命朴古海恩 为同兵张士 截至各军兵马 担任李阔的副手 朴古海恩打仗能力 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他和回合关系好 让他担任副手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朴古海恩私心很重 给后来的打仗 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估计有人会有疑问 为啥不让李光碧 来担任李阔的副手呢 因为这时候的李光碧 正忙着呢 李光碧担任的是 河南副元帅 截至河南江淮等地兵马 他坐镇临怀 一直在和史曹毅拉锯 也正是李光碧的牵制 史曹毅才无暇西进 唐廷高层震荡 史曹毅也没有能做什么手脚 唯一成功的举动 就是忽悠了回合兵南下 史曹毅心里清楚 自己拿不下李光碧 什么都干不了 于是他把四处拓展地盘的兵力 全部收了回来 合力向东南进攻 第一战先打宋州 没想到 第一战就遭到了顽强的抵抗 宋州刺史李琛 坚守不战 史曹毅无奈 只得采用最传统的办法 围城 这一围 宋州就被围了数月之久 至时李琛等了数月 都没有等到援军 心中慌了起来 好在有人在一旁给他打气 他才坚定了信心 其实李光碧这边也不容易 他来到临怀上任 临怀的将领都说史曹毅强大 劝李光碧退守扬州 李光碧对他们说 朝廷现在就靠我来定安危 我如果退了 那朝廷还能依靠什么 他不但不退 还带兵来到徐州 并下令让掩运结读史 天神功 进攻史曹毅 天神功在平令流斩之乱后 留在扬州不肯回镇 掩州 运州没了主心骨 太子兵哥上衡 和左语林大将军 殷仲卿 相互进攻 掩运大乱 后来他们三人听闻李光碧 要坐镇临怀 都很忌惮李光碧的威名 天神功急速地 从扬州回到了河南 上衡引仲卿 也相继入朝 言韵大乱 才得以平息 天神功出兵宋州 大破史曹毅军 宋州解围 大家是不是以为 此次史曹毅大败 李光碧正好可以在后面 穷罪猛打了 大家不要忘记了 此时江淮河南一带 因为流斩之乱和大饥荒 百姓四处都在起义呢 李光碧现在可没有很多钱粮 能供他主动出击 而且到了八月份 台州乱民形成了气候 乱军统帅援朝 开始向外扩张 攻打折东的其他州县 深受朝廷赴税之苦的百姓们 大多愿意归顺援朝 援朝在拿下宿州地盘后 甚至直接改元 浙东属于李光碧的辖区 这里出了乱子 那李光碧自然要优先处理这件事 他调兵南下 开始了凭元朝的征程 这一南下 整整用了八个月的时间 李光碧有自己的任务 那李玉自然不能把他从浙东 调回散州去凭死朝义 加上被成员阵人于朝恩 压制的郭子怡也无法出征 那李玉选择蒲骨河恩 也就好理解了 元朝之乱 暂且放一放 咱们把目光转到散州 看一看李阔和蒲骨河恩的行动 公元762年 农历10月21 李阔来到散州 安顿好后 带着耀子昂等述师随从 过河来会见登里可汗 登里可汗见到李阔 想给他一个下马威 要求李阔向自己拜武 拜武是以舞蹈的形式 来行参拜之礼 是参拜礼仪中最正式的一种 一般用于指败父 军败臣 耀子昂站出来 说这不符合礼仪 奎克将军撤皮说道 唐天子和可汗结为兄弟 那可汗就是雍王的叔父 怎么能不拜武呢 耀子昂说道 雍王是天子的长死 现在又是元帅 哪有中国储君 向外国可汗拜武的道理 晃起太上皇和先帝尚未出兵 雍王也不应该跳舞 耀子昂的一番话 把车比堵牢回去 车比大怒 打了耀子昂等人一百遍 登里可汗以李阔年少不懂事为由 把李阔前送回营 登里可汗这样对待李阔 其实是不应该的 10月23 蒲固桓带领各军从陕州开拔 他带到本部人马和回合兵为前锋 让陕西截斗使郭英义和神社军 官军容使于朝恩殿后 全军禁逼洛阳 并让折禄截斗使李鲍玉 和河南等刀副元帅李光碧 分别从河阳和汴州等地夹击洛阳 李阔留在了陕州坐镇 那官军能顺利的打败史朝义吗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哦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辉 公元762年 宝应元年 农历十月 唐朱李玉 让天下兵马元帅李阔 带着普顾怀恩 会和回合兵 主动进攻使朝义 要和使朝义进行最后一战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中晚堂风云 我是杨丽辉 十月二十三 普顾怀恩让李阔留在陕州 自己带着各路大军 禁逼洛阳 史朝义得知官军大举来攻 联盟召集猪将商议对策 阿斯纳成庆说道 如果唐廷只是派官军来攻 咱们可率全军和他们决战 如果他们和回合兵一起来 那士气必然锐不可挡 咱们最好退守和阳 以避锋芒 这个建议其实挺好的 洛阳本不是军事要塞 很难聚成坚守 但和阳却是为打仗而成的声词 一手难攻 之前郭子怡和李光碧 都在这里成功阻击过叛军 史朝义并没有听进去 坚持要在洛阳和官军对战 十月二十七 官军抵达洛阳北郊 但并没有着急攻城 而是分出去一部分兵力 去攻打怀州 十月二十八 官军攻克怀州 十月三十 官军和叛军终于要开始打战了 叛军派了数万人在城外设置栅栏 和官军对峙 蒲固和恩一方面在叛军正面对抗 一方面派精气兵和回合兵 绕到叛军栅栏东北 从侧面夹击叛军 叛军打败 史朝义见前军战败 进发洛阳城中精兵十万 出城救援 史朝义出城后 在昭爵士附近不振 得胜后的官军 一鼓作气冲杀过来 杀了不少叛军 但并没有动了叛军的根本 于朝恩组织了僧舍军奋力冲杀 但还是无法冲破叛军大阵 正习截斗使马林 身先士卒 大喝着冲入敌军 夺下了两块盾牌 撕开了一道口子 后面的官军跟在他身后 也冲入了敌军阵中 顿时叛军打乱 开始后退 官军紧追不舍 双方转转到十六元一带 叛军士气已上 被官军一顿猛杀 开始溃败 这一仗 官军杀敌六万多人 俘虏两万多人 史朝义仅仅带着数百青旗兵 向东逃去 蒲顾海恩杀金洛阳 接着又攻克了河阳 俘虏了燕国中书令 许书记等人 但之前礼遇有令在先 蒲顾海恩并没有杀他们 反而将他们全部释放了 拿下洛阳和河阳后 蒲顾海恩让回合可汗留在河阳 派自己的儿子 右乡兵马使蒲顾阳 和朔防兵马使高辅成 带兵一万 继续追击史朝义 他们二人追到郑州的时候 追上了叛军 双方在郑州又是一轮交锋 叛军不敌 继续东逃 逃到了汴州 到了开封城下 史朝义发现 自己留在汴州的 陈流节度使张献成 竟然不给自己开城门 无奈 史朝义只得离开汴州 前往浦州 等官军追到汴州 张献成爽快地打开城门 向官军投降 洛阳这边 回合兵在洛阳烧杀强掠 无恶不作 大火越鱼不灭 他们把抢来的东西 全部堆到河阳 并派专人看守 找机会 再运回回合 朔防军和神社军 也认为洛阳 郑州 汴州整地 都是叛军的地盘 所过之处 也都是打势强掠 一直持续了三个多月 百姓的房屋被烧 家产被抢 只能穿上 此乎的一虎欲寒 11月初二 史朝义从浦州 渡过黄河 前往渭州 蒲固怀恩攻下了华州 渡河这渭州 追上了史朝义 史朝义打不过蒲固怀恩 再次东逃 史朝义的部下 天成寺 带兵四万 和史朝义会合 但被从后面追来的蒲固阳 再次击败 史朝义逃到昌乐县 在昌乐 史朝义等来了 自己在渭州的祖军 本以为有了和官军一战之力 但没想到 刚和官军接触 再次溃败 史朝义的不断溃败 让叛军的其他部众 看不到希望 加上叛军各部 本来就是面和心不合 一些叛军将领的心事 开始浮喚了起来 向州 渭州 明州 行州的 叶军节度使 薛松 向折禄节度使 李鲍玉投降 恒州 赵州 深州 定州 益州的 恒阳节度使 张志忠 向河东节度使 星云精投降 李鲍玉和星云精 接到叛军投降的信息后 连忙派人去接收 接收过程很顺利 薛松等人 很痛快地 交出了兵权 但奇怪的是 没过几天 他们突然接到 浮喉败恩的命令 让叛军将领 官复原职 这里面包含了 浮喉败恩的小心事 李鲍玉和星云精 怀疑浮喉败恩有二心 分别上表给李鲍 让朝廷早做防备 浮喉败恩也上表 为自己辩护 李鲍一来指望 浮喉败恩评判 二来他想早一点 结束战争 就下诏给各地 东京 河南 河北等地围官 只要投降 朕 该不追究 浮喉败恩和李鲍 站在不同的角度 对贵祥的叛军 都采取了包容的政策 这对后世的大唐 影响极深 但对当时迅速评判 却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大家怎么看待这个政策呢 弹幕或者评论区一起讨论 李鲍不仅要宽恕伟官 他还要重用伟官 11月22日 他受张志忠 为承德军节度使 同管恒州 赵州 申州 定州 义州 并次姓名为李宝臣 承德军自此建立 共持续了150多年 李宝臣就是第一代承德军节度使 李宝臣手下有一匹将 名叫王武俊 在李宝臣投降前 他看清了局势 知道如果河东 星云京来攻打恒州 使朝义现在无力支援 那恒州被灭是迟早的事 就劝李宝臣投降河东 李宝臣听到他的计策 主动向星云京投降 后来李宝臣做了承德军节度使 提拔王武俊回先锋兵马使 大家记一下这个王武俊 后面咱们还会再提到他 普顾怀恩立了大功 李宇受普顾怀恩为河北副元帅 加佐普叶兼中书令 官职和李光碧一样的高辣 李光碧担任的是河南副元帅 副元帅在唐朝中晚期用的越来越活 大家只需要知道 元帅一般是皇子担任 副元帅前面的地名 就是这个人统侠军事力量的范围 不过随着后来军阀割据越来越严重 副元帅这个职务也越来越没有含金量 好 咱们再说回史朝义这边 魏州战败后 他逃到了贝州 在贝州 他和薛忠义会合 共得军事三万人 有了兵力的史朝义 掉头主动地攻打冠军 在林青县和普顾怀恩父子 又大战了一场 这一战 普顾阳提前射了扶兵 可想而知 史朝义自然又大败 再加上回合兵 此时也赶到了贝州 冠军的势力更加的壮大 史朝义不敌 向北逃去 逃到夏博县的时候 被冠军追上 双方在夏博又激战了一场 史朝义依旧挡不过冠军 跑往墨州 在夏博 冠军的各路人马 总算再次会师 河东的星云京 河南的天神宫 普顾怀恩部的 普顾阳 薛奸逊 好庭玉等人都到齐了 甚至青之戒度士侯熙义也赶到了 这个侯熙义 咱们还要多说两句 他本来是平庐戒度士 平庐和范阳紧挨着 范阳的叛军 不断的派人去攻打平庐 因为平庐地处偏远 一直得不到冠军的救援 最后侯熙义决定放弃平庐这个地方 他集合自己所有的人马 一共两万人 去偷袭范阳的李怀仙 李怀仙没有防备 被侯熙义击败 侯熙义并不是要占领范阳 而是趁获胜之际 南下都国黄河 来到了青州 后来 昌庭兽侯熙义 为平庐 青州 支州等六州节度士 从此 平庐的名号 就转到了青州了 熟悉我五代演义的朋友都知道 平庐军在唐木和五代时期 出境率很高 那里说的平庐军 指的就是青州一带 但咱们中晚唐风云系列 刚开始提到平庐军的时候 位置一直在幽州附近 所以很多人产生了疑惑 听了侯熙义南迁的故事 大家清楚为啥平庐军会换地方了吧 官军会试后 一起进攻墨州 围攻史朝义 史朝义和天成寺 在墨州和官军对峙了起来 时间很快就到了过年 新的一年 也是礼遇继位的第一个新年 自然要改元 他没有学习礼衡 继位就改元 而是遵守了次年改元的一般规律 新的年号叫广德 公元763年 就是广德元年 史朝义和天成寺 在墨州和官军对峙的这一个多月 屡战屡败 天成寺就有了投降的打算 他为了投降后能得到重用 耍了个新眼 他对史朝义说 只有史朝义亲自到幽州调兵 才有可能挽救墨州 自己愿意失守墨州 给史朝义断后 史朝义听后觉得很有道理 就挑选了五千精气兵 从墨州北门冲出包围 前往幽州 史朝义刚走 天成寺立马举程投降 此时的墨州城 不仅有叛军剩余的兵力 还有史朝义的母亲 老婆和孩子们 这些人被天成寺一把都送给了冠军 蒲固阳 侯西义 薛坚逊 带兵三万 继续追击史朝义 他们在卓州归义县追上了史朝义 双方交战 史朝义不敌 再次败走 此时驻守幽州的李怀仙 也有了投降的想法 他通过犯官罗凤仙 向朝廷表明投降之意 并派了兵马使李豹中 守在了范阳县 史朝义来到范阳县 李豹中不肯让他入城 史朝义在城下 把大部队留在墨州 自己青庄求援的事情 告诉了李豹中 并以君臣之意责备他 李豹中回答道 天不诱焉 唐氏复兴 现在我既然已经归顺了唐氏 岂可以再反复 大丈夫 始于诡计相途 希望你早做打算 以保全自己 而且 如果田城寺没有叛变 官军怎么会追到这里呢 史朝义听后 顿感背后发凉 他祈求道 我们早上到现在 一直没有吃饭 难道就不能让我们 饱餐一顿吗 李豹中不忍心 就让人把食物送到城外 给史朝义吃 史朝义手下的范阳人 纷纷直别史朝义而去 一顿饭吃下来 只有数百户人 还跟在史朝义的身边 吃过饭 史朝义向东来到广阳县 广阳的守军也不肯接受他们 史朝义知道 范阳境内估计再无容身之地 就转到向北 想进入西河契南境内 走到温泉炸的时候 李怀仙派人追上了他 史朝义走投无路 在树林中随便找了一棵树 上吊自杀了 李怀仙割下史朝义的人头 献给朝廷 蒲顾怀恩和各鲁军 得知史朝义已死 不再继续追赶 各自回军 史朝义的死 标志着安史之乱正式结束 安史之乱 从公元755年11月 安鲁山反扬起兵开始算起 到公元763年正月 史朝义自杀为止 共7年零3个月 建立了燕国政权 先后有两姓四祖 个个都没有善终 安史之乱 是圣唐和中晚唐的分水岭 范围波及数十周 严重地破坏了唐朝的社会 经济 文化和军事 影响极为深远 远在成都的都府 听到官军评判的消息 欣喜若狂 当即写下了一首旗律 就是著名的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见外呼传收济北 出文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和载 满卷诗书 喜欲狂 白日放歌 须纵酒 青春作伴 好还乡 既从八霞 穿乌霞 便下襄阳 向洛阳 死所以死后 薛松等河北各族的将领 都归顺了唐廷 他们跪拜普顾海恩 祈求能让他们在军中继续效力 普顾海恩担心 一旦叛军威胁不在 自己的权力估计也难以持续下去 所以上表保全了这些投降的叛军将领 此时唐廷的经济也不允许里域再打下去了 就同意了普顾海恩的奏庆 受薛松为向州 魏州 明州 贝州 磁州等六州节度史 受天城市为魏州 博州 德州 昌州 银州等五州防御史 后来改任为节度史 受李怀仙为卢龙节度史 继续管理泛阳旧地 后来李玉担心河北会再次割据 又下诏对河北各州进行了重新分配 幽州 墨州 贵州 谭州 济州 归幽州管辖 也就是后来的鲁龙军 恒州 定州 赵州 孙州 义州 归成德军管辖 向州 贝州 行州 明州 池州 归向州管辖 也就是后来的昭义军 魏州 伯州 德州 归魏州管辖 也就是后来的魏伯军 昌州 帝州 济州 盈州 归青州管辖 也就是平鲁军 淮州 魏州 归折禄管辖 其中 魏州的天成寺 自从做了魏伯节度时 就十分重视发展军事力量 后来 他干脆让辖区的所有百姓 适临的全部入伍当兵 只让老弱这家重地 数年间就有了十万大军 这就是魏伯全民皆兵的开端 天成寺又在军中选了 骁勇善战的万余人 编为了自己的亲军负责保卫自己 他给这支亲军起了个名字 叫牙兵 李宝辰 天成寺 薛松 李怀仙等一众叛军将领 虽然归顺了唐廷 但因和唐廷之间有隔阂 始终未能全心全意的听朝廷安排 这几阵半独立的形态也为其他的将领们打了个样 也算是唐朝军阀各剧的开端 安死乱军是唐廷第一大患 现在他们都归顺了 是不是就意味着李狱就可以高忍无忧了呢 实际上李狱接下来面对的形势更加的严峻 甚至自己一度被打出了长案 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